第361章 三斤全了 是啊 咱们这边用的挺少的 但是市里也有 国外倒是很普遍的 现在那边也有这种厂家 我想过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在市里开一家这种店铺 咱们之前买的那个二层小楼 位置就刚刚好 所以说 你刚才想跟我说的 就是这个事情 对 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是挺好的 不过 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是啊 你说 我听着 对于柳云霜 乔一起从来都是十分尊重的 哪怕是他说的话 也格外的放在心上 也是关于开店的事情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的小卖铺 生意很好 不过辐射的面积非常有限 我想着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到其他的地方 再开一些小卖铺 像是你说的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电器和小卖布放到一起 形成一种超市 对 就是超市 我之前在报纸上 见过这个词 就是比小卖布要大一点 里面的东西多一点 全一点 包括日用品 吃的 喝的 甚至 卖菜卖肉 也可以放进去 到时候 我们把楼上或者是楼下 弄出来一个地方 专门放这些电器 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可以引流了 你觉得怎么样 喝呀 我觉得不错 电器只有那么几样 就算是摆样品 也摆不全的 那边的地方很大 如果能把其余的东西放进去 也是不错的 我们就开一个 你说的那个什么超市 嗯 行 而且 我还看了一些其他的地方 我们在县城供销社那边 不是有两个小门面吗 弄一个出来 也开一个小卖布 另外 我们上次去的那个车站跟前 我看卖什么的都没有 如果我们能在那附近找间房子 开个小卖布 来来往往的人多了 到时候也能挣一些钱 乔一起点了点头 不过还是有些疑惑 便问了一句 云霜 你怎么突然之间 对于开小卖铺 这么执着了 文言 他叹了口气 还不是因为 卖菜和卖水果这个事情 有大忘记吗 这马上就要冬天了 我们的东西 也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开小卖布就不一样 只要有需求 我们就可以随时去进货 比较长期 也比较稳定 你说呢 确实是个好主意 那这样吧 明天我们就去县城里面转一转 要是觉得位置合适了 就让张师傅过去 把店面一装修 等过几天忙完了 也就能开业了 现在 他们买的房子 都是那种破破烂烂的 外面结构应该能好一些 但是里面的话 必须重新收拾一下 不然的话 是没有办法用的 行 那就明天 我们过去看看 正好 我在南边遇到了一个 谈得不错的老板 他也在县城那边 明天估计要过去 跟他见个面 你方便吗 这是想要 带他去见朋友的意思吗 说实话 柳云霜多少还有点紧张的 我这样去 会不会给你丢人啊 丢什么人啊 你过去 那是给我长面子呢 乔一起说着 就笑了起来 柳云霜并不是几年前的那个 备受欺压的人了 不仅人看上去稳重大方 就连外貌 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人白了 脸上的肉 也长回来了 看上去要比之前年轻不少 加上本身底子就好 妥妥的大美女一枚 再穿上漂亮的衣服 锦上添花 跟乔一起站在一起 回来了 柳云霜做了一锅粗 炖的排骨豆角 里面还放了新鲜的玉米和茄子 上面是一圈大花卷 花卷沾了菜的汁水 味道香极了 乔叔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可想你了 许之里一进厨房 就看到了乔一起 立马就跑过去抱住了他 另外两个孩子 也跟他打招呼 今天许之一是不在家的 被他小姨带去县城了 要晚上才能回来 别闹你乔叔叔 赶紧端饭 咱们吃饭了 他这么一吆喝 几个孩子也不闹痛了 全部乖巧的去拿碗筷 等吃了饭之后 就是瞧一起 派送礼物的时间了 每个孩子都有一身衣裳 包括冷秋香也有 他买的也是秋天的衣服 牛仔裤和小皮衣 女孩子的都是卡其色的 男孩子的皮衣是黑色的 就连他们几个姐妹 三个也有 这个衣服 现在在外面可流行了 这个牛仔裤 还是戴喇叭的 我看着好看 就给你们都戴了几身 几个孩子拿上自己的衣服 都高兴得不得了 跑过去试穿了 要不是天气太热 估计都不脱下来 然后又跟着沁子 喜子跑去新房子那边 看电视了 反正下午也没有课 时间还长着呢 等他们都走了之后 瞧一起又拿出来了一个盒子 云霜 那边的玉器比较多 我给你带了一套礼物 你看看 说着就把盒子打开了 柳云霜呼吸一致 看着眼前花花绿绿的首饰 有些惊讶 这是翡翠吧 可真好看 你之前不是就给过 这样的镯子吗 怎么又买了 这不一样 这是高兵的 而且这个飘花 我觉得很适合你 咱们两个到底是结婚呢 我便买了一套 拿回来送给你 飘花的翡翠玉镯两只 一个项链 一对耳钉 还有一个戒指 看上去都价值不菲 一起 我跟你说了 真的没必要 而且这种东西 我平时也带不了 万一磕了碰了的 多心疼啊 瞧一起也不多说什么 知道他是心疼钱呢 你放心 没有花多少钱 这不是我过去 看了好多不错的石头吗 人家老板送我的 不要白不要 对了 还有这个 这个平时可以带 说着又拿出来一个盒子 这里面居然都是金饰 两个龙凤城墙的金镯子 实打实的 很重的那种 金珠子穿的手链两条 还有一条项链 吊坠是一个爱心的形状 一对蝴蝶的耳钉 还有两个光环的戒指 第362章 许之威生负 我的妈呀 你怎么又买金子了 这得多少钱呀 多少钱都得买 正好碰到了 我就自作主张买了 云霜 咱们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些东西都是应该给你的 说着就把那个戒指拿了出来 另外一只手 拉上了柳云霜的左手 紧跟着就把戒指 套在了她的手指上 正合适 好看 你就戴着吧 她这么说着 也扬起了和煦的笑容 柳云霜有一瞬间 觉得自己何德何能 居然能碰上乔一起 这么好的人 这金子也怕磕碰呀 我还是别戴了吧 真的很好看 戴着吧 她这么一说 柳云霜也没有坚持 那就戴着吧 反正这么小的一个 也不影响什么 其实 乔一起想要回来 再跟她去买这种首饰的 不过 按照柳云霜的性格 肯定是不会让她买的 所以就自作主张 直接买了回来 不过看她的样子 应该还是挺喜欢的 这就够了 隔天一大早 帮着把家里面的菜 弄完了之后 他们几个也要去县城 不过没有做张松的拖拉机 而是准备骑自行车过去的 庆子和喜子也要跟着去 两辆自行车就行了 柳云霜今天穿了一件 淡紫色的碎花裙 头发挽了起来 戴上了乔一起 给她买的金戒指和金项链 露出了好看的锁骨 另外 又把之前买的珍珠耳钉戴上了 看上去十分的利落干净 又散发着一种婉约的气质 他们先去县城供销社旁边的那两个店铺 选了其中的一个开店用 这边距离供销社不是特别远 周围也陆陆续续开了不少店 但是并没有小卖部 确定好了之后 就跟庆子说了一声 让张师傅回头过来 把尺寸量一下 另外 又去了一趟车站 就像柳云霜说的一样 那边是没有店铺的 不过同样来说也没有房子 哎 转了一圈 她有些叹息 看来 这边咱们估计弄不成了 走吧 看她这么失落 乔一起伸手 拉住了她的手 别灰心 我回头过去打听打听 这个事情应该是可以的 你等我消息就好 可是 这里真的没有地方呀 难道你还想自己盖吗 乔一起有些好笑 自己的媳妇 好奇心就是太重了 你别管了 我回头去问问吧 要是有好消息再告诉你 行吧 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几个人就开始往国营饭店那边去 今天要会见的那个老板 就约在了那里 他们到的比较早 柳云霜过去 跟李采购说了几句话 又把从家里拿的核桃 给他放下了一篮子 现在的核桃都是新鲜的 生吃脆脆的 味道很清新 这才跟着乔一起 到了包间里面 庆子已经把所有的菜 都点了一遍 不过现在没有上 因为人还没有过来呢 他抬手看了看万上的手表 马上就要十二点了 一起 你们约的是几点呀 就是十二点 应该也快了 喜子 你出去看看吧 好 老大 嫂子 我这就去 这话音刚落 门口就响起了动静 乔老弟不用接了 我们过来了 闻言 乔一起也站了起来 上去跟这人握手 沈老板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挺好 挺好的 这新铜线跟以前的变化不大 好多地方我都能认识呢 柳云霜也站了起来 看向对方 只有一瞬间 他觉得 自己身上的所有血液都凝固了 怎么是他 为什么会是他 可能是眼神太过灼热了 对方也发现了柳云霜 乔老弟 这位是 乔一起闻言 赶紧过去 扶住了柳云霜的腰肢 这是我媳妇 云霜 这是沈老板 这位是沈夫人 他强撑着 故作淡定的点了点头 对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大表情 只是重归重举的说道 原来是弟妹啊 长得真漂亮 怪不得能让我们乔老弟 牵肠挂肚呢 沈老板说笑了 快坐吧 乔一起也察觉了柳云霜的不自在 以为他是紧张了 便赶紧招呼着大家 都坐定了之后 他发现对面的沈夫人 也一直在看他 只要一抬头 便能跟对方视线交汇上 不过 每次对方都是笑意盈盈的 跟他点头 很快 所有的菜变上来了 乔一起招呼着大家赶紧吃 同时 另外一只手 拉着柳云霜的手 给他温暖 云霜 别紧张 沈老板人很和气的 实在是因为他的手心 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乔一起才不得不多说了一句 嗯 没什么事情 我去下卫生间 说着便离开了 他没想到 居然会遇到许之威的生父 还是跟乔一起认识的 不过 他现在过来的 是不是太早了 按理说 应该到三年后 他才会到兴同县来的 现在他们这边 还没有开始招商引资呢 怎么就突然来了 不对劲 实在是不对劲 他自己稳定了一番 在洗手池用冰水洗了脸 这才能好一点 深呼吸了三口气 准备离开的时候 沈夫人突然过来了 乔夫人 你怎么样 没事 沈夫人 刚才碰到了熟人 多聊了两句 这才耽误了时间 柳云霜现在已经找回了 自己的声音 表现得还算淡定 那就好 乔老弟还不放心呢 我便出来看一看 正好上趟卫生间 好 您请自便 那我先回去了 柳云霜有些乱 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事情 上辈子 这位沈老板 可是后面三年才过来的 现在居然提前了这么多 难道是因为他重生的原因吗 因为重生 产生了蝴蝶效应 至时很多东西 都发生了改变 还是说 他终究是逃不过那个命运的 不对劲儿 实在是不对劲儿 他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这才进了包厢 换上了一副微笑的表情 是啊 他怕什么 他已经不是上辈子的柳云霜了 现在还有乔一起 在身边 就算是这人想要置他于死地 那他也是有能力搏一搏的 第363章 大白鹅电气场 况且 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不是吗 没必要 这么担惊受怕的 见他回来了 乔一起看了一眼 柳云霜抱以微笑 表示没事 他才稍微的松了口气 云霜 这位沈老板在广市开了一家 大白鹅电气场 好多东西都是有的 而且 技术并不比外国的差 他听说 我想在咱们市里边做电气 便有意跟咱们签署一份代理协议 沈老板也不傻 一看乔一起跟柳云霜商量 那就证明 这位妻子在他的心里 还是很重要的 弟妹啊 乔老弟不仅长得好 能力也强 我们这个大白鹅电气 现在虽然是刚开始阶段 不过在南边那边的销量都非常好 你跟我们合作 绝对是不亏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产品图测 还请弟妹过目啊 这人说话十分的客气 说白了就是场面人 柳云霜也微笑着点头 转盘转过来的时候 拿起了跟前的那份产品图测 他也便借着看图测的机会 让自己稳定一点 上面是有很多产品的 冰箱 洗衣机 电视 录音机 录像机 照相机 电风扇 是现在比较畅销的 再就是热水器 电饭锅 高压锅 微波炉这些 甚至还有一些钟表和游戏机 他有些纳闷 钟表也不属于电气的范畴呀 转念一想 后期可是有电子钟表的 都是上电池的那种 现在 在他的宣传册里面 也不算是稀奇了 于是 就没有多说什么 不一会儿 沈夫人也回来了 坐到了座位上 这沈老板也开始夸赞 实不相瞒 这个大白鹅的品牌 是我夫人创立的 我们后期还准备做空调 油烟机 净化器 净水器等等东西 只要你们跟我们签了合同 以后这边的代理就是你们 其余的人 想要卖咱家的货 就必须从你们手里拿 你们也可以 加上一点利润 再把这些东西 批发给其他人 不管怎么操作 我们都是不管的 另外 咱们这边 还配备完整的售后系统 绝对不会让你们 有货顾之忧的 这沈老板 一直在说加盟的事情 柳云霜的心思 却飘到了外面 他说 后面还会有净水器 净化器 油烟机这些 还有空调 可不是现在就有的 或者说 根本就不是现在流行起来的 那这个沈夫人 绝对不是一般人啊 以至于 他有些好奇的看了过去 对方还跟刚才一样 微笑的回应他 不行 这个事情 得回去好好问问瞧一起 正想着呢 男人居然变转头看了 云霜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要跟沈老板签合同了 不着急 这东西 咱们只看了的图片 怎么着也应该看看实物吧 柳云霜想着 如果这群人 还是跟上辈子一样 助纣为虐的 那么 他是绝对不会跟这群人合作的 闻言 沈老板却是笑出了声 还是弟妹谨慎 不过别着急 我们已经叫人运了一些过来 这两天 就会陆陆续续的倒一批样品 到时候 再让乔老弟和弟妹 一起过来看看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咱们再合作 那可就太好了 沈老板 麻烦你了 乔一起虽然很客气 不过骨子里那股优雅的气质 却压得沈老板喘不过气来 总觉得 他才是大佬一般 菜已经上拳了 加上事情谈完了 便招呼着大家继续吃饭 这沈老板 加了一口肉炒葫如条 放在嘴里咀嚼后 做出了一脸享受的表情 哎呀 这菜还是这个味道呀 跟我年轻的时候吃到的 是一模一样的 他这么一说 乔一起便开始给他解释了 沈老板 说他年轻的时候曾 经到咱们这边来过 还待了一段时间呢 不是待了一段时间 是在这里当了一年的老师 当时家里面动荡 我母亲也是为了保护我 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 说到这里 他满满的 都是回忆和感慨 乔一起知道 这种大家庭里面的纷争不小 就没有继续问 而是招呼着他再吃一下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 这位沈老板 就是那个时候和许兰春发生了关系 可是 等他有了孩子之后 这人便回到了京市 以至于 他现在还是不知道许志威的存在的 他突然想到了 上辈子知道的那个秘密 心里面顿时还有些酸涩 饭桌上的事情不用他操心 乔一起虽然不喜欢应酬 不过也能游刃有余的把控着 加上还有沁子和喜子在 整场下来 气氛都是不错的 等他们吃了饭 准备从国营饭店离开的时候 这沈太太突然开口了 我听乔老板说 过些日子 你们准备举行婚礼呢 我们估计 在这回待上一段时间 如果有机会的话 能不能过去参加 他这话说的 让别人怎么拒绝呢 柳云霜也微笑着 努力的换上一副端庄的样子 荣幸之志 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婚期 还没有定下来 如果到时候 您跟沈先生还在这里 自然是要邀请您二位 过来热闹热闹的 只不过 我们准备在乡下办酒席 到时候 您别嫌我们粗鄙就好了 他这话说的 也是滴水不漏的 沈夫人当即便 拉住了他的手 这是哪的话 我年长你几岁 就叫你云霜 可以吗 以后我便是你的姐姐 这妹妹结婚 姐姐 姐夫肯定是要到场的 柳云霜被这突如其来的客气 整得有点猛逼 原来大城市的大富豪 都是这么自来熟的吗 谢绝了跟着他们去酒店的邀请 几个人去蔬菜店 转了一圈 便回了家 刚一到家 乔一起便被柳云霜 拉到了西屋去 因为平时柳飞雪会在这里面住 加上许知秦岁树年纪也不小了 所以 他平时很少到西屋来 有什么事情 都是在唐屋说的 今天这样 属实有些反常了 云霜 这是怎么了 你今天一直很不正常 你看出来了是吧 那个沈老板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第364章 当年的事情 见他没有回答自己 而是问了新的问题 乔一起也没有追问 而是开始解释 他跟我们一起去的赌市现场 童王老板 他们也认识 便也介绍了给我 我们去广市的时候 也是受他所邀 并且去参观了他的大白鹅工厂 我是觉得不错 所以才想要和他合作的 有什么不对劲吗 不是不对劲 而是我觉得这个人 可能跟我们合作不了 柳云霜这么一说 乔一起也有点账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发现了什么吗 你先别问我 你跟我说一下 你对这个沈老板的了解 还有那个沈夫人 你都知道多少吗 听柳云霜这么问他 乔一起也不敢大意 瞬间严肃了起来 这个沈老板 在京市算是比较厉害的大老板了 一开始他们沈家 好像并不是很上台面的 加上之前又做生意 那几年也被打压得不行 不过后来 这个沈夫人倒是拉了他们一把 听说这沈夫人家里面 都是有权的 当年也是沉寂了一段时间 后面经济重新发展起来了 他们便大刀阔斧的 做了一些改革 除了一些传统企业 外貌也做得非常好 最主要的是 发明了很多很多东西 都带有便利性的色彩 就比如说 那个高压锅和电饭锅 就是他们推起来的 是了 东西是他们推起来的 但不是他们发明的 这个沈夫人 确实不是一个普通人 上辈子他死得很早 好像是在许志威 被接回去的第一年 就死掉了 后面才有了许兰春 被接到京市的事情 可是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可能会突然死掉了呢 难道 这其中还有什么原因 是他不知道的 柳云霜思考着自己的事情 已经出了神 瞧一起伸手 在他眼前挥了挥 怎么了 这是出什么事情了 一起 有件事情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 你就实话实说呗 咱们两个之间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柳云霜深呼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调整了一下 自己的情绪 这才一脸严肃地看着他 一起 这个沈老板 我之前应该是见过 你是说你见过他 难道是他之前 在新铜县的时候 你们有过交集 他的眼神里面 有一些疑问 如果说遇到了故人 为什么刚才在饭桌上 柳云霜不说 很明显 那个沈老板 也没有认出他 可是 柳云霜自从见到了沈老板 就有些不对劲 对 就是那个时候 我见过他 可是他应该是不认识我的 他这么说 乔一起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 不过 你见过他 跟我们与他合作 有什么关系呢 你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许志威的事情吗 许志威 对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这位沈老板 应该就是许志威的生父 什么 居然是他 他跟许兰春 曾经有过一段 应该不是曾经有过一段 反正他们俩之间 是发生过关系的 而且那次还被我看到了 不过 我当时太害怕了 就没有说出来 后面这个沈老板就不见了 许兰春好像 是知道他的身份 一直坚持着 要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而且 当石家里面的人发现的时候 那孩子已经很大了 那个年代 大家穿的都比较宽松 加上吃的又不是特别好 肚子并不会特别大 只有到快生的时候 才会遮不住的 虽然这是他上辈子死了之后 才知道的事情 不过他 不能明确地告诉乔一起 现在这么说 也算是合理的 如果这个人 真的是许志威的生父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他们两个人之间 真的有血缘关系 就凭我们跟他们老许家的关系 许志威肯定会从中作乱的 你想一想 失散多年的亲女儿回来了 她肯定是要想办法补偿的 如果她说 不想让大白鹅跟我们合作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吗 柳云霜这么说 也是想让乔一起 打消这个跟他们合作的念头 毕竟任何的安全隐患 他们都要避免 万一后面真的出现了货源的问题 或者是直接在产品上面使绊子 那他们就麻烦了 与其羊汤纸废 不如釜底抽薪 从一开始 就把所有的可能性掐断 不过 下一秒男人便拉住了她的手 云霜 你听我说 沈老板就算是许志威的父亲 也不会那么做的 首先 她是一个商人 商人重力 只要我们能给她带来足够的利润 她便不会对我们做什么的 相反 还会把我们当成财神爷一样 供着 另外 那位沈夫人也不是吃素的 大白鹅是在她的名下的 也是她全权负责的 如果说 许志威真的是她的私生女 那么这沈夫人 就算是再大度 也不可能宠溺着她 把自己的胡合作伙伴打掉了 甚至 她非常有可能会讨厌这个私生女 毕竟 沈夫人和沈先生 已经育有二子一女了 再多出来一个女儿 也是无关紧要的 那你是什么意思 还是想要跟他们合作吗 你别着急 我到那边去考察了 其余的场子 都是小打小闹的 不成气候 但是这个大白鹅不一样 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品牌 还有自己的研发团队 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跟他们合作 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 我就是担心 柳云霜说着 眼神不自觉地往旁边看 你别担心 咱们不是头脑一热 就跟他们合作的 咱们之间是需要签订一定的协议的 到时候 条条框框都要写清楚 如果是因为他们的问题 只是我们的生意受了磨难 那咱们可以拿着那个合同 去起诉他们 还能得到一批赔偿金 不管到时候 到底是怎么样的 咱们都是不亏的 第365章 签合同 乔一起说的温柔 且质地有声 柳云霜不懂这些 不过也觉得挺有道理的 反正我跟你说了 这个事情 你要自己想清楚 合作也可以 不过所有的注意事项 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要全部写在合同上面 不然的话 就不要合作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的 就算是有问题 也有我扛着呢 乔一起说着 就摸了摸他的头 柳云霜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他 许志威就是沈老板的私生女 可是他已经暗示到这里了 乔一起还觉得没有关系 便有些不会了 把这事情说完了之后 乔一起也没有太当回事 每天还是山上山下的跑 另外就是新房那边 他每天都过去开窗通风 晚上的时候 再把窗子关上 隔三差五的 就要让沁子和喜子 过去打扫一遍 云霜 这房子也没什么问题了 咱们山上的那些水果 现在最多的就是核桃了 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能卖青皮的 卖青皮的 卖不了青皮的 我们就包了皮 卖干核桃就行了 也就是一个月的事情 满打满算就能结束了 你看 我挑了三个日期 你觉得哪个合适 咱们在那一天办酒席吧 他挑的日子 都是阴历八月份的 阳历也就是十月份 估计到时候 家里面的庄稼也都收完了 地里面的秋菜 不知道能不能大批量下来 八月十五不太好吧 毕竟是中秋节呢 要不然 我们就选在十六吧 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寓意也好 见柳云霜把日子定了 瞧一起的心 也算了放下了来 行 十六就十六 我喜欢十六 因为定了日子 就要准备起来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不过他说新嫁娘 都是要做几床被子的 隔天 便让沁子和喜子 回到县城里面去 买了八床被子 八床褥子的材料 现在的行李 都是需要自己做的 他看着这么多 还有些那纳闷 怎么买回来这么多 咱们也用不着 家里面的行李 都是新做的 这不一样 这是结婚用的 八 比较吉利 就买了这么多 云霜 下午的时候 如果不忙 让大嫂几个人过来 帮你一起做吧 行 那就让他们一块来吧 柳云霜也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就算是说了 这乔一起的热情 也不会降下去的 除了做被褥 他们还要进城去采购一番 家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 都要换成新的 红色的 甚至是带着喜字的 还有一些红包 糖果什么的 也要提前买 乔一起说了 结婚了 就要置办几件像样的行头 到时候多买几件衣服 留着后面慢慢穿 也不会浪费的 柳云霜拗不过他 便说还有时间 就先做被子 等不忙了 让柳飞雪和刘雨露陪着他 一起去市里面置办 是的 他们准备去市里面的百货大楼 因为县城里面的供销社 乔一起根本看不上 就怕置办的不全 让他受委屈 瞅着这男人 对自己这么上心 他也挺开心的 做被子的时候 除了杜若红和李月兰 李水仙也过来了 是李国锋去跟他说的 毕竟是结婚这样的喜事 大家都高兴 四个女人坐在炕上 一边做被子 一边聊天 也是热热闹闹的 这些东西 做了两下午 也就做完了 还没有想好哪天 去置办其他东西的时候 沈老板倒是把他的样品 都拿了过来 这几个人 直接去了市里面 顺带着把柳飞雪 和刘宇璐也带上了 东西不是特别多 每中都有几样子 但是都比较有特色 基础性功能的也比较多 质量都还不错 柳云霜很满意 加上双方聊得也不错 瞧一起 便要跟对方签合同 不过 没有用他们准备的 而是自己拿出了 三份厚厚的合同 递给了沈老板和沈夫人 一人一份 他们看对方是有备而来 也都认真了起来 不过 合同是约束双方的 都是为了保证双方的利益 也挑不出什么错来 当即 就把这个合同签了 而且这个沈夫人 确实有魄力 第一批进货的时候 是不需要货款的 可以打白条 等到后面再进货的时候 就需要把第一批的货款补上 这样算下来 对他们来说 就是非常有利的 属于空手套白狼了 当然了 人家也不傻 如果这一批货 他们在半年之内 没有卖出去 货款也是要收回来的 如果卖不出去 只要不影响第二次销售 便可以给他退回去 柳云双觉得极好 这样一来 就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了 加上房子又是自己的 他们除了人工和装修 基本上就属于零投入了 合同签好了之后 这沈老板和沈夫人 居然决定在市里面住一段时间 正好 下午他要过去置办东西 沈夫人居然也要跟着一块去 不过他们买的都是小东西 茶杯 茶缸 牙刷 牙膏 枕套 枕筋 糖果 茶叶这些杂七杂八的 人家沈夫人便直接上了楼上 去看首饰和一些其他的贵重物品了 不过 他人不在这 姐妹三个也能轻松一些 瞧一起隔天 便别让张师傅过去二楼那边 把设计图纸也做出来了 底下是超市 上面专门卖电器 到时候装的高大上一点 并且把货园也联系上了 现在就不是小大小帽了 要上的东西就多了起来 所以 这个货园也必须要稳定才行 而且 必须要有备用的 等到把这些都弄好了之后 也到了八月十五 这天下午 所有人都放假了 只是山上要留下一个人值班 他结婚的事情 三奶也知道了 已经回来好几天了 说是家里面没有老人 要帮着忙活忙活 还有刘雨露的公婆 也过来了 按照常理 他们是不需要过来的 人家劳两口说了 过来帮着干点啥 也是一番心意 第三百六十六章 结婚 柳云霜挺高兴的 并不是因为帮忙 而是觉得那边的人 确实把刘雨露当回事了 晚上的时候 三奶就去山上 跟着三爷一块住 李国锋回家了 他也是难得有空 能回家住一天半天的 下午的时候 柳飞雪和刘雨露 一块回来了 手里面拿了很多东西 他还有些纳闷呢 这咋又买了这么多 大姐 这是我二姐和我 给你准备的嫁妆 大姐夫对你很好 我们很放心 希望你们以后 能永远幸福 永远开心的在一起 哎哟 突然说这种煽情的话 她还有些接受不了呢 这两个妹妹也真是的 你看你俩 被子和褚子做了那么多了 怎么又做了六床 根本就盖不过来啊 那些是姐夫准备的 这些是我们两个准备的 自然是不一样的 大姐你就收着吧 慢慢盖 一天换一床 每天都盖新的 静冒虎气 柳云霜说着 就点了点柳飞雪的头 对方也不生气 直接笑了起来 除此之外 他们还准备很多 其他的东西 枕套 枕巾 茶壶茶杯套装 甚至还有两身睡衣 都是红色的 一转眼 你们几个丫头都长大了 你看飞雪都知道疼人了 云霜啊 你们家的日子 是真的越来越好了 三奶在旁边说着 笑得一脸的慈祥 三奶 那是自然的 你放心 不光是我们家 你家的日子 也会越来越好的 我大哥和大嫂人好 脾气也好 你跟三爷也和解 家和万事兴 这就是最好的 哎哟 你看我们小飞雪 就是会说话 一行人 又是其乐融融的 隔天 他们所有人 都是要放假的 因为柳云霜 和乔一起要结婚 是要请所有人的 新房子已经布置好了 他们也简单 从老房子这边 把人接到新房子那里 乔一起 就直接背着人过去 也不用坐车了 毕竟只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晚上的时候 陆陆续续过来一些人 给他添妆 一般都是枕巾 枕套这些 杜若洪却给他买了一只银镯子 李月兰送了两只暖水瓶 还有陈楚娥 也送了一个皮包 李水仙也是 给他绣了六块盖布 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 一看就是用了新的 隔天 村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来了 乔一起直接买了两头猪 让杀好了送过来 今天所有的菜 都是新鲜的 八凉八热 两个院子里面 连带着门口 一共摆了五十桌子 虽然离得近 不过该有的仪式 是一点都没有少 柳云霜早早地就起来化妆了 这个工作是交给柳飞雪的 他穿着一身正红色的衣裙 这个是提前定做的 本来乔一起说 也可以穿旗袍的 不过 他觉得那个太显身材了 不符合他的气质 就要了这个 穿上去是典雅大方的 柳飞雪给他化了个妆 因为本身就是浓眉大眼的 所以妆容就不需要太重 精致一些便好了 头发挽起来 戴上一只花叶相间的红花 那种长长的 插在头上还会一颤一颤的 有些碎碎会飘出来 特别好看 等把所有的都弄好了之后 屋里面的人都是 倒吸一口凉气 大姐 太好看了 不是柳飞雪乱说 是真的好看 现在的柳云霜 更像是大家闺秀一般 端庄典雅 甚至还有一些雍容华贵在里面 最主要的是他周身的气质 那种自信的感觉 好像其他人在他周围 都是陪衬一样 屋里面都是平时玩的好的女同志 陈楚娥看着他 也是有些感慨的 云霜的好日子 来了 这次是真的嫁对人了 光从这面相就能看出来 其余的人 也是这个意思 尤其是两个妹妹 直接抱住了他 大姐 往后 我们都是好日子 可不心掉眼泪啊 这可是大喜的日子 好了好了 快去把门插上吧 那边已经放鞭炮了 等下姑爷子就要过来了 三奶是这边女同志主事的人 因为家里没有长辈 就让他和三爷过来当长辈 所以大家都听他的 一听说要过来了 这边连大带小的都跑过去赌门了 虽然只有一强之隔 过来的时候 冷建国还是代表娘家过去迎接了 跟着的有李国锋和许志诚等人 洪新生产队的人 也觉得有些搞笑 这柳云霜都跟乔同志结婚了 还能跟许兰江他们一家关系这么好 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不过 许兰江今天可没有过来 倒是杜若红连带着三个孩子 都过来帮忙了 乔一起想要进门 就需要给大家红包 一群人 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 他坐在屋子里面等 外面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终于 里面的人不再难为他了 这群人便推门而入 每天都生活在这个房子里 好像今天格外的不一样 等人到了西屋之后 乔一起穿上了一身剪裁合身的西服 头发也是精心打理过的 那种精气神是无法比拟的 好像比平时更加帅气了几分 他看到柳云霜的时候 眼睛里面也有光彩 没想到自己的媳妇 这么一化妆 居然好看到这种地步 他手里拿着一捧花 还是新鲜的玫瑰花 这个是沈夫人说的 玫瑰代表爱情 所以要用这个来接心人 云霜 我来娶你了 简单的一句话 便让周围又重新热闹了起来 全部都是哄闹声 现在结婚 虽然热闹 可是并没有那么多的习俗 柳云霜跟他坐在炕上 三奶煮了饺子过来 喂给他们两个吃 外面 是许之里问他妈 这饺子生不生 柳云霜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配合着说了句声 乔一齐也是 气氛一度十分热闹 紧跟着就可以把新娘背过去了 也没有几步 不过 乔一齐直接来了个公主抱 旁边的喜子一脸的嫌弃 哎呀老大 你这什么急啊 这嫂子早晚都是你的人 快放下 背着过去啊 第367章 许兰河随理 不过 乔一齐才没有听他的呢 大不留心的抱着柳云霜 就往新房子那边去 他自己都有些忍不住害羞 把头埋在他的怀里 不敢抬起来 旁边又是一阵起哄声 等到了新房子 直接就去了他们的新房 最东边的那个房间 屋里面已经焕然一新了 到处都贴着红色的喜字 床上更是铺了一套红色的被子 上面 绣着鸳鸯细水 背后是他们之前准备的被褥 还有柳飞雪和刘雨露两个妹妹 给他准备的 落了那么高 接下来的事情 就比较简单了 外头也都纷纷准备起来了 他们在屋里面待了一会儿 就去举行了仪式 现在的仪式没有那么多的步骤 就是证婚人张长明在前面 给他们证婚 顺便宣读了一下主席语录 而后是三爷和三奶上前 向两位新人说了一些祝福语 便里成了 柳云霜被掺了回去 接下来开席的时候 他还要跟乔一起去敬酒 在外面零食汁的帐篷 已经忙碌起来了 到处飘的都是肉香 不少人已经落座了 很快 流水一般的食物就上端了上来 乔一起和柳云霜坐在床上 他拉着自己媳妇的手 一脸的幸福 云霜 我终于娶到你了 以后你便是我的 刚想有进一步的动作呢 许之情便带着许之义跑了进来 妈 我三奶奶说 他们那边开始上菜了 让你和乔叔叔准备一下 过去给大家敬酒 这两个孩子是没有看到什么的 不过柳云霜 还是闹了的大红脸 好 我知道了 这就来 转头 就对了乔一起一下 对方有些吃痛 不过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是笑嘻嘻的 从今往后 他跟柳云霜 就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的了 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谁都管不着 想想就开心呢 等菜都上齐了 大家刚开始吃的时候 这二位新人便出来了 因为有五十桌 需要一一的敬酒 这也不算是一个小工程吗 他们从头开始 不跳过任何一个 到哪一桌都是很礼貌的 只不过并没有喝那么多 柳云霜的酒力浅 基本上就是稍微舔一口 别人也不会多说什么 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那些酒席上 说白了 就是为了吃来的 这个年代就是这样 不管是谁家办酒席 对于其他人而言 那就是改善伙食呢 他们这边忙忙碌碌的 气氛好的不行 等进到最后的时候 门口突然停下了三辆轿车 这是谁来了 这么大的气派 人群中 不知道谁问了一句 今天结婚 乔依奇可是一个他的朋友 都没有请的 难不成 是他的朋友自己过来了 对方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亲子立马站了起来 大家继续吃 继续喝 我过去看看 一会儿 人来了 居然是沈老板和沈夫人 柳云霜有些狐疑 这两人怎么来了 虽然自己之前 跟他们说过结婚的日期 不过他们 好像是说 在这之前就要离开的 这怎么回事 没走成吗 不过 还是跟着乔一起 笑意盈盈地迎了过去 云霜妹妹 太好了 终于赶上了你的婚礼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一点小心意 不成敬意 说着 便递过来了一个包装 很精美的盒子 柳云霜双手接过 沈夫人哪里的话 您和沈老板能来 我和一起就很开心了 赶紧啰嗦吧 都是场面人 说点场面话 也没有什么 况且 他觉得这两个人 突然到他的婚礼上来 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但具体是什么呢 他也不太清楚 最近忙着备婚 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的事情 估计沈老板和沈夫人 也是想要给乔一起 留下一个好印象吧 毕竟以后还要经常打交道呢 敬酒还在继续 这两人落座了之后 也没有摆架子 跟其他的人 也是客客气气的 桌子上的东西 也吃了两口 并没有任何的嫌弃的意思 两人刚打了一圈 准备回去休息的时候 突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响了起来 云霜 他一抬头 就看到了许兰和 站在桌子外围 因为他们今天摆得太多了 就连门口的这块空地 不征用了 他从大道过来 直接就看到了 都多长时间 没有见过许兰和了 没想到 他今天居然会过来 柳云霜没有说什么 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 乔一起上前 把他挡在了身后 许同志 今天是我和云霜的酒席 既然来了 就喝杯洗酒吧 按理说 这前妻再婚 他这个前夫 是最不应该出现的人 就连许兰江都知道回避 他居然这么大喇喇地 就过来了 这不就是故意的吗 哦 不用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 随个李就走了 说着 真的往李桌那边去了 别人都是一过来就随李的 现在那边只坐了一个人 账本都收了起来 他过去 放下了一个红包 转头就走了 旁边的许之城 看到了 连忙过来 我过去看看他 说着 还伸手比划了一下 柳云霜点了点头 知道这孩子也是好意 怕许兰和想不开 过来给他闹事呢 这个年代 虽说是男女平等 可是对于女性来说 就是不公平的 两人离婚了 被戳几两股的是女性 两人各自再婚的时候 会说男人有出息 又找到了媳妇 但是女人再婚的时候 就会被其他人说三道四 反正都是不好听的 同样 这男人也会觉得 离了婚的女人 背叛了他 哪怕两个人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多可悲 这刚走到大道边上 老许家的其他人 就跑了过来 为首的是 许老太和许兰春 这还是他生了孩子之后 柳云霜第一次见到他 许之威也跟在后面 他看了看 坐在旁边的沈老板和沈夫人 顿时有些紧张 没想到 这辈子 女主和自己的亲爹 居然是在自己的婚礼上碰面的 多讽刺 第368章 认出来了 许老太看着 跟前这么大的阵仗 眼珠子咕噜一转 顿时 就把迎面走上来的 许兰和拉住了 老二 你到这里 来做什么 你别忘了 你现在已经跟凤娇结婚了 那种下唐妇 可不要再继续惦记了 他的声音不小 虽然这话 不是说给柳云霜听的 可是实实在在就是骂他呢 明知道今天 是人家半酒席的日子 他还故意这样 简直就是该死 亲子和喜子都坐不住了 准备过去找他算账 张长明和徐会计赶紧起身 把这两人拦住 大喜的日子呢 别闹不愉快 让我们俩过去瞅瞅 怎么说 他们都是对里面的干部 这许老太 必须给他们两分面子 那边的许兰和 立马就开始解释了 娘啊 你别误会 我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今天过来就是隋个礼 没有想那么多 许老太文言 立马就炸了 什么 你居然还给柳云霜随礼 老二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他可是 你不要的下唐妇 如今在嫁了 你居然还给他水里 你这脑子 是不是撞坏了 说着 就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去点他的头 许兰和没有任凭他碰到 而是转身闪开了 娘 快走吧 别在这闹事了 他说完这句话 张长明和徐会计也过来了 是啊 许老太 今天人家大喜的日子 你们几个就不要在这丢人了 赶紧离开吧 都是一个队上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别把事情动得太过了 以后见面都是仇人 两人你一言 我一语的 都是希望他们赶紧离开 可是这许老太却不干了 他们家跟柳云霜家 早就不死不休了 不用说也是敌人 何必在乎什么脸面呢 我当然是要走的 叫我来我也不稀罕 不过刚才老二随的脸 我要拿走 我们家老二傻 柳云霜也好意思要 这怕是穷风了吧 一整个大乌语 谁知道许兰河这个人 居然会跑过来呢 而且也没有人让他随理 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好不好 许老太这上来 就不分青红皂白的 给他们扣帽子 完全是故意的 我们刚才看得轻轻的 许兰河是自己要随理的 没人逼他 你觉得乔同志他们 缺这个红包吗 真是不知所谓 张长明的态度 也冷了下来 对付许老太这种人 就不能好好说话 这边喜子直接就站了起来 跑到李桌跟前 要了他刚才的那个红包 气冲冲地扔到了他们身上 赶紧拿走 今天是我们老大和嫂子 办酒席的日子 不想添了晦气 你们有多远 滚多远 咋的 你是谁啊 又不是我们队上的人 凭什么命令我呢 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好家伙 这是开始耍流氓了 柳云霜和乔一起 自然也不能看着 便也起身往这边来 许老太这明摆的是要砸场子呢 他怎么能让这人如愿 其余的宾客也都不看热闹了 今天能叫过来的 多多少少跟他们家 都是有点关系的 无外乎 就是平时干活的时候 会叫一些人 觉得不错的 今天都请了 乔一起的本意 是想热闹热闹 让大家见证一下 柳云霜的新生活 同时也得到一些祝福 所以这群人 基本上都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就连沈老板和沈夫人 也都站了起来 柳云霜现在顾不得 去跟徐老太等人纠缠 他不知道 要不要劝沈老板和沈夫人 先到里面去 毕竟对面 可是许兰春和许志威啊 这么想着 还没等说话呢 后面的许兰春 便开始阴阳怪气了起来 怎么请了这么多人 偏偏不请我们 别忘了 你以前可是吃了 我们家十多年的饭呢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简直就是白眼王 说完 还冷哼一声 抱着肩膀 妥妥的泼腹形象 柳云霜这才认真的 看了一眼许兰春 生完孩子之后 他胖了许多 不过并没有很精致 头发拉里拉遢的 脸色有些蜡黄蜡黄的 甚至 还长了一些细纹 黑眼圈非常浓 穿的也不是多合身 而且 衣服上面 还有一些疙瘩印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有洗干净 或者是衣服脏了 根本就没来得及 去换洗呢 他自己全然不在乎 这一身的狼狈 反而还沾沾自喜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跟秦玉良的夫妻关系 有些不合 他的面相 居然戴上了一些刻薄 许兰春 差不多行了 注意你自己的言行 不要没事找事 张长明是真的 看不惯这个人 说他是脚夹精 一点错都没有 可如今已经嫁出去了 还在他们的生产队里面 指手画脚的 着实让人讨厌 柳云霜刚要开口对两句 旁边的沈老板 居然站出来了 各位 听我说两句 今天是我乔老弟 和弟妹大喜的日子 办酒席呢 大家都热热闹闹的 你们要是诚心祝福 那就坐下来喝杯喜酒 要是没有别的事 那就赶紧回家去吧 咱别伤了和气不是 他这一说话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了上来 沈老板已经四十多岁了 不过保养得当 加上没怎么吃个苦 皮肤白皙 看着又年轻 穿戴又是极尽考究的 一看身份地位 就不寻同于常人 柳云霜死死的 盯着对面的许兰春 果然 对方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惊讶 紧跟着 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 就如同雷雷击了一般 甚至有些站不住 向后歪了去 不过许志威眼急手快地 把他扶住了 妈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没 我没事 他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不过整个人看上去 根本就不是没事的呀 哆哆嗦嗦地 擦了好几次自己的眼睛 确定没有看错之后 这才伸手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然后一脸震惊地走上前去 完了完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柳云霜打死也没想到 这辈子 自己居然成了他们相认的纽带 这该死的命运呀 第369章 认清现场 来不及叹息什么 便看到那许兰春 已经走向了沈老板 对方也有些纳闷 不过依然保持着微笑 这位同志 如果你饿了 就坐下来一起喝杯喜酒吧 许兰春却没有回答他 而是伸手 想要摸一下他的脸 沈老板下意识地躲开了 脸上升起了一些韵母 这位女士 还请自重 她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眼睛里面顿时蓄满了泪水 若初 你是不是沈若初 听到对面的这位女同志 清晰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沈老板也有些讶异 你认识我 果然是你 13年了 我找你找得好苦呀 说着 居然拿拳头去吹人家的胸口 沈老板还没有弄清 这眼前人是谁呢 自然不能由着她 便向后躲去 旁边的沈夫人倒是很淡定 上前抓住了许兰春乱舞的手 这位女士 不知道你何故打我的丈夫 如果没有理由的话 我们可是要报警吧 这一句话让她瞬间清醒了过来 你的丈夫 你说沈若初是你的丈夫 沈夫人伸手把她的手甩掉 眼神轻蔑 不然呢 看着眼前雍容华贵的女人 许兰春有一瞬间的愤怒 便指着沈老板的鼻子破口大骂 好啊 沈若初 你个没良心的 13年前在新童县 你强制性地和我发生了关系 还同我说将来一定会娶我的 我为你守了这么多年 还生了一个女儿 结果呢 你转身便娶了其他人 你怎么对得起我啊 好家伙 这一番话的信息量太大了 刚才想上来劝架的人都愣住了 什么情况 眼前这个老板 居然是许兰川的情夫 那可就是许志威的亲爹啊 看着这人应该挺有钱的 那他们老许家 以后是不是就飞黄腾达了 果然 沈老板的神情也不自然了 伸手指着他 有些难以置信地问的 你是 你是当年的那个女孩 我当时不是给过你钱了吗 你怎么 你是给过我钱了 可当初你也说过 你要娶我的呀 怎么就变卦了 你不知道这些年 我在队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 所有人都指指点点的 我们的女儿 更被别人说成是私生女 说着 居然还委屈了起来 沈老板叹了口气 很明显对于眼前的这种情况 有些捋顺不过来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呢 你是说 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孩子 是个女儿 是啊 是啊 就是她 芝威 快过来 快来见见你清殿 于是乎 所有的目光 又都集合在了许芝威的身上 许芝威愣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 这时候 系统的声音响起了 宿主 这就是你清殿 金氏的富豪 你的好日子要来了 什么 他居然是我的清殿 可是 他为什么不早点过来找我了 你听不出来吗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 现在知道了 你要好好表现 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 嗯 我知道了 听着他们两个的对话 柳云双心里面 富匪了起来 看来这个系统 果然不是很简单 他应该是早就知道了 许芝威的身世 所以才选中了他 狡猾 真的太狡猾了 于是乎 女主一脸的不可置信 眼睛里面也蓄满了泪水 沈老板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步一步的上前 你 就是我的女儿吗 许芝威也看着她 并不说话 而是一个劲的掉眼泪 旁边的许兰春 赶紧跑过来 揽住了她的肩膀 芝威 快叫爸呀 这可是你的亲爸 以后 就再也没人说你是野种了 你爸回来找你了 这话说的 好像他们过得很可怜似的 实际上 队里面虽然有那些嘴碎的人 但是如果他们 不自己做死的话 也是可以好好生活下去的 孩子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沈老板伸手 刚想抱一抱许芝威的时候 便让沈夫人给打断了 等一下 这个事情 我觉得 你应该跟我解释解释 而且随便冒出来一个孩子 就说是我们沈家的人 这未免太过儿戏了 他这么一说 沈老板果然也恢复了几分正常 并没有刚才那么感性了 旁边的许兰春 却是有些急眼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芝威就是沈若初的孩子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怕我们家 芝威回去了 影响你的地位是吧 告诉你 当年他可是说了 要娶我为妻的 你是后来者居上 实相点的 就赶紧同若初离婚 他居然还在这里命令上别人了 柳云霜简直没眼看 给旁边的杜若红使了个眼色 对方立马瞄懂 哎呀 蓝春呀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不管当年如何 你们现在都各自有各自的家庭了 你还生了小宝 现在说那些 还有什么用啊 杜若红的一句话 便把他拉回了现实 傅太太的梦想 瞬间就落空了 是啊 他已经结婚了 嫁给了秦玉良 并且还有了一个孩子 一个属于他 和其他男人的孩子 沈若初听了这个话 也完全冷静下来了 当年的事情 是我对不起你 不过 我记得 你好像是自愿的 而且事后 我也给了你钱 如果之威真的是我的孩子 那我肯定不会放任不管的 至于其他的 不好意思 我跟你也不是多熟的 许兰春自然是不愿意放过 这棵摇钱树的 当即就要发火 沈老板快他一步 连忙说道 你放心 这些年你受苦了 为了抚养我们的孩子 我肯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旁边的沈夫人也把话接了过去 是啊 我们会给你一定的补偿 既然你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那就不说其他的了 今天是乔老板和云霜妹妹的婚礼 咱们不好宣兵夺主的 这些事情 就放在后面再说吧 不行 咋能后面再说呢 之威就是你沈若初的孩子 我还等了你那么多年 你一句话 带过就算了 第三百七十章 沈夫人的手段 这明显 是要讹上人了 真不知道许兰春怎么变成这样了 居然连演都不愿意演了 沈夫人一脸歉意地看着她 不好意思 云霜妹妹 突然出现了点家里事 还请借我一间房子 让我们解决一下 三奶看到了 赶紧上前去 这位女同志不嫌弃的话 就去我们家吧 在后院 云霜这边到底是新房 不太方便呢 好 那就麻烦您了 老人家 三奶跟柳云霜事宜一下子 便把这群人都带到了后院 亲子和喜子赶紧招呼着大家 继续吃饭 虽然这个事情影响挺大的 但是众人对于吃习的热情 还是不简单 柳云霜回到房间里面 换了一身简单的衣服 不过也是红色的 这边事情还没完呢 可他们两个得到后院去看看 第一 这沈老板和沈夫人 是冲着他和乔一起的面子来的 他们不可能不管不顾的 第二 若是在三奶家打起来了 他们也得过去帮忙 毕竟三奶也是因为他 才把自己家的房子疼了出来 乔一起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眼神温柔 还真的让你说对了 没想到沈老板 居然真的是许志威的亲生父亲 看着吧 老许家又有的闹了 是啊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吧 别到时候给三奶他们添麻烦 嗯 走 乔一起这么说着 就拉着柳云霜往后面去了 不过 事情好像跟他想的不一样 沈老板对于许志威 还是很认可的 鉴于沈夫人在这 还是说要去抽血花咽一下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亲子鉴定 只不过这个年代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情 也不普遍 甚至连专业的代名词也没有 许兰春自然是无所谓的 牛逼轰轰的看着沈夫人 就像是在看着情敌一样 说让许志威去跟他做化验 他不怕 他敢肯定 这个孩子就是沈若初的 所以丝毫不畏惧 柳云霜和乔一起过来的时候 这几个人正在三奶家的堂屋里面说这事呢 也没有关门 三奶见他们来了 便迎了出来 云霜啊 这虽然是人家的家务事儿 可这两个老板 是因为你们过来的 还是进去看看吧 行 三奶 我也是这个意思 这不就过来了 老人叮嘱了等会儿 可不要闹起来之后 才让这二人进了堂屋 柳云霜和乔一起 也没有多说什么 跟沈老板和沈夫人点头示意 之后就坐在了旁边 若初 当年你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都记得呢 这之为肯定是你的孩子 你想化验那就化验 我什么都不担心 不过 你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千万不要被别人掉包了 说完之后 还一有所指的 看了看沈夫人 沈老板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人担心的 也是正常的 不过 碍于面子上 还是解释了一句 招话不是那样的人 你放心吧 哼 他怎么不是那样的人 平时就算了 这可是关系到你的亲骨肉呢 他怕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自然会做一些 令人发指的事情的 你可千万不要 被这个女人所蒙蔽了 文言 沈夫人翻了一个白眼 以一种特别看不起人的表情 瞅着许兰春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这些年 我给他沈若初擦的屁股还少吗 就算是真的私生女 也不多你这个 什么 你居然还有其他的孩子 不光是许兰春震惊了 在座的其他人也都震惊了 沈老板有些讨好的看着沈夫人 而后转头对上了许兰春 我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在这里知怀 不瞒你说 当年我被别人算计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本身也是把你当成了别人 后来等我清醒的时候 才知道睡错了人 那些话也不是说给你听的 不然为什么 我后面会给你钱呢 沈老板这话一出 所有的误会便解开了 不然他为什么说 要娶许兰春 现在又说 后面给了他钱呢 给钱 就是结束的意思 原来是他认错了人呀 这也跟他知道的事情 全部都对上了 不是 你这啥意思 我们兰春 当时可是清清白白的 黄花大闺女 你说祸害就祸害了 现在孩子也给你养了十多年 你居然还敢说这种话 简直是丧良心呀 徐老太说着 就要往地上坐 不出意外 下一秒就要开始嚎丧了 旁边的沈夫人看到了 直接冷哼了一声 我劝你们现在不要在这里闹事 我的脾气是有限度的 如果真的把我惹毛了 那我们就离开 什么清清闺女不清清的 我们也不稀罕 反正老沈外面的孩子也不少 不差这一个 他看着许之威 就像看着一件商品一样 十分的挑剔 若出都没有说什么呢 这里哪轮得到你做主 许之威文言也有些愣神 怯生生的开口 他说的是真的吗 孩子 你不要管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女儿的话 那我们沈家 绝对不会让自己的骨血 流落在外面的 这一句话 相当是给他吃了定心丸 不过 徐老太又不干了 哼 光把孩子接走了 孩子娘呢 真是没良心 都说了认错了人 当时也给钱了 你还在这叫什么脸 你说给钱就行了 当我们家兰春是什么人呢 别以为你们有钱 就可以随意欺负人了 这世间 还是有王法的 小心我们过去告你 柳云霜发了个白眼 实在是不想管老许家的事情 不过现在都弄到他的跟钱来了 也不可能一句不说 那些年茶的多言呀 未婚生育 还跟别人有了奸情 这就是流氓罪 你告了沈老板 许兰春也是当事者之一 而且他收钱了 兴致就变了 就算是你们去告 自己也要折进去 我劝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还是把嘴闭上吧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说 兰春和志威的事情呢 你插什么嘴 第371章 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是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你还闹到我的婚礼上 恶不恶心呀 咱们两个的仗日后再算 你别以为这 就算结束了 云霜妹子 不要跟这群人一般见识 我们沈家的门 也不是那么好近的 看着沈夫人 一直都是比较淡定的状态 估计也确实是为沈老板 解决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现在的态度 已经属于麻木了 柳云霜没有多说什么 那是人家的家务事 只是微微的汗手事宜 许志威是吧 现在是你 和我们沈家的事情 其余的闲杂人等 就出去等吧 别在这里闹来闹去的 烦躁 你这是啥意思 我们可是志威的妈和姥姥 你让我们走 万一你欺负我的外孙女 可怎么办呢 许老太以为 抓住许志威这个话柄子 就会让对方妥协的 可是 沈夫人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 宿主 当务之急 还是想办法与沈若出相认 等你回了京市 掌握了整个沈家之后 还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你说的对 等我把整个沈家 掌握在手里面了 到时候不管是谁 都要沉浮在我的脚下 所以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的 现在还不能狗急跳墙 明显沈若出对你的感情 也没有多深 这个沈夫人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为今之计 你还是要先示弱的好 好 我明白 姥姥 不行的话 你就回去吧 沈老板和沈夫人 跟咱们村里面的人不一样 人家是见过大市面的 说话要客气一些 他说完 还故意的闪躲了一下子 好像是受了委屈一般 小家子气 尚不得台面的玩意儿 谁知道 沈夫人不仅不领情 还骂了他一句 许志威心里面有些懊恼 不由自主的攥紧了拳头 柳云霜知道 这是已经把沈夫人给恨上了 等结果出来之后 如果他们真的回到了京市 那么沈夫人 是不是还会跟上辈子一样的结果 说实话 这两次交流下来 虽然知道 这人很聪明 不过起码面子上很会做人 加上自己跟许志威之间的仇恨 如果能帮助沈夫人的话 那他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助力 毕竟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这样想着 他心里面也暗自做了决定 徐老太到底是没有走的 只不过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徐兰春也有些气不过 看着沈老板一脸的深情样子 若出 当年我可不知道 你是认错人了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都记在心里呢 你总不能因为一句空话 让我哭等了这么多年啊 好像也不多吧 听说你已经再婚好几年了 而且孩子都有了 现实 也没有你说的那样 当时 我结婚也是迫不得已 我想着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你又没有回来 我们孤儿寡母的 总不能被欺负 这才再婚了 主要还是想为女儿找一个依靠 你能理解我的苦心吧 七 还为女儿找个依靠 那你倒是再婚了之后 把这个孩子接走呀 还不是把孩子扔到了村子里面 自己到城里去享福了 现在你跟秦玉良 又生了自己的孩子 也没说要把这个接回去啊 柳云霜总是在关键时刻补刀 让刚刚生起来的温情 直接降了下去 徐兰春看着他 恨不得用眼刀把他杀死 他承认他 就是故意的 当初这两人结婚 也有他的手笔和推波助澜 就是等着今天这一刻呢 看他吃扁 真的豪爽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女儿的 骗子 王我刚才 差点就吸软了 哼 你放心吧 这些年 你花在我女儿身上多少钱 我都会双倍的反给你的 其余的 就不要再肖想了 徐兰春还想在上前说什么 可是沈老板一脸的嫌弃 于是 他便把矛头转向了柳云霜 一脸的咬牙切齿 好像在看什么仇敌一般 柳云霜 我招你惹你了 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好事 你长点脑子好不好 现在人家沈老板 没有去队里面打听呢 你以为等他闲了之后 会不去问这些事情吗 咱们队里面的 谁不知道这些事 你能骗得了一时 能骗得了一时吗 说完 赠送给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因为乔一起 在旁边 所以他也不敢上前 这人可是相当的不地道 不管男女说打就打 一点都不言骂 那我不管 我到底是把这孩子养大了 你必须赔偿我 要么就娶我 他这么一说 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 旁边的沈夫人走了过来 满脸的讽刺 就你这样的 还想进我们沈家的门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 今生那么多 有头有脸的世家小姐 都上赶着给若初生孩子呢 你跟他们比 连提鞋都不配 他这么一说 许兰春有些破防了 这个沈若初真的是渣啊 居然跟那么多人都有一腿 简直气死他了 柳云霜也能想明白 上辈子许兰春为他守身 如玉十多年 在见面时 都没有经过社会的魔力 还是个风韵犹存的美少妇 加上郎有情 妾有义的 自然便成就了一桩好事 至于他 能在那么多家世显赫的女人中 展露风头 一个是许志威的助攻 另外一个 就是为他守身如玉的这份坚持 他还记得 上辈子媒体大肆的报道 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甚至被写成了人物传记 放在了报纸上面 无形之中 为沈家又增添了不少光彩 可是这辈子呢 许兰春不仅结婚了 还造得灰头土脸的 起码跟美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比旁边雍容华贵的沈夫人 他简直没眼看 沈老板是疯了 才会选这样一个人 不过许志威还是不得不防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既然把事情弄清楚了 那咱们就去医院抽血吧 说那么多也没用 到时候不是我沈家的重 那不就是纯纯的浪费时间吗 第372章 白口 又说到了认清的事情 许兰春倒是重新精神起来了 去就去 我们都要一起去 我倒是要让你看看 之威到底是谁的孩子 好 那就直接去医院 沈老板也发话了 转头过来跟乔一起道歉 乔老弟 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你的酒席上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我始料未及的 弟妹 后面我一定会背上厚礼 上门谢罪的 沈老板客气了 还是骨血比较重要 我们就不留你了 乔一起说着 便把人送到了门口 那边吃席的 也基本上结束了 看着这边涌出来的人 都站在了门口 准备看热闹 咋回事啊 怎么老许家几个人 也跟着坐上汽车了 这是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 谁知道呢 不是说许之威是那老板的女儿吗 估计是要领回家里面去呗 那许老太和许兰春去做什么 许兰春不是跟清阳镇的秦老师结婚了吗 是啊 还伤了个儿子 这突然又跟着人家老板走了 可不是个事啊 你这话说的 他什么人 你们还不知道吗 现在有高知了 自然要踹了秦老师的 哎呀 什么秦老师 那工作早就丢了 后来去县城当老师 好像也让人给开了 这么不当装的人 许兰春不要他也是正常的 底下的人 七嘴八舌的开始议论了起来 很快 三辆小轿车便一块开走了 众人站在大道口看了半天 又是众说纷纭的 柳云霜觉得无聊 便回到了院子里面 现在帮忙的都在收拾着 这些洗面 菜基本上是没有剩下的 不过 这碗盘碟子 都要拿过去刷洗干净 连桌椅板凳 也要收拾干净 这都是在队里面借的 现在这个年代 农村办酒席就是这样 每家每户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桌椅板凳 所以就是 这家借几个 那家借几个 连带着碗盘筷子 也都是凑起来的 俗话说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人家好生生地借给你的 自然是要收拾干净 然后送回去的 不过 这些事情 都不用他们操心 沁子和喜子 就能帮着弄得很好了 还有李国锋和郑海生 也在这里 另外就是许志成了 他虽然回来的时间不长 但是从小在队里面长大 跟谁都能说上几句话 谁家的东西 也都做了标记 到时候 让他们几个送回去就好了 见他和乔一起 回到了新房子里面 几个孩子赶紧凑了过来 尤其是许志成 眼里面全部都是关心 妈 乔叔叔 没事吧 没事 就算是有事 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好好看着弟弟妹妹 别让他们出去乱跑 今天就一直在家里 哪都不要去 嗯 我知道 我们不会出去乱跑的 今天家里面办酒席 几个孩子都是挺高兴的 拿了不少糖果 很多村里面的同学和玩伴 都过来了 他们也挺开心的 主要还是对乔一起这个人 比较认同 听到了肯定的回答 柳云霜也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时候 乔一起从口袋里 拿出了几个厚厚的大红包 知情 我和你妈已经领证了 这酒席也办了 以后就是真正的夫妻了 你愿不愿意喊我一声罢 柳云霜也没想到 他居然会问起这个问题 许知情看了一眼他 又看了一眼乔一起 乔叔叔 你能保证 以后会一直对我妈很好吗 当然 我当然可以向你保证了 以后 我所挣的所有钱 都归你妈管 我所有的房子 店铺 也都是你妈的 将来 这些全部都是你们姐弟三人的 你妈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她让我往东 绝对不往昔 她让我黏狗 我绝对不追击 你放心 只要她愿意 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看着乔一起说的认真 柳云霜 还有一瞬间的感动 眼睛都红了 好 只要你能保证 对我妈永远的好 那我可以改口 所以跟着 就叫了一声罢 乔一起这个激动呀 没想到这么顺利 他知道这三个孩子中 就是许知情最难搞定了 这个孩子年纪大 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又知道是非对错 以为还有一段 很长的路要走呢 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 孩子叫你呢 怎么不答应呢 柳云霜说着 就对了他一下 哎 好孩子 来 这是爸给你的红包 以后好好学习 我供你上大学 许知情双手接过他 递过来的红包 那厚度一看就不少 还有我呢 我也愿意改口 许知理跟他 最为亲近了 立马就主动过来表忠心 甘巴利脆的 叫了一声罢 乔一起这个开心 又拿出来一个大红包给他 而后 就是许知意 哥哥姐姐都叫了 他也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也收获了一枚大红包 看他厚度 最少得有几百块钱的样子 他也一视同仁的 给了冷秋香 一个一模一样的 冷秋香也很开心 一口一个大姨父叫着 拿了红包的四个孩子跑出去 给刘雨露和柳飞雪显摆了 屋里面就剩下这两人 乔一起拉住了他的手 云霜 你听到了吗 几个孩子都愿意改口 这就说明 他们是接受我的 是接受你 你做得很好 你对他们 比许兰和对他们还要好 我很感激你 他说的也是实话 不过乔一起却不喜欢听 那人有眼无珠 这么好的媳妇和孩子不要 如今算是便宜我了 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不要再提这个人了好吗 好 不提了 永远都不提了 柳云霜此刻 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靠在了乔一起的肩膀上 回想着两世 突然觉得有些感慨 过了半天 才冒出来一句 一起 我看着许志威八成 就是沈老板的女儿 只不过当年的事情 我好想知道一点 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 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去见一面吧 我想跟沈夫人说点事情 第373章 洞房花烛 好 我来安排 不过今天 我们就不要操心别人的事情了 等会儿 让他们给我们做点好吃的 吃得饱饱的 晚上脚房后 还要洞房呢 这个所谓的脚房 就是闹洞房的意思 不过 大家也不会怎么闹的 基本上 就是说几句吉祥话 过来讨一些糖吃而已 柳云霜被他直白的发言 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直接红了脸 乔一起越看越喜欢 直接亲了一口 大白天的 你做什么 一会儿被别人看到了 看到了就看到了呗 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现在正眼灵了 酒席也办了 谁敢多说什么 他没想到 乔一起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不过事实也确实是如此 刘雨露和柳飞雪 帮着把外面的餐具 都收拾好了之后 就交给了男人们 让他们按照标签 给人家送回去 这一天 他们姐俩 也是忙忙碌碌的不得闲 好不容易得空了 便过来跟柳云霜说话 大姐夫 你说 你这是干啥呀 怎么给了秋香 那么大一个红包 那丫头堵门的时候 都抢了好几个了 他说的 应该是后面改口的时候给的 不碍事 给小孩子玩的 乔一起轻描淡写的 说了一句 柳云霜知道 那红包肯定是少不了的 厚度都能看出来 哪有给五百块钱 让孩子玩的 你这都好赶上 我们两口子一年的工资了 好家伙 他一猜就不少 不过也没想到 居然这么多 看来 自己的那三个孩子 应该也都是五百块钱 雨露 他给秋香 那你就拿着 接二个 他高兴着呢 柳云霜这么说完 也没有意识到 有什么不对 两个妹妹却都笑了起来 乔一起赶紧上前打圆场 是啊 我今天鼎鼎高兴了 给孩子红包 也是让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等会儿缴房的时候 还请两位妹妹 帮我多拦着点 成 大姐夫 就冲你 对孩子这么好 今天晚上你放心吧 交给我和飞雪 太好了 那我可是感激不尽的 说着 又从口袋里面 拿出了两个红包 分别给了柳飞雪 和柳雨露 他们俩还挺震惊的呢 我们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有红包哪啊 是啊 不管年纪多大 以后都是我和云霜的妹妹 云霜疼你们 这红包是他准备的 说着 就对他几没弄脸的 旁边的两个人 也是能看出来的 见他们关系好 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晚上 一家人做了一顿丰盛的饭 连带着在这帮忙的众人 都一块吃 一共有两桌子 是男女分开的 晚上脚房的时候人更多 热热闹闹的 不过 闹得少 基本上就是给了糖 过来聊聊天 顺便 调侃侃说 两个新人 实在的二婚像 他们这么办的 还是少数 基本上 就是自己家的人 坐在一起吃个饭 也就拉倒 瞧一起阔气 不仅买了两头猪 席面整得好 就连晚上吃的糖果 也不仅仅是普通的水果糖 还有奶糖和巧克力 最高兴的 还是那些孩子了 就连大人也都拿了不少 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这边的人就走得差不多了 陈楚娥当然也没少劝着 众人就没有多呆 说是把时间留给人家两口子 今天晚上所有人都是住在老房子里面的 只有他们二人去了新房子住 柳云霜洗过澡之后 坐在梳妆台跟前把那大友谊往身上抹 他平时也不化妆 但是基本的护肤还是要做的 瞧一起速度很快 等他冲完澡回来之后 便见柳云霜换上了一身红色的 绸缎样子的吊带睡裙 正在给腿上涂抹雪花膏 他过去 接过他手里面的大友谊 帮他抹了起来 云霜今天一天都没闲着 累不累啊 还好也没干啥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嗯 柳云霜自然知道他这话是啥意思 也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瞧一起高兴 把那雪花膏瓶子拧上 放在了床头柜上 便跟他坐在了一起 云霜 你今天真漂亮 你今天也很帅 两个人说完突然都笑了起来 感觉自己都太官方 笑着笑着就看向了对方 瞧一起的眼神里面 有一些小火苗在飘 紧跟着便凑了过来 这一刻 他已经等了很久了 两人都不是年轻的大姑娘 小伙子 做事也有深沉 不过瞧一起出长情滋味 一晚上也没少折腾 三次过后 柳云霜是彻底的不行了 连连求饶 他这才作罢 他自己起来 去洗漱间冲洗 等回来的时候 打了一盆水 替柳云霜擦拭 这人已经累得不行了 倒头便睡 看着自己的杰作 他心里面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隔天 柳云霜醒来的时候 已经日上三竿了 看着太阳那么大了 他猛然惊醒 糟了 怎么睡过头了 披上了一件衣 就往外面跑 路过客厅的时候 正好撞到了桥一起 你起来了 怎么不叫我 今天的菜摘了吗 摘了 都已经送走了 现在已经十点了 地里的活计 已经弄好了 你不用管 快来吃早饭吧 听他这么说 柳云霜才算松了一口气 自从种书菜开始 他是风雨无阻了 早晨要起来帮着摘菜 结果昨天折腾的太晚 居然睡大头了 情色误人 以后可不能贪多了 乔一起给他舀了一碗大米粥 还有新蒸的肉包子 这是刘雨露和柳飞雪 早晨起来做的 一直给他留着呢 怎么样 还难受吗 突如其来的关心 让他红了脸 林芝顾问 这么大年纪了 还不嫌害臊 柳云霜实在是不想理他 不过也十分好奇 为什么乔一起的精神头 看起来这么好呢 不公平 实在是不公平 于是乎 狠狠地咬了两口包子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这两天没啥事 你就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我也陪着你 第374章 着急的许兰海 说着 就暧昧地凑了过来 柳云霜赶紧伸手 跟他拉开安全距离 可别 你该忙你的去 我这不影响 媳妇 我们这才结婚第一天 你就嫌弃我了 我可没有 这是你说的呀 可别往我身上惯 柳云霜喝了一口粥 不想搭理他的茶 对了 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 你去安排一下子 你是说 沈老板和沈夫人的事情 对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梦吗 我总觉得 许志威这个孩子 太不正常了 之前马道长也说 他弄的那个压分纸的事情 也是很灵异的 好像有什么人 从中暗示着他什么 就像志勤之前跟我说 他基本上是不在学校里面上课的 但是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甚至是整个中心校的第一名 而且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大 好像 他每次都距离满分非常接近的那种 可是 我从小跟他在一起 这孩子自私自利 虽然有骨子聪明劲 但是绝对不会这么聪明的 你是说 他考试作弊了 是 我是这么怀疑 不过也没有证据 按理说 那么多监考老师看着 他也没有机会的 不过 那次马道长说 他可能是在请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机缘类的 我就觉得 会不会是那些监考老师 发现不了的作弊方式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太可怕了 你也见过这孩子 他的心眼并不好 而且经常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事情 如果真的是沈老板的女儿 并且跟着他一起回去了 就沈夫人对他的厌恶程度 那么 许志威肯定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甚至 商人性命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 你是担心沈夫人出事 嗯 是可以这么说 不过 我更担心的是他 和咱们之间的合作 你之前不是告诉过我 大白鹅那边 主要是沈夫人在做吗 研发这一块 也是以他为核心的 如果一旦沈夫人出了事情 那耽误的 也是咱们的发财之路呀 我总觉得 大家现在日子都好了 这种电器 一定会非常好卖的 我们作为市里面 第一家这种专营店 肯定能抢占先机 狠狠地挣他一笔呢 加上我本身就讨厌许之威 让他防范一点 也不算是个错 如果是真的 还能救命 如果没有 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说呢 嗯 你说的对 明天吧 明天我们再去跟他们见个面 好 柳云霜觉得 他这么说 也是无懈可击的 瞧一起也挑不出什么错误来 吃了饭 他也没有闲着 就跑去了外面的园子里面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地里面的秋菜 也没有很多 这两天菜花和芹菜就能收了 都是大批量的 再剩下的就是圆白菜 紫甘蓝 萝卜 芥菜这些了 正好用来囤秋菜 还剩下一些葫芦 冬瓜 南瓜什么的 这两天也赶紧都摘了 杜若鸿和李月兰 没想到他今天也过来了 刘雨露和冷建国 已经去县城里面了 家里面还有柳飞雪 他也在菜地里面忙活呢 见到了他很是高兴 大姐 你起来了 嗯 今天辛苦你们了 咱们这八月十五也没有发什么东西 大嫂 月兰 等会儿把那冬瓜挑大的 拿回去一个 留着打汤吃吧 一个大冬瓜 能有二三十斤重吗 它的冬瓜 味道很好 不仅是做汤 炒着吃 炖着吃 都是不错的 两人自然是高兴的 连连感谢 同时也要给三爷和李国锋都留一个 现在他们家山上和菜地里 就这四个人 自然是要一视同仁的 对了 云霜 我听之声说 昨天老许家的人跟着去市里了 到晚上都没有回来 今天一大早 许兰海带着林青青 和他家丫头就回来了 还到我们家去了呢 问具体什么情况 只不过我们也不知道 就说来了个富豪 可能是许志威的生父 不过具体在哪 我们也不知道 他好像还挺激动的 现在就在老许家那边呢 没有回去上班 杜若红不知道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有没有用 不过还是选择告诉他了 柳云霜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旁边的柳飞雪 倒是有些好奇 这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今天就回来了 许兰海是怎么知道的 你可别忘了 昨天许兰河可是没有跟着去呢 当时闹的时候 他也在跟前 是啊 说到底 这件事情还是他引起的 昏都离了 现在才知道后悔 这种人真是讨厌死了 现在说起许兰河 柳飞雪也是一脸的官司 总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欠打 柳云霜倒是没说什么 许兰海着急 那是正常的 因为当年那件事情 跟他也脱不了关系 看来明天早上 他们得早点去 早点提醒一下沈夫人 让他有个防备 这辈子 许兰春肯定是去不了京市了 起码这次是去不了了 他回来之后 老秦家肯定也会有所动作的 毕竟现在还是他家的儿媳妇 人家也觉得自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是 许兰春昨天那么闹 简直丢死人了 明明白白的想给他戴绿帽子 就秦玉良那么金玉其外 败续其内的人 肯定会想办法 要跟他闹的 没准还会跟他离婚 直接把合进扶正 看吧 这最近的日子都不太平 你们不知道 昨天老太太不是也跟着去了 听说已经动了心思 想让许兰春跟老秦家那边离了呢 真的呀 大嫂 这孩子都有了 哪是那么容易的 说离就离了 李月兰也挺惊讶的 跟着八卦了两句 谁说不是呢 一开始可宝贝这个孩子了 甚至许之威都比不了 现在这孩子倒成累赘了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能怎么想呢 现在有高知了呗 要是跟人家那大富豪在一起 那他以后的日子 可比跟着秦玉良要好多了 第375章 偷梁换柱 可不 你看那沈夫人 穿金带银的 浑身上下的那个气质 咱们几辈子都是比不了的 如果许兰春嫁给了沈老板 那站在他旁边的 可就是他了 这话说的也差不多 毕竟上辈子就是这个诡计 许兰春被沈老板接回了金氏 吃穿用度方面 都是按照贵妇的标准 这件事情 他上辈子也没少秀 只不过 金氏不同往日 他还想同上辈子一样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现在地里面的活 也少了不少 他跟柳飞雪商量着 就把大鹏搭起来吧 去年的两个 还可以直接用 把塑料布蒙上就好 另外 在他的旁边 也重新把地开辟出来 算上之前的两个 今年一共弄十个 要把冬天的蔬菜 也供应上 这个价位高 自然是能大赚一笔的 弄塑料布的事情 还是交给乔一起了 正好明天去市里的时候 一到就办了 家里面忙忙碌碌的 就是一天 隔天一大早 他便起来了 照例去给全家人做饭 乔一起自然也是 要跟着一起的 吃完饭了之后 便去了市里 沈老板和沈夫人 下他的酒店 是整个市里面最好的 哪怕是这个年代 里面的装潢和设施 都还挺豪华的 不仅有独立的卫生间 卫生和硬装 都是很不错的 听说柳云霜要见他 沈夫人也是很开心的 乔一起没有跟着一块去 而是拉着沈老板 到另外一个房间 去聊天了 两人坐在落地窗跟前的藤椅上 沈夫人给他倒了一杯茶 云霜妹妹 今天这么匆忙过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我还跟老沈说 前天把你们的婚礼扰乱了 等着结果出来 还要上门跟你们致歉呢 沈夫人不用客气 其实我今天来 确实是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哦 是什么事啊 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 柳云霜也没有瞒着 是关于许志威的事情 其实当年 许兰春和沈老板之间 发生的那些事 我也知道一些 听他这么说 白昭化顿时严肃了起来 云霜妹妹 你都知道些什么 还请告诉我 柳云霜点了点头 不敢拿瞧 是这样的 因为时间太长了 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沈老板之前 跟另外一个女孩 是有感情的 当时她被人设计了之后 也是去找的那个女孩 可是后面 我看到了许兰海 许兰海 是 我想你肯定调查过了 这个许兰和 就是许兰春的三哥 以前我是他们的二嫂 像沈夫人这样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既然发生了许之威的事情 那她肯定会在第一时间 叫人过去调查 老许家的底细的 嗯 然后呢 当时我在远处 看得不是很真切 反正许兰和和许兰春 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 然后便把这人 推到了一个房间里面 紧跟着 又浮出来了一个 当时我也很害怕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就没有太在意 后来 许兰春怀孕了 我也渐渐地反应了过来 恐怕是那天 他们兄妹二人来了个偷梁换主 本来是沈老板 同那个被扶出来的女生在一起的 后来 他们可能是为了某种目的 便让许兰春过去了 我之前听许兰海说过 他学校有一个老师 家里面是金氏的 还很有钱 80%就是沈老板了 我今日同你说这些 也是想让你多长个心眼 这两个大人倒是不足为惧 不过这件事情 他们应该是提前计划好的 只不过沈老板当时离开了 才没有被钻了空子 许之威也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虽然是一个小女孩 可是心眼很多 而且他总是能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好比他不上学 却每次考试基本上都能得满分 说跳级就跳级 就是那种堵着气的 本来没有在计划内的就发生了 可是跳了级之后 他的成绩依旧很好 这就让人很怀疑了 按照他的性格 要是早就有这个本事 肯定早就提出来了 柳云霜是故意这么说的 对于他能听到系统声音的这件事情 连乔一起都没有告诉 更何况是沈夫人了 至于他说的这个事情 是有目共睹的 也就无所谓 你的意思是 这个小姑娘有过人之处 是啊 我总觉得她很奇怪 而且 当年她还一个人在山上 捉了好几只兔子 要知道 就是那种成年的壮毛动力 就算是在雪天没有下套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一次性捉那么多的 而且她还找到了一颗特别大的人参 卖了一千块钱呢 当时 在我们这里十分的轰动 徐老太说 许之威是福星转世 有不少人都信了 如果这个事情 被她吵起来 我觉得对你来说 也不是很有利 果然 沈夫人若有所思的点头 云霜妹子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实不相瞒 沈夫人 我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这个许之威 当年是没有正当理由生下来的 她和我的大女儿同岁 我前婆婆便让我认一下她做女儿 不管我愿不愿意 还是照做了 可是她长大了之后 不仅跟我不亲 甚至还在我出去上工的时候 跟着她妈和她姥姥一起 虐待我的亲女儿 如果不是我发现得早 我的大女儿 早就被她们折磨死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离婚的原因 还有这个许之威 并不像明面上的那么简单 她曾经私底下说过 等她有本事了 一定要让我们家人 死无葬身之地 我觉得 她是沈老板的私生女这件事 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 如果她得势了 与我们而言 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所以我提醒你 也是希望你 能够制衡她 不让她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我觉得 沈夫人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吧 柳云霜这话说的 十分的讨巧 果然 对面的沈夫人 瞬间笑了起来 第376章 认清成功 云霜妹子呀 这面子 怎么自然是要给的 你放心 一个小姑娘 在我这里 还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得 这是根本就没有上心啊 柳云霜忍不住 又叮嘱了一句 这孩子心狠手辣 从小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宁愿毁掉 也不让别人拥有 沈夫人 你如果一直压制着她 我就怕她会苟急跳墙 你可要小心一点 我知道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今天 多谢你特意过来 跟我说这件事情 那天的事情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这样吧 回头我们大白鹅这边 在进货的时候 再给你们让一成立 你看怎么样 没想到 还有惊喜 柳云霜也是有些不可置信 沈夫人 一码归一码 您可别做亏本的生意啊 不会 就冲你今天特意过来告诉我这一趟 你这个妹妹 我认了 以后 你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来找我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会帮忙的 柳云霜没想 倒还有意外之喜 这属不属于无心插柳呀 就是这沈夫人的态度 太过暧昧了 好像并没有把许志威当回事啊 反正她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就算是还跟上辈子一样 那她现在 也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农村妇女了 走一步 看一步吧 告别了沈夫人之后 柳云霜和乔一起 回了她的家 这是她第二次到这里来了 云霜 跟我去楼上 好 不知道这男人想干什么 不过 她还是选择跟着她一块上去了 到了另外一个屋子里面 并不是上次她来的 乔一起的房间 她从抽屉里面 拿出了两张照片 而后又拿出来了一个香炉 云霜 给爸妈上炷香吧 所以今天带她过来 就是为了祭奠她的父母吗 柳云霜没有多说什么 点了三炷香 便跟着乔一起跪在了地上 爸 妈 我回来看你们了 这是你们的儿媳妇云霜 爸 妈 我是柳云霜 是一起的媳妇 以后我们两个会好好的 你们放心 说完 两人跪下扣了三个头 这才起来 乔一起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拿了一个凳子过来 让她坐到了旁边 自己开始喃喃 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事情 一般都是生活中的琐碎 不过句句不离柳云霜 她这样 也算是为了让自己的父母 安心安心吧 柳云霜倒是没有多说什么 一直拉着她的手 在旁边陪着 等到那几株箱都烧完了之后 她淡定的起身 把照片收了起来 香炉的灰烬倒掉 重新放了回去 一起 爸妈还没有被平反吗 他们不会被平反的 因为不是下放 你不要管了 这中间事情很多的 嗯 好 她没有多说什么 想着瞧一起那么神通广大的 必然是可以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 她就不跟着操心了 沁子和喜子很快也过来了 塑料部那边已经买好了 他们抓紧时间往红星生产队去 等到家的时候 刚好傍晚 杜若红和李月兰刚刚下工 几个人碰上了 就说了一下弄大鹏的事情 顺便还要多顾几个人 柳飞雪在家里 已经把饭做好了 就等着他们回来呢 大姐 你们那边怎么样 挺好的 塑料部都买到了 明天后天就能送过来 咱们明天 先叫几个人到山上 去砍一些大一点的木头 把大矿搭起来 另外的也要翻一翻 提前准备的事情 还挺多的呢 行 那一会儿吃过饭 我就去山上一趟 跟李国锋说一声 让他去找几个人 好 飞雪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吧 行呀 沁子也没有什么避讳 跟柳飞雪 还是清清热热的 柳飞雪跟他也是 不过 两人都没有什么 语举的行动 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隔天 整个红星生产队 又忙碌起来了 他们一共雇了50人 有30个在山上砍木头 剩下的20个 在家里面忙活着 大概用了三天 另外的八个大棚 也都弄好了 今年一共是十个 完事之后 又雇了一些其他人 过来栽秧苗 都是提前洗好的 只要把这些秧苗挖过去 栽好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浇水 人多 一天也就弄完了 他们下午正忙碌的时候 因为天气还没有很冷 所以都是露天的 塑料布全部都敞开了 紧跟着 大道上面出现了三辆小轿车 柳云霜看到了 心里有种猜想 应该是沈老板的车 上次好像就是这几辆 怎么突然又来红星生产队了 难道是结果出来了 过来送许老太等人呢 只不过 这些车全部都停在了他家门口 他也不能继续看了 连忙往门口走 车上下来的是沈老板和沈夫人 紧跟着就是许之威 他果然不一样了 穿着漂亮的公主裙 头发也挽得很漂亮 甚至还扎了一个 带着水钻的蝴蝶结 这是把自己当成公主了 看来身份已经定了 见到了他 沈夫人热情地迎了上来 云霜妹子忙着呢 不碍事 沈夫人 你们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快进屋 坐一坐吧 好 那就打扰了 把人迎进了堂屋 跟着进来的 还有老许家的几个人 虽然自己不喜 不过还是要给沈老板和沈夫人面子的 看许之威那个打扮 就知道认清已经成功了 总不好把别人刚认的女儿轰出去吧 这边刚刚坐下 他便叫人过去山上 把乔义齐喊回来 因为没有那么多椅子 许老太和许兰春是站着的 这令他们非常的不满 我说柳云霜 你家不是挣了很多钱吗 怎么 连个椅子都舍不得买 是了 现在大部分生活还是在老屋里面 所以他们直接回了老房子 也没有去新房子 新房子那边可是有沙发的 现在 他闹不准这群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便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沈夫人 对方果然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第377章 不要许兰春 我倒是忘了 这红星生产队已经到了 你们该回家回家吧 他这一说 老太太有些生气了 不过还是带着性子跟他掰扯 沈夫人 你这说的哪里的话 我们家之威还在这里呢 她可是沈老板的亲生女儿 我们肯定是不会走的 可真是搞笑 在市里的时候 说是我们把你们带过来的 现在把你们送回来了 又给我说这些 你是把我们当猴耍了吗 眼见着 越说越偏 许兰春赶紧上前拦了一把 我们哪敢呀 你可别乱说 宿主赶紧平息这场讨论 现在还不是跟沈夫人撕破脸的时候 你心里要有个数的 可是 我妈说的也没有错啊 就是问了一句椅子的问题 有什么大不了的 现在她讨厌你 讨厌你妈 你们是说什么错什么 难道你还没有看清楚吗 好吧 这个老妖婆可真是烦人 系统 你赶紧给我想办法 把她弄死 她虽然嘴上是这么说的 不过面上立马就换了一副表情 姥姥 妈 你们不要多说了 这毕竟是在别人的家里面 咱们客随主便吧 柳云霜心里面惊讶 才这么几天 狗女主便把沈夫人恨上了 看来沈夫人以后的日子 也危险了 自己给她的叮嘱 也不知道这人听进去了没有 是啊是啊 今天我们过来 可是为了给弟妹配配罪的 你们两个就不要在这里吵了 来人呀 把礼物拿过来 沈老板这一说 立马过来了三四个人 大包小包了 拿了很多东西 柳云霜一看 心里面还纳闷呢 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吧 而且 就算是感激 大白鹅那边的让礼 成已经足够了 沈老板 沈夫人 无功不受禄 你们这也买的太多了 不多不多 我昨天去逛街的时候 见这边的衣服 还都挺漂亮的 给你和两个妹妹 都买了几身 还有家里面的几个孩子 也都挑了一些杂七杂八的 你不嫌弃就好 沈夫人这么说着 脸上都是欣慰的笑容 旁边的许之威 脸色却不怎么好 紧跟着就响起了她的心声 哼 老妖婆 她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好过 明明是我先看上的衣服 她居然给许之情 那几个泥腿子买 反而让我要便宜的 早晚有一天 我非弄死你不可 到时候 我就把你的衣服脱光了 扔在大街上 一件都不让你穿 她这么想着 系统却没有说话 柳云霜觉得 估计是默认了她的说法 不过他们昨天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她猜测 估计是鉴定结果出来了 人家沈老板 要给自己的女儿买衣服 但是许之威相中的 都被沈夫人抢了先买了 并且要送给了他们 这无形中 又给她拉了一波仇恨 真是无语啊 很快 乔一起回来了 她便跟沈老板一阵寒暄 看到屋里面的许家人 也是有些纳闷的 这是 哦 乔老弟 这两人 想必也不需要我介绍了 这之威 还真是我的女儿 这些年养在 红星生产队里面 我也不知道她的存在 现在既然知道了 我是要把她带回去的 今天也把他妈送回来了 便一到来了你家 嗯 乔一起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应了一下 这就让沈老板 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紧跟着 外面又响起了叫喊声 娘 小妹 之威 你们是不是回来了 是许兰海 听到这声音 许老太和许兰春 眼睛都亮了起来 赶紧跑出去开了大门 让她和林青青都进来了 柳云霜有些无语 有什么事情 不去老许家说 为什么都跑来她家 这许兰海一过来 见到了沈老板 也是假装惊讶了一下 你是 沈老师吗 沈老板也朝她看了过来 明显是 没有认出来的 你是 哦 我是许兰海 当年在市里面上学 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哦 这样啊 时间太长了 我都不记得了 沈老板对于她的寒暄 也是淡淡的 沈夫人和柳云霜对视了一眼 都从彼此眼神中 看出了深意 只不过二人都选择了沉默 听说沈老师 是我们家支威的亲生父亲 那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她确实是我的女儿 哎 太好了 这么多年 我小妹也算是熬出来了 不知沈老师 您是想怎么做呢 她说着 就开始打量沈老板的脸色 这支威是我的女儿 留在这里 教育也跟不上 听说她的学习成绩不错 我想带她回京市 也问她自己的意见了 她也愿意跟着我一起回去 是啊 如果能跟着您 且比跟我们在这穷山沟沟里面强呢 那不知 我小妹 您是怎么安排的 看吧看吧 这人还不死心呢 这是过来要说法了 只不过 沈老板念着以前的感情 还算是说得比较委婉的 是这样的 这些年 她一个人带着支威也不容易 我会给她一笔钱 让她以后的日子好过一些 啥 给钱 不对啊 沈老板 我妹妹为你 还生了一个孩子呢 你咋能只给点钱就算了 起码要把她也带在身边呀 而且这支威年纪太小了 没有亲妈跟着也不行呀 来了来了 狼子野心终于露出来了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和许兰春 已经各自结婚了 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当年的事情 也是个意外 如今 我自然是会把女儿带走的 可是 如果我把她也带走了 那成什么了 我知道您结婚了 可是 许兰海还想说什么 但沈老板说的 也是事实啊 行了 别说那么多了 你想让你妹妹 也跟着我们回沈家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可是新社会了 一夫一妻的制度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而且 我们沈家人 绝对不会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会让别人算算 这些年花在这孩子身上的钱 有多少 到时候会双倍留给你们的 第378章 想要买一送一 双倍 那才多点钱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做 许兰海急了 这件事情是她当年一手促成的 如果说最后只得了一些钱 还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那她岂不是亏了 这跟你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就算你是许兰春的哥哥 也替她做不了主呀 毕竟 人家现在最亲的 可是她的丈夫呢 杀人诸心 沈夫人这些话 说的简直太妙了 让她对也对不出来 许兰海自然是生气的 只不过 人家这话说的也在里 于是乎 她只能转头看向许志威 志威啊 你跟三舅说 是不是想让你妈陪着你 一起到京市去 她想的很简单 这许志威 毕竟是沈老板新任回去的女儿 这么多年放任不管 肯定是有愧疚之情的 只要她说一句 比这几个人加在一起说的 还要有用 等许兰春跟着去了 那她总能找到机会 跟着去京市享福的 听说沈老板的企业做得非常大 她好歹也是高中生呢 到时候 过去当个领导什么 不比在煤炭厂干活强啊 我 许志威看着周围的人 眼神有些茫然 说话也是吞吞吐吐的 志威 你就实话实说 到底想不想让你妈跟你一起去 不要害怕什么 舅舅在这里呢 出了什么事情 我都会为你做主的 许志威有些拿不定主意 看了看许兰海 又看了看许兰春和许老太 转头又扫过沈夫人和沈老板 这时候 沈老板也开口了 这孩子 你就问你话呢 你就说呗 可是 他不敢说啊 于是后 这心声又响了起来 系统 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我爸他是站在我这边的 对吗 不怪他这么以为 毕竟刚才沈老板的语气很温柔 好像是 不过 我劝你 还是不要因大失小 你妈现在已经嫁作他人妇了 而且还有了老秦家的孩子 可是 如果我说不想让他陪着 那会不会 显得我太冷血了 冷血无所谓 你只要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就行了 果然 还是这系统技高一筹啊 柳云霜叹了口气 这沈夫人以后的路 可不好走呀 志威 你到处说话 到底想不想让你妈陪着你一起去 难道你不想跟你妈待在一起了吗 许兰海的话里 导向性十分的明确 他抬头看着自己的舅舅 迷茫的眼神 也坚定了起来 爸爸 我是想跟妈妈待在一起的 我知道他现在已经跟秦叔叔结婚了 还有了小弟弟 可是他也是我妈啊 他跟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对我也很好 猛然的离开了 我会不适应的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让我妈跟着一起去 你放心 可以不让他跟白阿姨住在一起 到时候 我给他租一个小房子就好了 说着便委委屈屈地低下了头 不得不说 搞绿茶这一套 真是从小就刻在骨子里面的 他虽然没有按照系统的话来做 可是这一痛下来 便把伏低做小 委屈求全表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常理来说 沈老板一定会觉得他可怜 从而答应这个小小的要求 事实上 也确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 行了 孩子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戴上吧 反正我们沈家 也不缺那一双筷子 可 他这话刚说完 沈夫人便咳嗽了一声 沈老板也觉得自己有些仓促了 连忙转头看向他 招话 你说可以吗 恐怕是不方便呢 老沈 你是不是傻了 人家一个正经八百的良家妇女 跟着你的私生女 住进我们沈家 整个金氏该怎么讨论你 怎么讨论我 难道你想让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被人议论 公司里面的员工 出去谈业务的时候 也被人嘲笑吗 果然 他这么一说 沈老板变了脸色 许之威到底是嫩了一些 他虽然知道 亲情能拿捏一下沈老板 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 除了那点血缘关系 感情什么的 也就比没有多那么一点点 而且 乔一起曾经说过 伤人嘛 最是重力 关键时刻 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可以抛下 何况是这个没有什么 太多感情的女儿呢 他实在是想得太天真了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呢 这孩子没有离开过他妈 若是长时间的分开 估计也会不适应的 沈老板这么一说 沈夫人还真的开始思考了 只见他用右手掌 撑着下巴 眉头微微的皱着 好像是遇到了什么男士一般 而旁边的许兰海 见事态朝着自己 预想的方向发展了 连忙过去添一把火 是啊 这孩子不能离开亲妈 沈夫人也是有自己的孩子的 换位思考一下 便能理解了 旁边的林青青 背对了一下 现在也跟着开口了 是啊 只为这孩子 从小就黏着兰春 若不是因为在队里面上学 平时跟他都是不分开的呢 这陡然跑那么远 肯定是会想妈妈的 他也没有说什么太有导向性的话 完全就是顺着许兰河的意思来的 也挑不出错来 这会儿 许兰春也反应了过来了 往前走了两步 直接跪在了沈夫人跟前 我知道 之前都是我想差了 一直执着心里面的执念 现在 见你和沈老板 这感情这么好 我也不会过去打扰你们的 就像志威说的 哪怕我在那边租个房子也好 时不时的 还能过去看一看他 说完 就开始抹眼泪了 把一个不愿意跟孩子分开的母亲的形象 表演得淋漓尽致 哎呀 许同志可别这么说 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也难受得很 这让孩子跟母亲分开 本来就是不对的 我也想明白了 既然你们 就这么想在一起 我也不好做这个恶人了 这么说 您是同意了 太好了 志威 快来谢谢沈夫人 许兰海恨不得立马就拍板 好像要带去京市的人是他一样 第379章 那就都别去了 许志威也上前 学着许兰春的样子 跪在了地上 可别 你这孩子 赶紧站起来吧 我想 你们是误会了 我觉得 既然这孩子不愿意离开妈 这妈也不想让孩子分别 那就把志威 留在红星生产队好了 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这么一说 旁边的人都急了 尤其是许老太 不管不顾的就指责了起来 声音很大 好像下一秒就要开始骂街了一般 老太太 别着急啊 你看你们刚才也说了 这孩子愿意跟他妈待在一起 我们自然是要成全的 而且 他学习这么好 不管在哪里 都是可以继续发光发热的 也就不是非要去京市了 你说呢 老沈 这皮球 被踢给了沈老板 他也是一脸的官司 又看了看旁边的沈夫人 只能暗自叹了一口气 如果真的离不开 留在红星生产队 也不是不可以 不行 许兰春的声音 有些尖锐 他当然不能让许志威 留在红星生产队了 那以后沈家的家产 可跟他们就一点关系 都没有了 我可以不去 但是志威必须要跟你们回沈家 为什么啊 你刚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 离不开女儿吗 怎么现在又让她飞去不可了 还是说你们有什么目的 沈夫人的眼神 陡然淋漓了起来 好像是要把眼前的人看透一样 我们能有什么目的啊 只不过 这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 我想让她跟着去京市 见见世面而已 对对对 志威是绝对不能留下的 这孩子从小吃了太多的苦 如果再留在这里 那她以后长大了 别人该怎么看她 文言 沈夫人有些惊讶 所以你们这边看人 难道都不是用眼睛看的吗 我就不明白了 都是生在红旗下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 这许志威 在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 你们刚才说的 都是放屁的话 目的就是为了 让许兰春跟着一起去 之后呢 到了京市之后 你们还想做什么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勾引老沈 成为沈家的女主人 是这样想的吧 谁都没有想到 沈夫人居然直接 把这话说出来了 就好像遮羞布 被当众先翻了一样 柳云霜都感到诧异 这种打直球的方式 真的好吗 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从来都没有那种 非分之想 不错 确实是非分之想 沈家之所以有今天 我想老沈最应该 感谢的人是我 毕竟没有我白家的帮助 沈家也不会有 今日的荣光 当年的事情 咱们就不说了 这老沈呢 为了感恩 家里面的各种财产 都在我的名下 我也已经立过遗嘱了 等我死后 我所有的财产 都会留给我的三个孩子 并且已经公正过了 就算是你们有别样的心思 也无济于事 我活着的时候 老沈自然可以锦衣玉食的 可是若我离开了 或者是他跟我离婚了 那么老沈便会净身出户 你嫁给他 还不如跟着你现在的丈夫好吗 就这样 你还愿意跟着去吗 他的话充满了魅惑 一点一点的侵蚀着许兰春的内心 他想跟着沈若初 完全就是因为他的身份 地位和金钱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那他是疯了 才会跟着他的 就在他跌坐在地上 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 旁边的徐老太 眼珠一转 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你可别胡说 你是个女人 咋可能让你长家呢 而且你之前也说了 这沈老板外面 可不止一个两个孩子 咋可能什么都不给人家留呢 你为了阻止我们家兰春过去 居然想出了这种主意 还真是过分呢 果然 徐兰春听到了之后 立马就回了神 我说了 我跟着过去 是为了我的女儿 又不是为了你的男人 再说 我现在有家庭 有丈夫 好像谁贪恋 你们家的财产似的 好家伙 居然把不要脸说得 这么清新脱俗 这徐兰春也是没谁了 不过 柳云霜不会多说什么的 虽然这是他家 可现在是沈夫人的主场 他跟乔一起 悄悄地牵了牵手 就坐在后面当隐形人 两人认真地吃瓜 可惜手里面没有瓜子 不然就完美了 既然如此 那就太好了 许之威 你呢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若你想留在红星生产队 以后你所需要的各种花费 都有我们沈家负责 不管是衣食住行 你都不用操心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 另外 每个月还会额外 给你200块的零花钱 若你执意想跟我们去京市 也是可以的 不过 京市的生活 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你需要跟着家里面的孩子 一起上学下学 学习礼仪和规矩 错一点 便要受到惩罚 你年纪也不小了 自己选吧 到底想怎么样 按自己的最真实的想法去做 很明显 沈夫人已经没有耐心了 拨动着手里面的大赞戒 那耀眼的光芒 在阳光的折射下 有些恍人眼睛 她现在 也是在给许志威机会 留在红星生产队 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系统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哼 你最好不要自作主张 你说跟着去京市 到了京市之后 见过的世面多了 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能力和人脉 都需要扩充 对你以后的发展 绝对是有利的 她自己自然也是想去的 不过 系统这么说了 好像就有了主心骨一般 好 刚才是我自作聪明了 可谁知道 这人居然想让我留下呢 那我偏偏不能如她的意 不让我去 我偏要去 我去京市 我想跟爸爸在一起 行 没问题 那你就照着原计划 跟我们一起走 不过 这位许兰春女士 可就不能跟我们一起去了 你能想明白吗 嗯 我能想明白 白阿姨 你放心吧 我会好好劝我妈 第三百八十章 许之威要去京市 许兰春和许兰海 都想做最后的挣扎 沈夫人却不想搭理了 随便来了一句 你现在已经同其他人结婚了 我们沈家肯定不会让有夫之妇上门的 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再说吧 这么给面子 沈老板自然是要接着的 是呀是呀 还是夫人考虑的周到 那就照这么办吧 沈夫人又转头 看向了柳云霜 云霜妹子 咱们的合作 还是要继续的 这两次 都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等你有空了 就来京市 我做东 没什么麻烦的 沈夫人不要客气 两人又说了几句话 根本没有里旁边的几个老许家人 沈老板便同沈夫人离开了 把人送走之后 大道上面也围了一群人 主要还是过来看热闹的 毕竟这年头 有小轿车的不多 再加上前两天到的这个事 不少人都有八卦的心态 人走了 许之威却没有走 说好了三天之后 过来接他 这几天 让他在家里面 好好收拾收拾 许兰春一脸嘚瑟 得意洋洋看着柳云霜 认识京市的老板 有什么用 以后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就让你就让他断了跟你的合作 我的妈呀 你脑子没事吧 人家都说了 只让许之威去 你 人家不要啊 柳云霜一句话 成功让他气急败坏了 你胡说什么 沈夫人说了 他们只是不要有夫之妇 让我把这边断干净了再过去 好不好 人家说的是后面再说 可没说就接纳你了 你咋这么能想象 许兰春还想说什么 被许之威一把拉住了 好了 别说了 刚才若不是你多话 我差点就被留下了 咱们先回去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的了 说完 还深深地看了一眼柳云霜 对方也没有客气 直接瞪了回去 哼 我不跟你多说了 等以后 我去了京市做了富豪太太 有你们求着我的一天 只威啊 你等等我 说完了 便追着许之威跑了过去 许兰海也是一脸的得意 看着他们 好像是完全看不上的样子 柳云霜也撇了撇嘴 这群人不知道咋想的 睡他之策 岂容他人憨眠 这沈夫人 可不是一个没有手段的 而且 沈老板那么多私生子 私生女 就许之威这样的 还想取而代之 甚至 许兰春也想把他挤下位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既没有热闹看了 大家也都走了 柳云霜也不是大嘴巴的人 直接转身回了院子里 有一些想要过来打听似的 也只能灰溜溜的回去了 这许之威真的被认回去了 我看许兰春就未必了 他怎么还在 坐着那种美梦 还不是沈夫人说的 模棱两可的 让他误会了 我跟你说 云霜 这沈夫人不是一般的人 他家在京市的地位 也是很高的 尤其是权力方面 各个地方 都有他们的人 这沈家在他们白家面前 也只有点头哈腰的份 估计许兰春他们不知道呢 还想着 男人要拿捏女人那一套 你没听老太太刚说的 乔一起叹了一口气 总觉得这群人 就是目光太过短浅了 他们的事情 咱们也别管了 不过许之威回到了京市 肯定会比在 红星生产队的待遇 要好一些 就看他自己 能不能承受得住 这颇天的富贵了 不是自诩 自己是小福星吗 现在福气来了 就看他自己了 柳云霜也叹了口气 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好了 不说他们了 咱们去院子里面看看吧 那新扬苗 估计都栽完了 是啊 明天就要起大白菜了 咱们忙完这几天 就去趟县城吧 庆子找了好几个地方 就连你说的汽车站 也找好了一个地方 咱们过去看看 让张师傅过去 跟着装修一下 你居然在汽车站 找到了地方 可是那里明明没有地方 柳云霜的言语里面 全部都是惊讶 我说有 自然就是有的了 到时候 你过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吗 见他卖关子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这人确实比较厉害 他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好吧 不过不影响 明天我们就过去看看 这么着急吗 是啊 自然是着急了 还有市里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还不错 那边简单的收拾了收拾 弄了墙和地 再就是货架了 玻璃也换了 全部都换成落地窗 看起来十分的敞亮 估计 用不了半个月 也就能完工了 这些都是他加了钱 让赶紧赶出来的 嗯 挺好的 不过我们 还需要提前找好人 到时候 能把执念和程小燕分开 可是他们两个肯定是去不了市里的 如果没有合适的帮手 后面也是麻烦的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我之前在县里的时候 认识不少人 现在经济放开了 他们有的自己做买卖 有的也在找工作呢 我已经让亲子去联系了 有几个还不错的 到时候在市里面给他们租个房子 直接过去上班就可以了 太好了 如此的话 那我们就能开业了呀 柳云霜没想到 乔一起居然考虑的这么齐全 心里面也很高兴 自己真是找了一个好帮手 不仅做事面面俱到 还全部都为了他考虑 看来上辈子吃的苦 这辈子都变成了甜 这边的新羊苗 已经都种完了 大棚的塑料布也都盖起来了 晚上的气温到底要低一些 送走了工人 杜若红和李月兰是最后走的 因为明天还要起白菜 所以今天这些人 也要过来一部分的 云霜呀 这白菜起了 地里面的萝卜和芥菜 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起了 是 已经开始下霜了 咱们就不等了 把这些全部都收拾出来 然后拿到各个地方去卖 囤秋菜的 这两天人也挺多的 还有腌酸菜 腌咸菜的 咱们不能错失了这个世界 第381章 车站便民服务部 行 那就这两天 咱们加快速度 等明天早上去送菜的时候 我也去各个地方问一问 看看他们要不要 如果要的话 我们就提前给他们准备 行不 行 就按你说的吧 对了 大嫂 你跟田里他们说一声 今年冬天也会有菜的 只不过还没有下来 而且价位可能会高一点 到时候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咱们再给他们送 她想着 冬天这个大棚蔬菜 还是要提前打个预防针的 行 包在我身上 这个事情 还是要提前说好的 因为都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到时候蔬菜拿过去 彼此之间也有了一个信任感 而且能方便很多 就不用一一的介绍了 口感呀 味道呀 价格呀 什么的 哪怕是批发价 她也愿意跟熟人一起做买卖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把这些蔬菜起了 毕竟 大棚里面的菜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下来呢 不着急 隔天 柳云霜和乔一起 直接去了县城 家里面起白菜的事情 就让柳飞雪盯着 他们先去了汽车站 沁子指着售票大厅旁边的一个小位置 跟他说 嫂子 你看那边 原来是一个小休息室 后来不用了 现在那个地方 可以租给我们 咱们也可以打着汽车站便民店的名号 过去开一个小卖部 他说完 柳云霜的眼睛里面都是小星星 天哪 你们居然能搞到这个地方 简直了 是不是挺好的 这车站里面的站长 跟咱们老大是认识的 给他说了一声 便画了这个地方给我们 现在这车站虽然是公价的 可是 这线路已经在说私人话的事情了 咱们把这个承包了 每年给交一些租金 也就是了 柳云霜看向乔一起 对方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表情 你怎么还认识这边的站长 都没有听你说过 难过的那几年 家家户户吃的都不够 这站长 也是找我兑换过几次物资的 一来二去的 也就认识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 他突然觉得 在黑市上面做生意 也是很厉害的 起码 各方面的人 都是能认识一些的 如果直接交了下来 那以后可都是人脉啊 走吧 嫂子 咱们过去看一看 行 那以后就是自己的店了 当然是要看一看的 亲子过去 跟门口的保安打了声招呼 现在的保安 其实工作挺简单的 就是检查一下近站的人 保证他们带的东西 都是安全的就行 他们过去了之后 直奔那个小休息间 以后就是他们的小卖部了 地方不算很大 有二十个瓶左右 卖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 肯定也是够了 里面的人 可以直接进来 这有一个小门 对外的话 也有一个窗子 可以直接把东西拿出去 而且 这里面算是很干净的 并不用怎么收拾 柳云霜看过之后 觉得非常满意 嫂子 这里面可以放一些货架什么的 不过大修大改的就不行了 之前我跟这边的人对接的时候 人家说过了 就算是你自己开小卖部 也是属于人家车站的 这装修什么的 必须按照人家的来 咱不能冒进 也就是说 必须跟外面是一个装修风格的 地砖 墙面什么的 都要用一样的东西 我看过了 这些都是半星不就的 能用 明白明白 这里面也挺新的 其实也没有必要 回头让张师傅 给咱们多做点货架子就行了 还有在这门口 也要做一张把台 到时候 可以收个钱什么的 嗯 行 那我到时候就跟张师傅一沟通好了 庆子这意思 就是让他把大致的情况和要求说一下 后面他直接去做就行了 不用柳云霜和乔一起再跑一趟 不愧是他的得力干将 这执行力和觉悟都是杠杠的 而且 这边的装修 真的不用太麻烦 毕竟 只有一家 也不用考虑竞争什么的 挺好挺好 这个地方真的挺好的 对了 一起 你不是说 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吗 那现在看得怎么样了 除了之前的供销社那边 还有两个地方都是在厂区附近的 锦铃的家属院周围目前也没有什么小卖部 要不咱们过去看看 我不看了 现在这个如果做起来了 就需要挺长时间了 我不想谈多 等这边的人员都成长起来了 最少也要两三个月的样子 到时候 咱们再复制粘贴过去就好了 那位置如果还可以的话 咱们提前看了 这么一抄抄 没准就让别人截足先登了 嗯 你说的有道理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也不错 那这样吧 镜子 你过去把那几个看好的地方都买下来 回头 你嫂子什么时候想开了 咱们也方便 行 老大 我知道了 下午我跟喜子就过去 好家伙 柳云霜突然有一种 磅上了大款的感觉 居那可是房子呀 居然说买就买 简直了 对了 云霜 这边车站鱼龙混杂 虽然有一定的安保系统 可如果都让女孩过来的话 也不一定很安全 乔一起跟他商量着 这边的人缘问题 柳云霜也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只不过我们现在 只有程晓燕和知念两个属手 飞雪也能算一个 再带其他人的话 也是需要重新物色的 如果不行的话 就找几个男同志吧 你说怎么样 柳云霜觉得 如果真的出了乱子 有男同志在跟前 还能好一点 就算是平时 如果遇到了不好的人 人家看这边有男人 自然也会收连点 行 那不行就找个男同志吧 乔一起点了点头 基本上就属于赞同了他的说法 等回头 我看看谁在家里面闲着 并且有意向过来做这个工作的 他已经在脑子里飞速地搜索了 到底谁合适 云霜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啊 听乔一起这么说 他也来了兴趣 第382章 去找许志诚 许志诚 你觉得他怎么样 志诚 对 就是他 你看他年轻 有眼力嫁 又能说回到的 而且跟许志念还是兄妹 让他过来上班 也挺好的 是不错 志诚是个好人选 可是 他转业的事情 现在还没有定下呢 要是有正式单位去上班 咱们这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回去问一问他 我看他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也没有出去 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吧 其实 像他们这种转业回来的 都是可以安排的 只不过 工作有好有坏 你想去好一点的地方 那就需要花钱 毕竟不是那种十分受欢迎的岗位 或者是有特殊功绩的人 就跟当年的柳飞雪 是一样的 行吧 那我回去问一问他 反正上辈子 许志诚是找到了合适的工作的 这辈子还没有出去 也是有些不应该的 不过情况到底是不一样了 他应该去了解了解的 从这边离开之后 庆子和喜子就去找张师傅了 还要去把乔一起说的那几个店 都买下来 他们就分开了 这沈夫人过来的时候 给买了不少东西 昨天晚上他已经看了 光是衣服就有很多 大人的 孩子的 还有一些吃食 他拿了两身衣裳过来 准备给刘宇璐穿 人家买的东西 都是很贵的 质量也不错 拿过来了之后 刘宇璐也不用额外再买了 看到了他和乔一起 冷见国夫妻俩 也赶紧迎了出来 一家人 轻轻热热地说了一阵子话 对了 大姐 这两天送过来的菜比较单调 但是卖的也挺好的 好多人都跟我说 囤秋菜的事情呢 咱们家的白菜 什么时候起呢 明天就送过来了 今天就再起了 飞雪在家里面看着呢 你跟他们说 明天就可以拿着大袋子过来了 东北这边就是这样 冬天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要腌酸菜 腌咸菜 都是一缸一缸的那种 所以 这一下霜 便开始囤秋菜 买白菜 萝卜什么的 都是一两百斤的 要是家里面人口多的 四五百斤的也有 后面大部分蔬菜都不行了之后 柳云霜特意种的白菜 再加上 圆白菜 萝卜 芥菜这些 也能卖一批了 不过 这个的价位 就要稍微低一点 起码 要比其他的蔬菜低一点 在这边待了一会儿之后 又去了旁边的小卖部 程晓燕和许志念 刚刚送走了一个顾客 现在这里面也没有人 跟他们两个聊了几句 也说了新店的事情 都属于挺好奇的 也没有说不愿意去的事情 因为他也没有定好到底让谁去 而后 两人便回家了 汽车站那边的店铺 肯定用不了多久就收拾好了 做个货架子什么的 还是很快的 吃过了晚饭 他便跟乔一起 一起去了杜若红的家里 他家人看到了他们两人一起过来 也是挺惊讶的 杜若红和许志心 立马就迎了出来 许志成弄了一盆紫水 在院子里面洗头呢 看到了他们两个 还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打了个招呼 加快了速度 许兰江在堂屋里面坐着呢 等他们进来的时候 也是简单的招呼了一声 便出去了 他总觉得 跟柳云霜同在一个屋檐下 有些不自在 这种事情也是勉强不来的 再说了 柳云霜也没想跟他有过多的接触 若不是因为杜若红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两人见面的可能性 几乎就为零了 云霜 乔同志 快坐 执行 给你二审他们倒点水 好 不用说 许之星也知道怎么做 已经把两杯红糖水端过来了 可别忙活了 大热天的 喝什么水 我们今天过来 就是聊聊天的 也难得你们两个一块过来 我这不是高兴吗 说着 就把一个竹边的小筐拿过来了 上面放的是青皮核桃 和没有晒干的针子 不过 外皮都包下来了 这是之星在山上摘的 你们尝尝 或多或少 也算是个零食了 柳云霜也没有客气 拿了一个针子 用旁边的夹子 一夹便开了 里面的筐 还是煤干的 那水水的很好吃 又拿了几个 递给了乔一起 这会儿 许之诚也洗完了 拿着毛巾擦着头发 往屋里面来了 他有些不好意思忙 回到屋里面穿了上衣 这才出来跟大家说话 之诚回来也这么久了 工作的事情 打听得怎么样了 一说这个 杜若红直接叹了口气 说是有几个 但是都是需要花钱的 我这也攒了几个 想让他去找一个合适的呢 文言 许之诚开口了 妈 我都说了我不去 什么工作啊 要那么多钱 我干十年 也挣不回来 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呀 我留在家里 给你们帮忙就好了 你这孩子 这是什么话 家里面这点事情 还用你操心 我们这么多人呢 现在有这个机会 你就去找个工作 以后也省得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 好多人想有这个机会 还没有来 你可千万别不知足呀 反正我不想去 我想去找一个别的工作 我看张松开车就挺好的 我也会开车 不行我就找一个这样的活计 或者 是我二审他们那边也雇人呢 平时我在干点灵活 或者 捣过点什么东西 到集上卖 都是可以的 听他这么说 柳云霜和乔一起对视一眼 这是没谈拢呀 许之诚估计是觉得 花钱不值当的 那个 之诚呀 是这样子的 我们想在县城汽车站 开一个小卖部 想找一个人过去盯着 你看你有没有异乡 啥 二审 你想让我帮你 去看小卖部 他的眼睛 明显就亮了起来 好像有些不可置信的样子 是啊 那边鱼龙混杂的 我想着让一个女同志过去 也不方便 所以就想找一个男同志 你这不是还没有找到工作吗 就想着过来问问你 第三百八十三章 许之星也想去 我可以 我当然可以啊 太好了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为工作发愁了 杜若红听他这么说 他说也是挺惊讶的 云霜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咱们真的 要在县城里面 再开一家小卖部 是 那个位置挺好的 我想着就再开一家 跟大市场那边的 没有什么影响 隔得老远呢 虽然他没怎么去过县城 可是也知道 这两个地方确实不近 行呀 二婶 只要你跟乔书信的过我 那我就过去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干的 不让你失望 他没想到 许之城居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还以为他要考虑考虑呢 行 不过那边还需要几天才能开业呢 现在需要收拾收拾 而且 一开始 我们也给不了太多的工资 虽然你是男同志 可以要跟执念他们一样 一个月十五块钱 这个你能接受得了不 毕竟 他作为一个男同志 还是轻壮年劳动力 如果去给别人干零活的话 一天也有八毛钱到一块钱的收入呢 如果是做那种卖力气的活 比如说 去专场什么的 一天差不多能挣一至二块钱 所以说 这个事情 还是让他自己选择的好 去去去 肯定是要去的 在这小卖部里面 风吹不着 雨打不着的 只需要卖卖货 收收钱 又不受累 还能挣十五块钱 已经够好的了 还没等许之城说话呢 杜若红巴巴巴的 直接就把事情给定下了 毕竟许之念就是这个工作 平时回来 也会说一嘴的 而且 现在去上班 也不需要花钱 哪怕是少了点 可是按照柳云霜的性格 只要做得好 那就不会亏待大家伙的 虽然他是这么说 可柳云霜 还是转头看向了当事人 二审 乔说 别说十五块钱了 就算是你们不给钱 让我去帮忙 我也乐意 咋能不给钱呢 其实 他可能真的是这么想的 毕竟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他只要有空 就会去帮忙 不管是菜地里面 还是山上 干活都挺不错的 但是从来都不要钱 柳云霜给他也不要的那种 不过 他也没有亏待这个人 直接把他应该得到工资 都给了杜若红 也明白地告诉过他 这些都是支撑应该得的 二审 那你看我呢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也快十五了 要不然 我也去吧 看着他大哥和大姐都去上班了 许之心有些坐不住了 于是开启了毛遂自荐模式 之心呀 十五岁 年纪也有点小 你听话 先不去 等过两年再说 不小了 不小了 二审我真的可以 你要是给我个机会的话 我肯定会比他们做的还要好 这孩子事事拔尖 肯定是着急了 柳云霜赶紧安抚 你听我说 在外面上班 也不想象中的那么好呢 偶尔 也会遇到难缠的顾客 可是我不怕 我觉得我可以的 大人说话呢 你在这里闹什么呢 去上那屋玩去 杜若红也能看出来 柳云霜是不想让许之心去的 毕竟她的年龄在哪放着呢 妈 我年纪也不小了呀 你别这么说 好了好了 知青 等过两年吧 你也沉稳沉稳再说 而且 我明年准备在水泉沟那里 全部都种上草莓了 到时候 每天都要有人过去摘草莓 我想着 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大活 孩子就能干 那会儿 你就带着他们一块儿去 真的 那可太好了 许之心立马就高兴了起来 今年他们也是 雇了不少孩子 过去摘水果的 都是那种半大的 明年让他带着过去摘草莓 无形之中 还给他升了官 这才说了一句话 他已经在心里面 盘算着 要让那几个 跟他关系好的一起去了 你看他整天跟着猴似的 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一点都不沉稳 比他大姐可差多了 杜若红指着许之心 言语里面 还带上了一丝嫌弃 大嫂 可别这么说 执念沉稳 知心活泼 你这两个闺女 可都是宝 整天跟个皮猴一样 也就你惯着她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人都不太喜欢 夸自己的孩子 哪怕是别人夸的时候 自己也会贬低上几句 就很尴尬 柳云霜也是重活了一回 才明白 这孩子要常常夸才行 无形之中 就会给他们增加自信 而不是口是心非 去贬低自己的孩子 那样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对了 知诚 如果你愿意去的话 那明天你就去大市场那边吧 先在那边的店里面待几天 也帮着卖卖货 熟悉熟悉东西和价格什么的 到时候过去了 也不会差太多的 行 二审 乔说 那我明天就坐拖拉机一块去 还能帮着搬搬货 嗯 要是晚上回来不方便的话 你就趁着下午 跟张松的拖拉机一块回来 没事没事 我站有前两天 卖给我一辆自行车 是他骑剩下的 二手的 才三十块钱 我明天去了 下午的时候 就去他家把自行车骑回来 以后到县城去也方便了 他也去过许志念他们住的地方 并没有多余的房间 要是住在那里的话 肯定是不方便的 那也行 有个交通工具 到底是要方便一些 这件事情也就说好了 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杜若鸿 现在儿子的工作也解决了 虽然没有挣那么多钱 可是只要好好干 柳云霜是绝对不会亏待 他们一家子的 两人也没有多待 天也不早了 就回家去了 白天的时候 柳飞雪等人 也搬到了新房子里面 几个小的 也是很开心的 这跑那跑的 虽然之前也会到这边来玩 可是真的住进来了 又是另外一回事 许志勤的几个小姐妹 跟他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呢 看着自己的努力 有了成果 孩子们都过上了 幸福快乐的日子 自己如今也找到了 人生的伴侣 第384章 囤秋菜的季节 柳云霜突然觉得 这辈子的所有努力 真的都值了 大姐 你们回来了 我煮了糖水 已经晾凉了 快来喝一点吧 好 柳云霜说着 就跟柳飞雪去了厨房 同时也给这些孩子 一人都盛了一碗 怎么突然想起 煮糖水了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待着 没有啥事 所以就煮了点 对了大姐 这两天 老许家可是不消停啊 他们又干啥了 这许之威 不是被认回去了吗 说是要过两天过来接 这两天在队里面 基本上就属于横着走 听说今天下午 坐车回县城去了 牛逼哄哄的 好多人都过去 想要跟着说两句话 巴结巴结 结果人家鼻孔朝天 连里都没理啊 甚至 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现在外面 闹得怨声载道 都在骂呢 柳云霜简直无语 这人也不知道 是怎么想的 就算是以后用不上了 也不至于这么骄傲吧 而且 这到底是他生长起来的村庄呢 总不能出去了之后 一次都不回来吧 真是无语死了 也不知道 这狗女主的脑子 是怎么长的 还有那个系统 居然会任凭他随意发挥 也是够了 咱别管他们 盯着点就好了 你看吧 这许兰春回去了之后 估计还有的呢 那是了 我今天听那意思 就是想着去京市呢 还想跟人家沈老板 发声点什么 我觉得吧 他回去了之后 估计会跟秦玉良摊牌 两人 有可能会离婚 哎 他这事办得也不地道 柳云霜叹息了一口气 总觉得走到这一步 完全就是许兰春自己做的 可不是不地道吗 这么吵吵闹闹的 估计老秦家的人 也看不上他了 他自己又整日乐不思蜀的 一心想着去京市 飞上枝头变凤凰呢 可是人家沈老板 怎么会看得上他这样的 你看沈夫人 又漂亮 又有能力 而且听说他在京市那边 也不消停 身边花花绿绿的女人 多的是 他许兰春何德何能 没有智商 也没有情商 人家凭什么看得上他呢 柳飞雪越说越气愤 更多的是不解 柳云霜倒是笑了笑 摇了摇头 如果他真的聪明的话 就不应该再闹了 留在秦玉良身边 好好经营着 日后也没准会得个善终 可是如果他做天做地的 到最后 估计什么都落不下 你信不信 可不就是的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他小妹这形容 简直太到位了 可不就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吗 这两天 咱们多注意点 要是那边有消息传出来了 咱们红星生产队 估计不少人都等着听呢 大姐 你啥时候 也变得这么八卦了 我可不是八卦 这不是许兰春 跟咱们素来不对付吗 万一他变得厉害了 那估计也对咱们来说 也不是啥好事 你别忘了 这家里面还有四个山头 可是在老许家的名下呢 如果他们真的针对咱们 那么后期 有可能也会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柳云霜现在是想得很明白的 别的东西可以没有 但是钱绝对不能没有 山上的几个山头 还有那些果树 就是他们经济的主要来源 如果这老许家的人 想要破坏 那他是绝对不能放任不管的 甚至还有可能跟他们 拼个你死我活的 柳飞雪听到了 也知道了事情的重要性 连连点头 大姐 你放心吧 明天我也去跟若红嫂子说一声 如果那边有什么动静 估计会去找他们家的人 到时候 咱们就有第一手信息来源了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这才拉倒了 隔天 他们这边是十分忙碌的 第一批大白菜 已经起出来了 地里面还有人在干活 除了这些 那些圆白菜 也要赶紧起出来 还有萝卜 芥菜 土豆什么的 因为已经下霜了 如果一直放在地里不收的话 那用不了两天就冻坏了 这些菜 被很多地方都预定了 今天出的这一批 最少也有五六千斤的样子 光田岭那边 就要了三千斤 只不过 不可能一下子都给他的 不然的话 其他的地方就没得送了 柳云霜挑挑拣拣的 按照比例 一个地方先送一些 大部分 还是要拿到蔬菜店那边的 零售不能断 不然会流失客源 明天 后天都会有新鲜的白菜出来的 所以不担心 在最后给他们 把这数量补齐了就可以的 之所以买这么多 也都是腌酸菜呢 着急也不差这一两天 况且大家都合作这么久了 也都比较好说话 也能理解 没办法 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只能主打一个雨入均毡了 乔一起也没有到山上去 而是在这家里面帮着忙活 今天张松一个人的拖拉机 就不够用了 连带着家里面的板车也要用起来 两个人商量之后 决定让张松送完货之后 再跑一趟 毕竟那么重了 用板车拉 也不是多方便的 山上的水果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 就是一些核桃和柿子 只不过 都没有摘下来 核桃等着它自然掉落呢 柿子也留了一些 等到冬天的时候 直接动一下 弄成冻柿子 那个时候 再拿去卖 就行了 那会儿能吃水果比较少 肯定会非常受欢迎的 这些他都不用管 乔一起过来跟他说一声 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忙忙碌碌一上午 才算是把这些货都送走 不过 地里面又出了一批 他则是带着人 全部都搬出来 放在地里 也不是那么回事 而且还容易被冻 毕竟晚上的气温还是很低的 不得不做两手准备 而且 放在菜园子里面 到底不安全 虽然后面 没有什么人过来闹事了 倒是也不得不防 毕竟那么多好吃懒做的 有时候顺手牵羊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自己辛苦种的菜 自然是不能便宜这群人的 第三百八十五章 装修好地超市 这么弄了一个星期 地里面的菜 才算是全部齐完 大姐 现在各个地方的 都送过去了 剩下的这些土豆什么的 我也都送到了蔬菜店 那边放不下 旁边不是还有几三家店铺 没有租出去吗 就临时用了一下 当成库房 行 注意点晚上 现在天气冷了 一定要盖着点 别给冻着了 你放心吧 我二姐夫 他们都会弄的 今天过去 还跟我说这个事了呢 其实 柳云霜知道 只要气温不低于零度 都是没有事的 现在虽然冷 可是也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还有 我把货款也收回来了 大姐 咱们俩对一下账 好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时候了 辛辛苦苦地干了这么久 可不就是为了 等着数钱吗 柳飞雪 一共拿回来了 三千二百块钱 都是这一批 囤秋菜的钱 还有蔬菜店 那边的日常货款 不过还有一批囤货 没有出 到时候 估计还会有一千左右的进账 柳云霜心情不错 决定明天过去 给大家买秋装 哪怕是 沈夫人给买的那几身 现在都能穿呢 加上春天买的一些衣服 也是够穿的 不过 他觉得 既然是换季了 那就多少天上一见 也算是个意思 云霜 那就去市里吧 亲子他们 也把超市收拾好了 咱们过去看看 挑个好日子 就可以营业了 柳云霜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 心里面也是很激动的 大姐 我也想去 明天让我跟你们一块去吧 柳飞雪还没有看过那些电器呢 而且 超市这个词 本身就比较吸引人 行 那咱们 就带上之衣一块去 许之情 许之礼 还有冷秋香 明天是有课的 只能留在家里了 不过他们早上去 晚上就回来了 这三个孩子 都不是娇气的 自己也能做饭 加上现在天气也没有多冷 回来还是很方便的 要是有事 杜若红和李月兰 还能帮着看着呢 现在大部分的蔬菜都弄完了 就是大棚里面的活迹了 俩人每天也都是需要过来的 隔天 跟家里面的几个孩子 都交代了一声 他们几个人 便带着许之一往县城去了 到了汽车站之后 还要坐车 然后才能去市里 虽然路途 没有多少多远 但是总归是不方便的 柳云霜想到了后市的小轿车 如果家里面能买下一辆车的话 那去哪肯定能方便不少 而且 以后市里面有店铺 那他们过来的次数 肯定也少不了 只不过 现在街上都没有几辆小轿车 他也不好意思说 去年才把房子盖了 又弄了这几个山头 果树也是才种上的 本身花销就大 如果不是 桥一起在后面兜底 那他现在根本是缓不过来的 再加上这几个小卖部 也才弄起来 虽然蔬菜店和大市场那边的小卖部 已经回本了 可是这马上 又要开一个超市 再加上汽车站那边的店 这又是投入 等把这边弄好了 他又会马不停蹄地 去开新的店 所以就先别说了 要不然按照乔一起那个脾气秉性 说不准明天真的 给他弄个小轿车回来 关键是他自己也开不了呀 没有驾照 可不能随便上路 等下了车 几个人便直接往自家的超市去 哇塞 这边可真漂亮 柳飞雪一见就爱上 落地窗是那种带格子的 偏美式风 窗框也是椭圆形的 刷上了淡绿色的青漆 屋里面 窗明激进的 地和墙 都是白色为主 灯也十分亮堂 货架用的都是原木色的 一排一排的 这也是之前柳云霜就计划好的 采用的是自选的模式 到门口结个账就可以了 楼上则是主要卖电器的 不仅有产品区 还有会客厅区域 以及休息区 他们一到这边 立马有几个人过来迎接 乔野 嫂子 你们来了 这是小李 咱们这边超市的店长 柳云霜是第一次见这个人 乔一起便介绍了一番 你好 柳云霜点头示意 算作打招呼了 对方也挺积极的 带着他们楼上楼下的看 我们这还没有开业呢 就有不少人过来问了 我想着这电器 毕竟是个吸引人的东西 就在门口都贴了打字 后面觉得可能不好看 便做了一个树的牌子 放到了旁边了 到明天 我们就直接放在门口 听着他的计划 绝对是个机灵的 而且会设计 柳云霜倒是很满意的 毕竟是乔一起挑过来的人 还是店长 自然是要有两把刷子的 几个人说了半天 都挺开心的 然后就开始往旁边去 大姐 咱们在这逛一下吧 我看这个店里面衣服也挺漂亮的 没有必要非要去百货商场 说的是呢 我也觉得可以 几个人进来逛的这个店 是一个女装店 店面不大 里面的衣服挺多的 只不过陈列不怎么样 全部都挤在一起 饶是如此 柳飞雪还是一眼 就从里面看到了两件毛衣 大姐 你看这个毛衣好看吗 我觉得还挺漂亮的 她看的是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 上面绣了几朵雪花 简简单单的 倒是很漂亮 而且毛绒绒的 极衬肤色 妹子 你真是好眼光 这可是羊绒的 比羊毛要柔软的多 而且还暖和 这个白色的 你穿上绝对好看 那售货员也是会说话 上来就是一阵猛夸 柳飞雪也挺喜欢的 又从旁边拿了一件淡蓝色的 在身上比划 大姐 你说这两个颜色 哪个好看呀 都好看 不过要选的话 就这个白色的吧 我觉得白色的干净 还显得人白 是啊 我也觉得这个白色的好看 要不你试试 行 那就再拿一件吧 我们两个都试试 好嘞 那售货员自然是开心的 拿了两件白色的毛衣过来 让他们两个试 出来之后 都觉得不错 这个多少钱啊 第386章 前男友后悔了 10块钱一件 10块钱 这么贵啊 柳云霜和柳飞雪 都不约而同的来了一句 妹子 不贵了 这是羊绒的 你看穿起来多档花 还柔软 这要是放到百货大楼里面 最少得给你要15块钱 这衣服质量确实是不错 不过10块钱 也确实贵了 柳云霜看柳飞雪 却是真的看上了 便上去跟她讨价还价 最后 他们拿了三件 都是一模一样的 姐妹三人 一人一件 给了24块钱 合下来就是8块钱一件 而后 想去给几个孩子买衣裳 但是没有合适的 只能又去了百货商场 这边有专门卖童装的 倒是比以前的样子 要多不少 柳云霜觉得这个毛衣不错 便过去给四个孩子 一人选了一件 许志义是在跟前的 可以自己挑颜色 其余三个 就只能让他们帮着挑了 又看到了旁边 有卖保暖内衣的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他也觉得不错 便一人买了一身 一起 咱们给亲子和喜子 也买一身吧 他们跟着你 风里雨里的 也不容易 行 乔一起自然是高兴的 他跟柳云霜 虽然结婚了 可是这两个兄弟 从小就跟着他 也都跟自己家人一样了 连带着 冷剑国都没有落下 每人都挑了一身 饱满内衣 飞雪 是你吗 冷不丁的 有人喊他 柳飞雪一回头 居然看到了陈友德 出门没看皇历 真是晦气 柳飞雪冷哼了一声 便回头继续挑颜色了 陈友德却是直接上来 抓住了他的手腕 飞雪 我跟你说话呢 你干啥不理我 你干什么 给我放开 光天化日之下 就想耍流氓 是不是啊 柳云霜把柳飞雪的 手拉出来 反手就给他一嘴巴 大姐 您别生气 我这不是 这不是好长时间 没有看到飞雪了 我还想着 等快过年的时候 到家里面去拜访拜访呢 被打了 这人也不生气 反而是笑脸相迎的 柳云霜冷哼了一声 看他就像看垃圾一样 我们家妙小 可容不起你这样的人 以后打消这种念头 也别想着到我们家里面去了 我们跟你 可是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陈友德叹了一口气 好像十分懊恼的样子 大姐 我知道上次的事情 让你们生气了 回来这段时间 我也想了很久 其实不管是任何人 都比不上飞雪的 我们俩之间 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感情 也不是说断就能断了 你放心 我爸妈那边 我会说服他们的 飞雪 你就原谅我吧 说完 还一脸深情的看着柳飞雪 我可不吃回头草 再说 就你这样的 谁知道你是咋回事呢 是啊 估计是相亲没有想到合适的 这又想回来找你呢 飞雪 你可要擦亮眼睛 现在这个社会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她一边说着 一边死死的盯着陈友德 这样的人渣 根本配不上她小妹 若是她想做什么的话 那她不介意 再教训教训这个渣男 大姐 真的误会了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心里面是有飞雪的 也是真心实意跟她道歉的 乔一起听着动静 赶紧拿票过来了 她刚才是去交钱了 一看是陈友德 直接推了她一把 滚啊 别缠着我媳妇 她被推的一个亮枪 但看清前面的人的时候 也没有了脾气 赶紧上前解释 大姐夫 你误会了 我这是出来买东西 正好碰到了大姐和飞雪 就过来说几句话 你的话说完了 赶紧滚 别在我们跟前阿言 大姐夫 别叫我大姐夫 我跟你可没什么关系 以后不要缠着飞雪 不然的话 说着 眼神不善地 往她身下瞅了瞅 不知道为什么 陈友德突然觉得下身一紧 好像那种疼痛又过来了一般 可是 乔一起为什么会那样看她呢 那件事情 可是她的秘密啊 飞雪 你原谅我好不好 上次的事情 是我不对 你只要不生气了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你就离我远一点 真的好恶心啊 你还好意思 咱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我看那些感情 都不如为了狗 你既然觉得我小门小户出身 配不上你这种双职工家庭 那你就不要来招惹我 真是恶心死了 陈友德 你真的让我超级看不起你 他这么说完 对方也不气馁 居然还想上前来 旁边柜台的大姐 也听不下去了 我说这位同志 你买东西不 不买就赶紧走 你再这样 纠缠我的顾客 我就要叫人过来了呀 毕竟这可是大主顾呀 刚才买了他那么多保暖内衣 维护一下也是应该的 你 陈友德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不自在 不过立马就被他压下去了 飞雪 你先买东西 我到门口去等你 他刚想拒绝呢 这人居然转身就走了 大姐 我不想跟他说话 等会儿咱们出去了 估计还得碰到他 烦死了 看着柳飞雪这态度 柳云霜也松了一口气 只要他不犯傻 不心软 其余的事情都好说 没事 有我跟你姐夫在哪 他不敢做什么的 咱们再过去那边看看 说不准他就走了 嗯 行 林了 柳云霜还不忘了 跟刚才的售货员道谢 毕竟人家维护了他们 又过去买了两本故事书 给几个孩子 一人买了一个玩具 都是在县城供销社 没有见过的 既然到了市里 那就多买一点 等他们出门的时候 果然在这里碰到了陈友德 一看到柳飞雪他们出来了 对方殷勤地跑了过来 飞雪 大姐 大姐夫 我来帮你们拿吧 居然伸手就要过来 拿他们的东西 这么自来熟 可真是不要脸 不用 用不起 离我们远一点 再跟着我们 小心让你好看 柳云霜说话都这么难听了 他还是没皮没脸地跟了上来 第三百八十七章 沁子的愤怒 飞雪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他一边跟着走 一边给柳飞雪道歉 等到走了一半路的时候 柳飞雪彻底生气了 直接停下来 朝他吼了起来 陈友德 你能不能要点脸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我真的很讨厌你 他刚这么一说完 柳云霜便看到了 迎面走过来的沁子和喜子 飞雪 怎么了 这人欺负你 沁子上去 直接把柳飞雪拉在了身后 并且 跟陈友德对上了 上次的事情 他也跟着去了 而且那群人都是他找的 所以他认识陈友德 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杂碎啊 现在又来找我们飞雪干什么 沁子的态度十分不好 柳云霜都怕他 下一秒就要动手 兄弟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是过来给飞雪道歉的 我们今天能遇上 这也算是缘分 飞雪 你过来 咱们两个说说话好吗 他故意把语气放得很温柔 就是想让柳飞雪心软 说你妈 只是没有想到 沁子上去 就给他给了他一拳 直接对着他的眼眶子下去 瞬间就轻了一大片 他也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直接动手了 被打了之后 朝后一裂前 差点摔倒 整个人都是猛的 沁子 你怎么打人呢 柳飞雪也是一阵震惊 直接对上了他的脸 沁子先是惊讶 随即是失落 我 我就是 看他一直在骚扰你 一时没忍住 没忍住 你也不能打人呀 就他这样的 也不值得你打 怎么样 手疼不疼 好家伙 柳云霜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以为小妹对这个人 就情复燃了 没想到 居然是心疼沁子的手 就连沁子也猛逼了 这是什么情况 飞雪 我挨打了 你没有看到吗 对面的陈友德 委屈巴巴的说了一句 我看到了呀 你应该庆幸 现在是法治社会 不然的话 我早就宰了你了 好了 趁我现在还没有发火 赶紧滚吧 你让我去哪呀 咱们好不容易碰上我 我是真心实意 想跟你道歉的 咱们两个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怎么能说忘就忘 我承认 之前是我想错了 可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发现我最放不下的 还是你 飞雪 我不能没有你 哼 那可不好意思 我对你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 而且 我现在已经有对象了 希望你能做个人 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什么 你有对象了 不可能 这才多久呀 你怎么会有对象 那怎么不可能啊 咱俩还没分手呢 你不就出去相亲了 这也一年多了 我怎么就不能再谈对象了 实话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对象 说着 他便挽上了沁子的胳膊 柳云霜 瞧一起 连带着旁边的喜子都震惊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什么时候的事 啊 难道说 为了弃辰有德 柳飞雪居然敢扯这个谎 你 你怎么能看上他 连个工作单位都没有的男人 他明显是不甘心的 有些气急败坏的 那又怎么样 你倒是有工作单位 可是你算得上市的男人吗 我真瞧不起你 陈友德 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就是 别让我再看到你 不然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镜子眼睛里面的凶狠 不是说着玩的 果然对方瑟瑟了一下 有些气急败坏的 好 好 我看就是你提前有了别样的心思 才故意这样的 故意跟我们家要踩脸 故意跟我分手 柳飞雪啊 柳飞雪 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出来 沁子上去又是两拳 紧跟着 把人撂倒在地上 直接朝着肚子踩了两脚 柳云霜有些惊了 这陈友德也算是部队里面出来的人 每天的基本训练还是有的 怎么到了沁子手里面 连一点点还手的能力都没有了 等他彻底起不来了 旁边也有人过来探头探脑的看了 瞧一起这才开口 行了 别打了 若是以后再来骚扰 直接报警便是 走吧 他的话 没有一丝温度 不过 这几个人都冷哼了一声 跟着一起往前走 柳云霜凑到了柳飞雪跟前 神秘兮兮的问了心中的疑问 小妹 你跟沁子 哎呀 没有 大姐 刚才不是特殊情况吗 哎呀 我不跟你说了 怎么说着就跑开了 还有点语无伦次的呢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轮到他猛逼了 旁边的喜子 直接对了沁子一把 你是个棒吃啊 还不赶紧追 哦 哦 沁子这才反应了过来 拔腿就朝着他离开的方向 追了过去 柳云霜也挺纳闷的 看向了乔一起 眼神里面有控诉 你兄弟把我妹妹骗走了 这是啥时候的事啊 乔一起摊了摊手 表示自己也很无辜 他怎么知道 每天但凡有点时间 都想跟柳云霜腻歪在一起 谁会关心那些事啊 不过他不敢说 要是说出来 他媳妇一定会揍他的 回头 我问问沁子走吧 走 咱们先去超市里面 行吧 也只能这样了 他们的计划 是买完东西就回去的 可是现在柳飞雪跑了 沁子也跟着跑了 起码要等着 他们两个人回来再说 旁边的许志义 还有些纳闷呢 小声地问他 妈 我小姨怎么了 没事 你小姨去那边看看 咱们到店里面 去等着他们就好了 他们直接去了 一楼的一间办公室 这是特意留的 不仅可以办公 还可以用作员工开会 偶尔也可以做一些账 现在还没有利用起来 正好就让他们过来休息 不一会儿 喜子回来了 那陈友德 在那待了一会儿 见大家都瞅他 觉得有些抹不开脸 就灰溜溜地走了 应该也没啥事 今天看到飞雪姐 估计也是偶然碰上的 等咱们这边开业结束了 我就去打听打听 看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第388章 过分羞涩 行 麻烦你了 喜子兄弟 本来是已经回来了 不过瞧一起 又让他过去看看 就怕这人再过来纠缠 那就太麻烦了 好在 他还是个识趣的 已经离开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左右 柳飞雪和沁子 才磨磨唧唧地回来 两个人都低着头 有些不好意思 柳云霜看着柳飞雪 脸上有一抹可疑的红玉 心下便了然了 这二人 八成是成了 看来 回头他要赶紧准备嫁妆了 不过 面上也没有多闲 既然回来了 咱们就回家吧 时间也不早了 行 回家吧 柳飞雪也没有多说什么 抱上许志义 率先走了 庆子自然是陪在左右的 就像是个跟班一样 一直追着他 乔一起过来 揽住了他的肩膀 看来 用不了多久 咱们家又要有喜事了 柳云霜也愧叹了一声 是啊 有喜事好呀 只要不是上辈子的陈友德 那就是好事 几个人回家之后 气氛好像变得十分诡异 柳飞雪虽然也是 和平常一样 帮着做饭什么的 不过 庆子一直在他周围徘徊 跟他说话 也不怎么搭理 偶尔就脸红一下 这是咋了 柳云霜都纳闷了 他之前不是也跟陈友德 谈对象了 也没见自己的小妹 这么羞涩啊 不行 他得赶紧去问问 这到底是咋回事 所以 吃完饭也没有洗漱 便柳飞雪拉回了房间 客厅西边的屋子 是专门给他留的 现在两姐妹 一个坐在床上 一个坐在椅子上 大姐 你是不是想问我 和庆子之间的事情 是啊 你们两个这么不自然 当我眼瞎呀 赶紧说说是咋回事吧 文言 柳飞雪又羞涩了起来 就是白天嘛 我不是说他 是我对象嘛 然后庆子就追上来了 是 之前他就跟我表白过 只不过 我想考虑考虑 后来 他问我是不是考虑清楚了 但是当时我是真的 只想打发了陈友德 我发誓 说着 还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信誓旦旦的样子 好了 说重点 不用发誓 柳云霜也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后来 我就说还要考虑考虑 然后庆子就说 让我不要考虑了 他跟我说 他攒了有五千多块钱 到时候全部都给我 如果我跟他在一起了 以后也都说我说了算 杂七杂八的 也就是这些 说完还有些不好意思的扭捏了起来 不过柳云霜的重点 却是在那五千块钱上面 庆子居然攒了五千块钱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呀 而且 他愿意把钱都放在你的手里面 就证明是想跟你真心过日子的 你不管喜不喜欢他 都要好好考虑考虑 我知道 不过那是他的钱 我也不想拿着 之前我跟陈友德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说过 现在男女平等了 个人的津贴 肯定是要个人分开放的 无耻呀 这人简直无耻 我跟你说 飞雪 你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洗脑了 他就是不想跟你有未来 所以他要拿着自己的钱 这样他不吃亏呀 还能占便宜 这就是人品不一样 这么说来 庆子还是不错的 所以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也说不上喜欢或是不喜欢吧 我觉得 庆子这个人挺好的 也挺有能力的 而且对我说的话也上心 如果相处相处 也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要说有感情什么的 我还真的没有往那方面想 所以你就是不讨厌他 不应该啊 你这么羞涩 就跟热恋气一样 咋可能只是的不讨厌呢 柳云霜这么一问 柳飞雪更是脸红的抬不起来头 大姐 你别问了 反正我觉得 庆子还可以 我想跟他相处一段时间看看 如果行的话 那就行 不行的话就再说呗 说着 居然开始催促他离开了 柳云霜有些猛逼 这咋回事呀 话还没有说完呢 怎么就不让说了 不是 飞雪 你们俩现在是决定在一起了 是临时起义 还是咋的 你得跟我说清楚呀 哎呀 大姐我 我明天再跟你说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一会儿 我姐夫该着急了 这都哪个哪呀 他怎么这样 抱着疑问 回了自己的房间 乔义气已经洗好澡了 看他如此 便问了一句 怎么了 飞雪没跟你说 说了 说是要跟庆子试试 可是我咋感觉他那么害羞 有点不正常呀 闻言 乔义气倒是笑了起来 那肯定就是发生了不正常的事情呗 庆子这小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他这么一说 柳云霜的眼睛瞪得老大 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 不会吧 有什么不会的 人家现在已经在谈对象了 有一些亲密接触也很正常的 好了好了 不要想这些事情了 你快去洗澡吧 这段时间这么忙 我每天都清心寡欲的 早就饿得不行了 柳云霜有些无语 瞪了他一眼 这人自从办了酒席之后 真是每次说话都特别露骨 见他没动 对方反法拽着他的衣脚 开始撒娇卖蒙了起来 媳妇要不要我帮你洗啊 我帮你去好不好 得 得 我自己去吧 不用了 受不了 真是受不了 因为市里面的超市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决定三天之后开业 到时候 这边能闲出来的人都要跟着去 柳云霜他们是提前一天过去的 就住在了瞧一起原来的家里面 开业当天 也是早早的就过去帮忙了 庆子和喜子一人拿了一挂鞭炮 连带着李店长和另外三个店员 一共六边鞭炮 噼里啪啦的响得不停 周围的人都关注着这个店铺呢 主要还是这些电器 因为现在这种东西是属于不要票的 而且也不是限量供应的 他们自然是想过来买的 因为就算是你有钱 有些也是买不到的 第三百八十九章 超市开业 现在生产力比较低迷 这种高科技还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接下来就是讲话了 柳云霜和乔一起都不是很感冒 便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李店长 不过今天开业第一天 他们这个超市也是搞了很多的活动 有满减 满十块减一块 尚不封顶 还有赠品 各种各样的赠品 消费满一百 赠送一套茶杯 消费满两百 赠送一堆暖水瓶等等 只要是买电器 这种是非常好达到的 而且 只要购物超过一块钱 就可以去抽一个红包 每个红包里面都是有钱的 一分 两分 一毛 两毛 反正没有空包 众人都觉得很欢乐 也都愿意去尝试一下 毕竟家里面油盐酱醋什么的 还是要买的 在哪里买都是一样的 这边还能领红包 怎么这也是个得便宜的事情 一时间 整个店铺忙忙碌碌的 全部都是人 就连周围的人也都吸引了过来 不光是店员过去跟着解释 就连旁边的顾客 也会跟着新来的顾客说上两句 他们还准备了不少传单 上面也写得清清楚楚的 一时间便人流不断 柳云霜等人 也各自在旁边忙碌着 乔一起特意把许志义 放在了收银台旁边 让收银员在这盯着点 人太多了 万一这小家伙跑出去了 人生地不熟的 跑丢了 那可就麻烦了 好在 许志义很懂事 让他在那 就乖乖地在这吃着一根大麻花 等到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快累死了 不过还是按照原计划 到了九点才关门 因为现在天气还没有特别冷 晚上下班之后 还会有一些人出来六十的 这个时候 见还有开着的店铺 不管是出于好奇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都会过来转一转的 因为其他店铺 包括百货大楼 都是下午五点三十分就关门的 他们现在是自己干 时间上面就能自由很多 员工也是早晚班分开的 晚上走得晚的话 早晨就可以晚来一点 都是乔一起跟李店长商量的 跟后面大型超市里面的员工上班作息是一样的 活动一共搞了三天 后面两天正好是周末 不上班 不上学的人特别多 这边声势又比较浩大 亲子特意买了一个大喇叭过来 一直循环播放着这边的活动 加上地理位置又好 最后这两天人多得简直不行 等活动结束了 就到了算账的时候 这个事情 还是交给了柳飞雪 他本身对于这些东西的竞价 库存什么的 都是了如指掌的 而且 柳云霜觉得 毕竟是过钱的事情 还是要交给信的过的人才好 几个人都在办公室等着他算账 算盘子啪啪啪的 打得很响 其实这边是有计算器的 只不过他用这个习惯了 就没有换 一阵操作猛如虎 等他停下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聚了过来 柳飞雪本人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瘫坐在了椅子上 我的妈呀 咋了 飞雪 你快告诉大家 到底是有多少流水 亲子也着急啊 毕竟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了 要是一泡而红 那么以后肯定会节节攀升的 也会鼓舞士气 让大家自信心爆棚 要是一开始就不温不火了 那么后面 多少会磨灭一些意志 大姐 大姐夫 你们猜有多少钱 不知道 不过看你这个表情 应该少不了吧 柳云霜跟着调侃了一句 柳飞雪 还是一脸没有回过神来的样子 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二块 居然有六万多啊 这才三天 三天而已啊 天呐 六万七千多 真的吗 庆子和喜子 也有些不敢置信 连忙拿了他的计算单子过去看 没问题 我都算了三遍了 就是六七五四二 柳云霜知道 肯定过万了 但是也没想到 会这么多啊 也跟着忍不住高兴了起来 太好了 咱们这个超市 真是开队了 旁边的李店长听到了 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乔也 嫂子 太好了 我们前期的努力 没有白费 所有人 都是激动的要死的 乔一起却是点了点头 还算比较冷静 咱们前三天 主要是占了有活动的光 买电器还有折扣 再加上送东西什么的 有些人觉得新奇 便会过来买这些东西 像电器这些 并不是消耗品 基本上这次买了 就不会再买了 所以后面 肯定是没有现在的流水膏 也是正常的 你明天开会的时候 大概的提一嘴 不要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行 没问题 李店长现在 已经笑得嘴都咧到耳后跟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 行了 镜子 中午的时候 去旁边的饭店买几个好菜 给大家加个餐 好嘞 我这就去 走 喜赞 多谢老板 多谢老板 李店长连忙感谢 现在这边不能离开人 吃饭都是分开去的 瞧一起打包回来的东西 自然也是给他们改善伙食的 等这边的人都走了 就剩下他们两个和许志义之后 柳云霜才敢展露真实的自己 一切 咱们这次是不是真的要发财了 是啊 不过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事情 后面的销售额估计会下来 你也不要气馁 另外 咱们的利润没有那么高 这个电器净价成本就很高的 这三天的销售额里面 电器就占了80%以上 我们还是要稳定一些 一个是货源 二是产品上心也要跟上 最主要的 还是要把名气打出来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边电器卖得好 后面有需求的 也会跑过来的 毕竟 市里面说大不大 等大家都对这个超市 有一定的认可度了 后面的营业额肯定也会上来 对 你说的太对了 这就是品牌效应 咱们一定要好好地利用起来 另外 县城里面 咱们也可以开一家这样的超市 你觉得呢 嗯 可以是可以 不过别着急 等这边稳定一些再说 有了亲身经历 也能规避一些问题 第三百九十章 许兰春闹离婚 人家都说 八十年代遍地黄金 柳云霜只知道 这个时候 大家手里面会有一些闲钱 所以 小打小闹的做点买卖的 肯定会挣钱的 但是 一下子挣上几万块钱 是之前从来都不敢想的 所以说 人还是需要慢慢进步的 也正因如此 他又开始着急 县城汽车站的小卖部了 跟乔一起商量之后 还是决定让程小燕过去 他家本来就在县城里面 每天都是 骑自行车过去的 现在换了一个地方 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如果是许志念的话 还需要回来住 就比较麻烦 而且这边的店铺 也不是让他长期在的 后面 乔一起看中的那些店铺 有一个离他们家住的地方非常近 平时走路也就是十分钟的样子 连自行车都不用骑了 柳云霜也跟他说过了 等把这边弄得差不多了 再带起来几个人 就让他去那边开小卖部 而且会让他全权负责的 他们这边的小卖部虽然小 可是也最少要两个人以上 那就是说 最少是有一个负责人 毕竟还有库房呀 存货呀 以及配合柳飞雪后期的盘点 对账什么的 姑且 就说是个小店长吧 程小燕已经有经验了 到时候也可以胜任 而他肯定也会给店长 多几块钱的工资 毕竟人家干的活计比较多呀 大棚里面的活计也比较稳定 现在蔬菜都属于生长期 这两天也不用给其他的地方送 只有最开始的两个大棚里面的 叶子菜能吃了 也就是每天摘一点 送到大市场那边的店去就可以了 还是蛋类比较给力 每天都比较稳定 哪怕是天冷了 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他们的蛋 质量好 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这天 天已经冷了起来 他穿上了那件白毛衣 外面穿了一件藏蓝色的尼子大衣 配上一条黑裤子 便往陈楚娥家里面去了 许志义也穿得厚厚的 跟在他身边蹦蹦跳跳的 什么烦恼都没有 他是直接去的小卖部 现在陈楚娥整天都在这里 村里面的CBD 也就是这里了 因为天气冷了 大道口那些说嘴的妇女 也都散了 反而是他这个小卖部 人气比较旺盛 一看到他过来 众人都过来打招呼 哎哟 云霜啊 这是要出门啊 穿得这么利索 没有 今天没啥事 过来看看子燕 陈楚娥自然是知道 他是过来找他的 所以便高高兴兴的 给他搬了一把椅子 顺便倒了一杯热水 这孩子睡着了 他爸在后面看着呢 云霜 你们家里面的大棚 最近活多不 还行 有大嫂和月兰 在那边呢 能干得过来 旁边的妇女听到了 也是暗自择舌 你瞅瞅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一开始都说 许兰春命好 嫁给了一个 有工作单位的男人 可是你看现在 咱们云霜 可是比他过得要好得多了 就那乔同志 长得跟大明星似的 咱们队里的大姑娘 小媳妇 谁见他不脸红 这云霜也不一样了 你瞅瞅这结婚之后 人也漂亮了 也年轻了 就连几个孩子 也都跟之前不一样了 家里家外的这些个产业 可真是羡慕死人了 谁说不是呢 那许兰春一开始都说 是个有福气的 你瞅瞅 现在成啥了 对了 你们还不知道吧 这人呀 在老秦家闹离婚呢 啥 闹离婚呢 柳云霜还真的感兴趣了 本来就说 盯着点那点的事情 可是最近一直忙着 都没有人过来说 没想到今天 还有意外收获 一看他对这个感兴趣 李家大嫂做事 就说了起来 可不是的 他们不是搬去县城了吗 跟我老妹子他们家 住在一栋单元楼里面 听说他家天天吵吵闹闹的 这许兰春觉得 秦玉良配不上他 要跟他闹离婚了 孩子也不要了 说是要去京市 找许之威和他的富豪老爹呢 好家伙 他可真敢想 之前多宝贝那孩子 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 这心可真狠 谁说不是呢 不过你想想 要是去了京市 人家大老板真的要他了 那以后的日子 可不就是吃香的喝辣的了 谁愿意憋屈在这个小县城啊 而且他那对象 也不是啥好的 听说工作早就被人给撸了 不然也不可能到咱们队里面 来成包山头 是啊 之前就风言风语的 说这人品行不端 不过长得也不错 怎么能是那样的人呢 谁知道呢 不过我跟你说啊 人家老秦家 可是不愿意离婚的 都说娶了个媳妇不容易 现在还有孩子 咋能说离就离了 如果许兰春非要走 就要赔钱 不然的话 人家是不放他走的 听到这 柳云霜也算是明白了 京市的富豪 肯定是有钱的 这秦玉良也不算多傻 知道他媳妇 现在心已经不在老秦家了 如果能在最后捞一笔 也不算很亏 况且 他还有何进呢 许兰春确实等不得的 再不过去黄花菜都凉了 哎呀 咋还能这样呢 要我说 这媳妇都要给他戴绿帽子的 要不要的 还有什么意思呢 李家大嫂称怪了一声 随即又开始解释 你那是什么话 人家可是大老板 随便从手指头缝里面 露出来一点 都够咱们一辈子 吃喝不愁的了 那老秦家娶媳妇之前 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加上 现在又有了一个孩子 肯定是不能让他 轻易离开的 不死也得八层皮 你看着吧 大家都叹了一口气 觉得这个事情 太过戏剧性了 李家大嫂想巴结柳云霜 转头便问他 云霜 这个事儿 你怎么看 我能怎么看呀 许兰春这么闹 是打定主意 要去京市了 可是人家沈老板 也没说要他 你没听沈夫人说了 人家沈老板想好的 可不止一个半的呢 许兰春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人家凭什么看上他呢 这一步棋 他是走错了 第三百九十一章 从队里面找人 柳云霜这么一说 其他的人也都拿过闷来了 谁说不是啊 要是人家大老板 真的要他 早就帮他跟老秦家离婚了 还能等到现在 就是 这许兰春 估计就是自己 在那做梦吗 人家能把女儿认回去 就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 现在队里面 都在讨论老许家的事情 不外乎就是许兰春 会不会被沈老板认可的事情 还是许家太高调了 一直认为 自己将来一定是沈老板的亲戚 便开始白日做梦了 昨天我碰到了林青青了 好像说是 这许兰海的工作 也要辞掉了 刘家大嫂的文言 也是一阵的诧异 傻 那可是钢铁厂的正事工啊 他还要把工作辞了 是啊 这不是攀上高知了 要是真的让许兰春去了京市 那许兰海作为亲哥哥 还上过高中 肯定要弄过去的呀 这家伙有文化 还当过正事工 怎么说也是一大助力 到时候这沈老板一枚 还不得帮着许之威 争点家产呀 柳云霜这么一听 便知道许兰海打的是什么主意 没准他自己之前 就这样在村里面说过 还帮着争遗产 真当沈夫人是傻的吗 你还别说 没准是真的呢 咱们以后遇到他 还是要小心一点 有些不该说的话 可别去冒傻气 是啊 老许家的人最爱记仇 让他们得了权势和钱以后 没准会记恨我们的 那他也不敢 这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他想做什么 如果是犯法的 就算你再有钱 也是会被制裁的 陈楚娥作为干部家属 一直以来都比较相信 国家和法律 他这么一说 其余的几个人 便不说话了 正好 张长明也从后院过来了 抱着张子燕 行了行了 我这东西也买完了 咱们就回去吧 也该做饭了 是啊 那就回去吧 云霜呀 有空咱们再聊啊 即便知道许之威 被大富豪认回去了 可是大家还是不愿意 得罪柳云霜 甚至是想要跟他交好 毕竟在队里面 他家现在也是数一数二的了 几个人点头过后 便算做了打招呼 便离开了 许之威倒是很开心 大人说的那些事情 他不感兴趣 看到张子燕过来了 便过去逗他 小宝宝现在已经快一岁了 扶着东西都可以站起来了 张长明让董木匠 打了一个大一点的婴儿床 放在了柜台后面 平时陈楚娥忙的时候 就把他放到这里了 四周都是有围栏的 还都挺高的 不会掉到地上 以后呀 你不要跟这里面的那些妇女们搅嘴 我可没跟他们说什么 这不是闲来没事 都过来聊天了 陈楚娥不搭理他这个茶 眼见有人过来帮忙了 他便也拉了一个椅子过去 跟柳云霜坐到了一处 刚才一直忙着聊老许家的事情 都没有跟他好好说话 云霜 听说你们在汽车站那边 也准备开一个小卖部呢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这两天就开始上货了 我今天过来 也是想要说这个事 是吗 那可真好 陈楚娥是由衷的为他高兴的 总觉得已经苦尽甘来了 倒是张长明听出了他的话中话 连忙问道 柳云霜同志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了 只要队里能帮你解决的 一定会帮忙的 大队长 没有什么别的麻烦 就是我们那边 现在需要两个人 已经定了许之城 和另外一个有经验的店员 过去帮忙了 就想着再雇一个人 嗯 这是好事 要是忙不过来 确实是得雇人 不过要找那种知根知底的 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再一个手脚必须干净 这小麦布里面小东西太多了 要是手脚不干净 时间长了 也是损失 张长明说的头头是道 柳云霜就知道自己没有来错 确实是这样的 我是这么想的 你看咱们现在队里面的地 已经分开了 这家里面有的人多的 平时也是需要出去打零工的 如果有合适的大姑娘 小媳妇 或者是手脚力锁的小伙子 都可以过来我们这边 他这话刚说完 张长明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随即站了起来 柳云霜同志 你的意思是想要在咱们队里面找呀 不怪他惊讶 因为大市场那边的店 他们也是知道的 冷建国和冷流雨露 两个人就不说了 人家可是亲姐俩 实在亲戚呢 再就是许之念 那是因为跟杜若洪关系好 包括许之城也是 剩下的就是程小燕了 人家是金文静的嫂子 算是个城里人 又有文化又聪明 按理说 这又要开店了 自然是要从城里面找了 没想到 他居然动了回队里面 找人的心思 是啊 大队长 我从小在咱们队里面长大的 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帮助一些人 现在咱们生活虽然好了一些 不过也就是饿不死的状态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尽一份力 太好了 太好了 柳云双同志 我没有想到 你居然还有这么高的觉悟 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 不就是卖货做店员吗 那我就给你找小伙子 找那种又细心 又灵活的小伙子 还能干活 搬个东西什么的 也很方便 张长明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没飞色舞的 便开始计划上了 大队长是这样的 你这次多帮我找几个 也不要太多了 我算了算 就是四个左右吧 四个 要那么多干啥 不是已经有许志诚了 再叫一个也就够了 是再配一个人也就够了 不过我想着 既然找 就多找几个 我有用的 大队长你放心 不会叫你难做的 柳云双这么一说 张长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人家肯定是有自己的用处 这人又不像是其他人 说话今天一样 明天一样的 那行 你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 肯定给你办好了 第三百九十二章 许兰春跑了 能给大家工作这件事情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好事 一个月 哪怕是挣十块钱呢 一年也有一百多块钱 对家里来说 就是一项不错的收入了 像他们平时出去干活 也是有活就干 没有活只能闲着的 而且不少人家里面都有多余的劳动力 现在能有这种工作机会 虽然不是厂子里面的那种正式工 那也是也十分难得 张长明的动作很快 隔天下午就带着四个人过来了 三个小伙子 一个大姑娘 等几个人都做到堂屋的时候 大队长便开始介绍了 柳云双同志 你看 这四个孩子怎么样 都是本生产队的 干活和人品 都是有口皆碑的 张长明找的人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做个自我介绍 张长明这么一说 旁边的小伙子立马就站了起来 哪怕是之前就认识 也没有扭扭捏捏的 包括那个女生 也是大大方方的 行 都挺好的 咱们这个活计 还是需要去店里面实践的 要会卖货 会算账 能够跟顾客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你放心 柳云双同志 他们试的都是上过初中的 这小丽还上过高中 算账找钱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柳云双点头 对于这一点 也是十分满意的 那就先去试一试 咱们虽然都是一个对上的 不过有些事 还是需要提前说明白的 店里面的活计 轻松 但是杂事多 你们想要留下 也得经过一系列的考核 只有各项都达标了 才可以 这个有问题吗 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 来之前 我都说好了 你干不了 肯定不能滥鱼充数的 这个 就放心吧 行 那就明天早晨 跟着一起去那边吧 这件事 也就说定了 人员怎么安排 就交给柳飞雪了 两个是汽车站那边 剩下两个在大市场那边 到时候程小燕过去了 这边还有三个人 许志念也不至于忙不过来 等这几个都出图了 后面还可以继续开新店 这样虽然慢一点 不过稳扎稳打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不一会儿 乔一齐也回来了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 可以的 你做主就好了 咱们也不着急 对了 媳妇 今天开始上货 估计大后天就可以开业了 我之前在梧桐街那边 还有一个房子 沿街正好有五间 要不咱们县城里面的超市 就用那个吧 改一下 还是挺大的 柳云霜一听 瞬间来了精神 那可挺好的 这样一来 咱们就不需要再去找房子了 自从市里面的超市稳定了之后 这两人便决定 在县城里面 一定要开一个类似的 现在就是属于干啥都会挣钱的阶段 不过 也就只准备开一个这样的超市 其余的 还是以小卖部为主 需要简单的改造 到时候 这边还是需要不少人的 咱们得提前准备起来 另外 之前我在黑市认识的那群人里面 也有不少能用的 我就先叫几个人 过去市里那边跟着学习学习 张师傅这边把房子收拾出来 估计也需要一段时间 不着急 慢慢学吧 正好我在队里面 也找到了合适的人 有四个 大队长今天带过来跟我说了 我觉得都还不错 让他们也过去先试试 行 人员问题解决了 回头让亲子跟喜子 再去跑跑货园 现在 咱们店不开的多了 从别人这里拿 自然是没有一手货园要挣得多的 也值得跑一趟了 你是说要去南方那边 是啊 那边情况 到底要比这里好得多 让他们过去看看 有合适的 以后就能长期合作 柳云霜知道 现在去一趟南方 不是那么容易的 路上也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人 可能会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比如说 抢劫什么的 可是乔一起这么说了 估计就有十足的把握了 行 可以过去看看 不过 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咱们县里面的这个超市 也不着急 能在年前开业就好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趁着过年之前开业 到时候 还能卖一点年货什么的 这个可是个好机会 咱们不能错过了 嗯 两个人商量着 越来越觉得 未来有希望 实际上 乔一起主要是觉得 柳云霜对这些事情感兴趣 他自己也想做点实体经济 将来赚的钱的来源 也好说 如果说 现在什么都不做 他们一家人彻底养老 那他也是能包得住的 等到晚上的时候 他没想到杜若红过来了 大嫂 是落下什么东西了吗 毕竟 这才回去吃了的饭 刚才白天 可是一直在这里干活的 没有 这不是过来 跟你聊聊天吗 云霜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是关于那边的 他这一说 柳云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肯定是许兰春那边 又作妖了呗 大嫂 出啥事了 今儿的老三 把执行他爸叫走了 说是要拿钱 后来问了才知道 许兰春想跟那边离婚呢 但是老秦家不愿意 说是 如果非要走 那就必须要赔钱 许兰春手里没什么钱 就想跑 啥 他想跑 可是跑了能做什么 他跟秦玉良 是有结婚证的 受法律保护的 就算是到了京市 人家承认他了 那也是不清不楚的 他是不是傻啊 现在的人 对于结婚证这种东西 都是觉得可有可无的 说白了 还是对法律这些 知道的太少了 谁说不是呢 我以为借钱 是为了给老秦家 可是逼问下来才知道 原来是许兰春打定了主意 准备到京市去呢 杜若红叹了一口气 同样是有些无语的 要是说 把秦家的钱给了 他还能理解 这就不打算跟人家说了 准备直接跑路了 好家伙 柳云霜也是有些不可思议的 这许兰春什么时候 有这种魄力了 第三百九十三章 许兰海也跑了 我估计啊 这事跟老三脱不了关系 听杜若红这么说 他也算是反应过来了 你说 这件事情 是许兰海村多的 八九不离十吧 许兰春就算是想去 京市过好日子 可是 他那脑子 也不可能想到这些 但是许兰海就不一样了 他才不在乎那么多呢 如果能让他过去 吃香的喝辣的 变成人上人 这家伙绝对会不择手段的 你信不信 这些话 他是相信的 许兰海从来就不是 什么好人 就从十几年前 能把自己的亲妹子 送到别人的床上这件事 就证明了 他人品不行 那他要是跑了 老秦家能干嘛 不干 能咋办 人都没了 他要是真的想让人回来 就只能去京市要人了 杜若红这么一说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老许家最会虎脚蛮缠了 老秦家虽然之前 一直在镇上生活 可是自诩书香门第 说话什么的 都是客客气气的 那些泼妇骂街的勾当 自然是不会做的 所以 这次还真的让他们钻了空子 闻言 杜若红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估计早都跑了 中午的时候 我也没有太在意 这等到晚上回去的时候 才发现 放在柜子里面的 二十块钱不见了 跟执念他爸打了一架 这才说了 我估计啊 这人可能都已经到京市了 啥 你是说他动了你的钱 柳云霜没有管那两人 而是问了这个事情 是啊 我留了个心眼 并没有把所有的钱 都放在一起 这二十块钱 还是准备过两天 支撑去县里面上班 给他买两身衣裳的 谁知道呢 这个许兰江 居然偷偷地给我拿走了 你说 我能不生气吗 唉 柳云霜只是叹了一口气 并没有说什么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 他插嘴不合适 不过 走了就走了吧 走了也好 我想着 如果这二十块钱 能买个清净 那也算是个好事了 就怕人家沈老板 看不上他 过两天又跑回来了 到时候 老秦家也不要他了 这又回到咱们生产队上了 我这好日子 就又要到头了 杜若红是真的害怕 现在他在菜地上班 两个孩子 也都在县城里面挣钱 许之心能帮着 家里家外的忙 或者 剩下一个许兰江 别的不说 地里面的活 基本上都没有 让他插过手 只要一家人好好干 心往一处放 劲儿往一处使 那么 将来的日子 肯定不会太差的 可若是许兰春回来了 别人不说 这个许兰江 肯定是要胳膊肘往外拐的 云霜 你说 要不然我就跟他爸离婚吧 这样的日子 我也不想过了 这个事情 我给你出不了主意 你还是要跟几个孩子 商量商量 他这么一说 杜若红也明白 毕竟是两口子呢 过了多半辈子了 哪能说离就离的 柳云霜不管怎么劝 到最后都是 会落埋怨的 我想着 如果许兰春真的回来了 他爸还这样的话 那我肯定不跟他过了 这就是个无底洞 我前半辈子都填进去了 后半辈子 可不能再犯傻了 这是其实挺好说的 看看现在的柳云霜 再看看自己 不就知道了吗 柳云霜及时跟许兰河离婚了 现在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呢 也算是好一点的 直接跟老许家分家了 果断地搬了出来 现在的日子也不错 可是如果有许兰江这个桥梁 那以后指定没好 他这个年纪啊 也不说什么情了 爱了的 就是为了几个孩子好 能看着几个孩子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 成家立业的 就算是圆满了 其余的 什么都不在乎 大嫂呀 你还是多注意注意吧 我觉得 最近这个许兰海 估计还会跑回来 不管到时候是什么情况 咱们之间要互通有误 柳云霜知道 老许家那边有事 肯定会第一个通知他们家的 不仅仅是许兰江 现在许志成也回来了 他是孙辈里面的最大的孩子 又是男丁 很得许老太的重视 所以 他们家肯定会得到第一手消息的 自己还是要防着点的 哪怕许志威去了京市 上辈子不就是这样吗 他在京市混得风生水起 等到回来之后 便把他们这些人 全部都搓磨了 现在 自然是不能让他如愿的 所以 这消息就尤为重要 那是 云霜 你放心吧 只要我知道什么事情 肯定第一个过来告诉你 嗯 两人也没有多说什么 杜若红也知道 柳云霜是很忙的 便回去了 瞧一起看他心不在焉的 有些担心 这是怎么了 刚才 大嫂说 许兰春跑去京市了 我这不是放心不下吗 那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这那样的人 根本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沈老板也不傻 怎么可能看上他呢 许兰春确实是 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可是你别忘了 还有一个许志威呢 那孩子 我总觉得奇奇怪怪的 你还记得我之前 跟你说的那个梦吗 你是说 是 在梦里 我也梦到了 他得了大纪元 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来就变得很厉害 然后 开始各种打压我们 我在想 是不是就是去了京市 这个事情呢 瞧一起看他愁眉不展的 走到了他的旁边 用手去捋顺他的眉毛 你别担心 明天我给沈老板去个电话 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 这种事情 是人家的家务事 咱们管不到 不过沈夫人也是个厉害的 他自己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呢 怎么可能会让许志威 变大变强的 这不是给自己的孩子 找绊脚石呢 可是 上辈子沈夫人 还是被许志威弄死了 或者说是他自己 有了什么问题 反正是死了 我就怕这孩子 狗急跳墙 万一对沈夫人不利 没有了人制约他 那他以后的日子 岂不就是风生水起了 不会的 你放心吧 明天我先打个电话 沟通一下 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第394章 秦玉良想要赔偿 好吧 柳云霜没有多说什么 目前也只能这样子了 隔天一大早 乔一起 便带着沁子和喜子离开了 他要去打电话 又不想去对部借用 加上要去看看 汽车站那边的小卖部 所以 便跟着去了县城 柳云霜倒是没有去 现在天气冷了 他也不想折腾许志意 留在了家里 新房子这边 是盘了炉子 有火箱的 他们今天过去 还会买些煤回来 柳云霜特意上了一趟山上 跟李国锋说了 让他去找两个劳动力 给他们砍一点柴火回来 除了家里面做饭烧的 还有要那种粗一点的 砍成一块一块的 留着生炉子用 虽然煤炭好 可是也不能一直用煤炭呀 等他交代完了 准备下山的时候 在沟门口 碰到了气势汹汹的秦玉良 他居然带着一群人过来了 身边还跟着合进 这是咋回事 柳云霜还有点担心呢 便朝里面走了一劫子 还好 不是过来找事的 这群人直接奔着后面的山去了 好奇心驱使 他便准备过去看看 正好出来未及的李国锋看到了 还有些纳闷呢 云霜 不是回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我刚才看到秦玉良 带着不少人过来了 不知道是要干啥呢 我总觉得 好像不太对 李国锋 你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行 那这就去吧 三爷听见了 赶紧把他手里面的 鸡石拿过来 你们去吧 这里交给我 他也觉得 柳云霜一个人过去的话 估计会很危险 有李国锋在跟前 还能好一些 起码 有个男人跟着 那群人也不敢太过分 两人也没有直接去人家的山头 这两家的山头中间是隔着一个山头的 只需要从这个山头绕过去就能看到那边的情况 只是刚走了一半便听见里面有哭闹声 是徐老太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 好 快 李国锋也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 两人便加快了速度 等到了中间的山头 网过一看 便能看到具体的情况 秦玉良身后跟着一群人 正在抓鸡和鸭子什么的 真真正正的是鸡飞狗跳了 地上是徐老太 哭天抹乐的 正在嚎丧 我说老太太 你也别哭了 赶紧把你的女儿和儿子交出来 不然的话 我们可要去派出所告你们了 我怎么知道 他们去哪了 也没有回来 倒是我女儿 在你家不见了 你还要给我个交代呢 你可别胡搅蛮缠 你儿子过去了两次 最后一次 说是两人要下去买点东西 这就没有再回来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把你闺女拐走了 你既然不知道 那我们就去报警 说话的这个人 是个年纪大的 应该是秦玉良那边的长辈 文言 徐老太慌了 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能报警 不能报警 都是自己家的事情 报警干啥 报警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也解决不了 我也解决不了 自然是要让警察 过来解决的 不然 这个事还能就这么搁下吗 我不管 反正不能报警 徐老太也是破罐子破摔了 就是阻拦着 要是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你也别以为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家女儿跟别人勾勾搭搭的 我们也没有说什么 想着现在都有孩子了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算了 可是他 居然做出了这种事情 这婚事必须离了 而且 我们还觉得 你家这是骗婚 现在必须赔偿我们家玉良 不然的话 一定会让你们家所有人 把牢底都做穿的 听这人说话 应该是个明白的 秦玉良倒是聪明 自己一句话不说 就在旁边站着 你别胡说 这个事情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 赔什么赔啊 怎么不赔 这山头当初承包的时候 大部分钱 都是我们家玉良出的 包括买这些小鸡 小鸭什么的 也都是玉良出的钱 现在你们家 弄这么恶心的事情 自然是要赔给我们的 难道 还准备在一块 继续做这些事情吗 他这么一说 徐老太也急眼了 那当然不行了 这山头 是我蓝海承包的 你想要走 那是不可能的 他秦玉良 又不是我们生产队 上面的人 凭什么给他 哼 不是你们生产队 上面的人 你就这么欺负我们 这天下 到底是有说理的地方 要么你就让我们 把这些东西都带走 要么你就跟我们 去派出所 咱们到底是要说到说到 具体怎么回事的 谁要跟你们去派出所 要去你自己去 徐老太自然是有些害怕的 不过仗着自己是个年纪大的 便开始撒泼打滚了起来 只不过 秦玉良那边 也叫了不少年纪大的 看他这样 丝毫不在乎 甚至 还有一个老太太上去 给了他两个嘴巴 两人就这样撕打了起来 李国锋有些无语的 看了一眼柳云霜 好像是许兰春跑了 老秦家不愿意了 想要过来要点钱 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我看着也是这个情况 不过 他们现在 这个山头 是不是办不下去了 也不一定 咱们再看看吧 秦玉良弄这么大个阵仗 听的意思 应该是想把山头要回来 放到他的名下 毕竟 他出的钱最多 现在肯定是不愿意 便宜老家的人的 还你想干啥 现在可轮不到你了 走 把这老太太带走 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 那可不行 你们谁敢动我 我跟你们拼了 徐老太现在也是一个头两的大 因为他撒泼打滚 别人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甚至还动手了 如果真的把人弄到了派出所 他可是在里面待过的 知道里面人的手段 不能去 绝对不能去 而且 这件事情 他们也没理啊 你们就是欺负我老婆子 一个人孤儿寡母的 我要见我大儿子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第395章 山头给了秦玉良 秦玉良带来的那些人 也都不是擅茶 驾着徐老太 便往山下去了 柳云霜见没有热闹看了 便也拍了拍手 让李国锋回去了 雷声大 雨点小 这秦玉良就是故意的 现在他也能看得出来 这人的目的 估计就是想要这几个山头了 老许家这次 是真的栽了 等他下山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张长明 到底是有嘴快的 估计是看情况不好 过去报信了 不知道说了什么 离得太远了 听不见 而后这群人 便浩浩荡荡的去了村部 柳云霜也没有多想 反正这件事情 肯定善了不了 他在大鹏这边干活 都能听到村里面 吵吵嚷嚷的声音 杜若鸿和李月兰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刚才一群人上山 还是看到了 云霜呀 你在山上碰到了他们没有 碰到了 你听听那边 今年一天都没有消停 老秦家这是铁了心的 要跟他们闹掰呢 那还能不闹掰 媳妇都跑了 这什么人家 按理说 人家对他也不错呀 不错啥呀 你别忘了 还有那位呢 杜若鸿这么一提醒 李月兰也想起来了 今天合进 可是跟着一起来的 现在许兰春走了 人家可就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我今天看他头发 都剪短了 估计是咱们上次 嘘 柳云霜这一出声 李月兰赶紧闭了嘴 知道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 甚至 还稍微有些心虚呢 这是说错话了的表现 三个人没有在讨论 而是继续干活 还没到中午的时候 队里面的一个小孩 跑过来找杜若红 大娘 我大爷他们都在队步 让你过去呢 让我去干啥 我也不知道 就是大队长让我来找你的 我可不去 去那准没好事 你跟他们说 我正忙着呢 哎 等一下 你去跟他们说 你若红大娘 等一会就过去 这小孩一听 便拔腿跑了 大嫂 过去看看吧 大队长找你呢 估计是有事 现在老许家 只有你们大方一家 在这跟前了 柳云霜的话 他自然是明白什么意思的 行 那我就过去看看 下午的时候 我晚走一会儿 不用 过去看看吧 也不是 经常有这种事情 杜若红现在还想着 提前离开的事情 准备加班呢 有这个态度 柳云霜就挺高兴的 说实话 也没有太多的活计 他跟李月兰两个 也就够了 很快 就是中午了 今天家里只剩下 他和几个孩子 就一些手擀面 配上鸡蛋韭菜的炉子 热气腾腾地吃上一碗 暖心又暖胃 一直到下午上工的时候 杜若红也没有回来 柳云霜想着 这事啊 估计挺麻烦的 他又不好出面 不然一定过去看看热闹 都等到下午四点的时候了 这人才回来 哎呀 可是不得了呀 这老秦家一群人 看着和和气气的 其实恨不得把人都吃了 正好 谁也教完了 草也煮好了 柳云霜也没让大家在大棚里 把两人都叫到了堂屋 拿了一些核桃 大嫂和花生过来 又给大家都倒了茶水 三个人 这才开始聊天 许志义是挺高兴的 一直在那扒花生吃 顺便听他们几个说话 大嫂 那边怎么样了 你快跟我说说 李月兰脾气急 这一进屋 就迫不及待地问他了 骂了半天 大队长也头疼呢 现在咱们后边那几个山头 归秦玉良了 啥 给他了 这不应该吧 毕竟这人也不是咱们队上的 咋能给他呢 李月兰也是无比震惊的 要是这样的话 还是会跟他们竞争的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时承包着山头 大部分的钱都是人家出的 他跟许兰海之间 还立了字句 等这边赚钱了 七成的收益都是人家的 现在许兰海交唆着许兰春跑了 人家一口咬定 这就是骗婚骗钱的 所以 必须要山头 啥玩意儿 许兰海也跑了 李月兰有些弄不明白 不是说许兰春走了 关许兰海什么事啊 是兄妹两个一起跑的 人家还到他们租房的地方 去看了 只剩下林青青母女两个 听说也闹了一通 后来 还是人家的娘家人过来了 这才作罢的 这不嘛 又跑到了红星生产队 所以说 这件事情 还真的跟许兰海有关 他怎么敢的 柳云霜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前程 这么抛价涉业的 真的值得吗 反正 现在事实就是 这两个人都跑了 听说去京市了呢 这许兰海也不傻 他那工作可不是辞的 而是卖了卖给了别人 拿上这些钱 还有认识的都借了一遍 第二天就都不见了 妈呀 他咋能这么干 以后回来了 这成啥事了 一说这个 杜若红就来气 我们家里大哥 也是个傻的 居然还偷了我的20块钱拿给了他 人家这一走 回不回来还两说呢 真是的 丢死人了 对于许兰海的行为 李月兰也是十分不齿的 不过柳云霜关心的 还是山头的事情 那他把那几个山头都拿走了 大队长也同意 现在没办法了 人家把证据都拿出来了 就算是许兰海还在 那山头大部分也是人家的 现在只能是给他了 不然的话 这是捅到外头去 丢人还不是咱们生产队吗 看柳云霜皱着眉头 杜若红立马给他解释 云霜 你别担心 大队长也不傻 这件事情 是对里面所有的干部 都统一开会决定的 而且 徐老太也同意了 还有你大哥和老二 这个自家人 也跟着签字划牙 还有林青青也同意了 这事就是板上钉钉的 咱们管不了 就算是后面出事了 大队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 杜若红知道 柳云霜这是担心陈楚娥呢 第三百九十六章 实业扩展 他们俩关系好这件事情 是整个生产队里面的人都知道的 那就好 别到时候惹得一身骚 可就划不来了 谁说不是呢 之前牛逼轰轰的 还想搭蛋一场 没想到 最后落得个这样的 倒是便宜老秦家的人了 李月兰这么说 也是没错的 虽然他出了大头 可是许兰海等人 也是没少出钱的 起码 当时把能用的钱都拿了出来 甚至还有一部分是老太太的钱 现在 可不就都是到了秦玉良的口袋里面 而且山上的树 也都种下了地 养的鸡也不少 青年听说零零星星的 也拿了不少鸡蛋 到镇上去卖 他们还是五分钱一个 虽然是普通的价位 但是也是有镜像的 这俩人一跑 就合着 把这些完全都放弃了 且看着吧 等这两人再混不下去了 这一回来 还有得闹呢 是啊 就那种人 肯定会闹的 哪怕有确切的证据 估计也不能吃亏 几个人又说了两嘴 这件事情便接过了 秦玉良的动作会很快 第二天就让何静过来接手了 山上的所有事物 现在都是人家自己管着 就连队里面的那两个人 也都辞退了 换成了他们自己的人 人家下来说的时候 还挺惋惜的 虽然挣得不多 可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呀 这何静也会做人 工钱给到月底的 还给说了不少好话 平白无故的 多拿了半个月的工资 这两个人 自然是不好意思 说人家不好的 同时 也更加羡慕李国锋和三爷 一个月不仅有三十块钱 听说干得好 还有奖金呢 而且柳云霜比较奖礼 乔同志也好说话 只要你把活干到位了 不会随随便便的辞退人的 没想到 他们这么一做 还给他家拉了一波人气 只不过 柳云霜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 县城汽车站的小卖部 就要开业了 里面虽然小 但是货价比较多 琳琅满目的 除了许之城 城小燕 还有那个女生 和另外一个小伙子 一块过去 人家车站这边 忌讳比较多 加上 又是属于内部的 就没有放鞭炮什么的 不过 在门口贴了几个大字 小卖部 很醒目 另外就是一些 烟酒茶糖这样的大字 也都贴在了窗户上面 只要人过来 就能看得到 倒也不是多忙 这边的人员都是流动的 偶尔看到了 需要了会过来买一些东西 不需要的话 也不会过来 乔一起和柳云霜待了一上午 便去了梧桐路那边 张师傅带着人 正在加班加点的干活 现在天气冷了 要赶紧把墙和地弄出来 如果上洞了 就干不成了 得等到明年春的花开 两人看着如火如荼的 也没有多说什么 便带着许之意去吃饭了 云霜 我想过了 咱们可以把准备开 小卖部的地方 先收拾出来 可以先不干 不过房子 收拾出来不要紧 要不然年前估计够呛了 我感觉 把这弄完就够呛了 柳云霜这么说 就是不太同意他的想法 明年开春吧 开春了之后 咱们再弄 也不贪那么多 不然的话 也很麻烦 嗯 好 沁子和喜子也来电话了 他们那边的进展很顺利 好多东西 都找到了源头工厂 还有你说的 这省也去了 小商品确实很多 他们这一次性 就弄了不少东西回来 估计够年前买的了 那可太好了 跟他们说 不要在乎钱 只要觉得不错的 咱们这边没有的 就多弄一些回来 我总觉得 今年过年的时候 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时候 咱们做这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 一定会大赚一笔的 好好 你都说过很多次了 我记下了 估计用不了两三天 他们就要回来了 那可太好了 因为这一次出去的时间这么长 肯定收获不小 事实上 陆陆续续的 已经有东西寄回来了 每次他都是让许志成去接的 这个孩子 除了店铺里面的事情 别的也做得很好 跟乔一起也商量过了 后面如果超市真的多的话 可以让他转到幕后来 做一些督导 或者是配货一样的工作 最主要的是 这个孩子还会开车 就要方便很多了 老许家的事情 就那么翘无声息的定了 他们这边也是忙忙碌碌的 整日不得闲 很快就到了腊月 这边的蔬菜也有很多了 除了给蔬菜店那边 每天放上一些 也能额外抽出一些来 去给几个单位都送一些 尤其是国营饭店 一看他们拿来了这么多的好菜 简直激动得不得了 李采购还特意跟他 订了一百只兔子和二百只鸡 三爷和李国锋 这两天也忙得不行 今年新抓的那些小鸡 公鸡全部都是要拿出去卖的 还有兔子 也是要拿出去一批的 母鸡和母兔要留下 除了生蛋 还要下载 鸭和鹅也是这样的情况 并且跟孵化鸡鸭鹅的大姐也说好了 来年要订的更多 起码要翻一翻 让他提前准备着 那些零散的单子就不用接了 庆子和喜子两人拿回来的东西 更是五花八门 好多都是新鲜货 就连百货大楼和县城 供销社都是没有的 临到腊月根 他们居然还发过来了不少对联 现在的对联都是手写的 而他们拿过来的那些都是印刷体 大红纸上有烫金的 还有黑色的字体 这几个小卖部和超市一方 每天都是人来人往 忙得不得了 他们为了吸引人 还专门在门口弄了一个小小的斩架 放这些对联和年画 福字什么的 超市里面更是搞了一些活动 只要是买电器 便可以送这些对联 灯笼什么的 腊月这几天 每天都是乌央乌央的人 他们过去看了一次 见实在是忙不过来 还从这边抽掉了两个人过去 后面 张长明又给他们补了四个人 再加上乔一起叫过来的人 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百九十七章 许兰春被送回来了 忙忙碌碌的 就到了腊月二十九 今天是最后一天营业了 下午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放假 柳云霜和乔一起他们 则是要对账 不过在这之前 要先去给大家发福利 每人二十斤大米 二十斤白面 十斤大豆油 五斤水果糖 两块香皂 两条毛巾 还有一块床单 不管是谁 连带着村里面杜若鸿和李月兰 以及山上的三爷和李国锋 都是这个配置 另外 柳云霜还一人给了一个红包 里面有十块钱 大家都欢欢喜喜的 没想到福利居然这么好 以至于队里的不少人 都过来送年礼了 想着明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能不能拉持他们家一把 刘雨露和冷建国领着冷秋香 是下午一过 立马就离开的 他们老家在隔壁县 下午只剩下一趟汽车 不然就回不去了 这忙忙碌碌的也快一年了 过年的时候自然是要回去的 毕竟家里面还有老人呢 柳云霜也给准备了丰厚的年礼 刘雨露自己也买了几身衣裳 连带着家里面的其他孩子和老人都有 柳飞雪把所有的货款都收了上来之后 又进行了汇总 这过年期间效果果然是不一样 被年货的特别多 而且今年准备的那些东西 基本上都卖完了 庆子说 等明年开年 还要立马去一趟南方 货款也总出来了 一共是十六万四千三百块 当然了 这是所有的货款 除去成本 最少能落一半以上 柳云霜自然是很开心的 这里外里加起来 今年也有十万朝上的收入 不光是他 家里面的其他人也高兴 尤其是柳飞雪 他没想到 居然会这么挣钱 柳云霜自然也不会亏待了这些人 等到大年初一的时候 一人给包了一个丰厚的红包 里面都有一百块 过年期间没有什么事 大家都是吃吃喝喝玩玩的 今年家里面的人也格外多 加上有电视 不少人都跑过来串门 大年初三的时候 整个红星生产队又炸开了锅 没办法 因为许家的两兄妹回来了 并不是所谓的那种一锦还乡 而是灰溜溜的 两个人看上去都不是很好的样子 杜若洪下午就过来了 领着两个女儿 他们现在是准备过了正月十五才开门呢 所以许志念也能在家里面待一段时间 外面落了雪花 几个人的身上都沾了白 大嫂 知心 知念 快接来讨讨 怎么冒着雪就过来了 这不是刚从老屋那边来吗 我想着 你应该是着急知道那边的事 就直接过来了 杜若洪这么说 他也挺领情的 连忙问了一句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兰春和许兰河都回来了 听说在京市那边过得不怎么样 他们过去的时候 沈老板并没有让他们留下 没办法了 许志威给他们在附近租了个房子 可是这两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经常去读沈老板 越是人多的时候越闹腾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被人打了 柳云霜听着也挺唏嘘的 这许兰春倒是不傻 知道把事情弄大 可是人家沈老板是要脸面的人 他越这样 人家越下不来台 还怎么会给他有好脸色呢 估计又是许兰海的主意 真是坑队友呀 那后来呢 就因为这给送回来了 还不止呢 听说是志威求到了沈夫人跟前 沈夫人觉得可怜 便让他到家里面去了 许兰春说也不求傻 就是想找个工作 所以就去家里面给人家当保姆 说得好听 但其实过去就把自己当成主人了 听说没少受搓磨 这一回来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 是啊 二婶 你没见我小姑那样子 可吓人了 一直在那拿着大剪刀 剪呀剪的 我都害怕他戳到我 啥 你们的意思是 许兰春疯了 多若红点了点头 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就算是不疯 也磨正了 看着呀 还挺剩人的 那许兰海呢 许兰海怎么说的 毕竟 这两人是一块出去 现在许兰春变成这样 他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能说什么 就说不知道呗 当时也确实是他一个人进的沈家 但后来就奇奇怪怪的 让许之威给送回来了 这许之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说他们丢人 发了好大一通火 给买了票 说是强行给送上火车的 真是造孽啊 你说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当初就算是兰春再不是人 对他还是挺好的 没想到这人到最后 居然不认了亲娘 真是有钱就变坏了 柳云霜倒是不赞同他的这个说法 赶紧摇了摇头 你别这么说 还是人品不行 他们两个之间 没准还有其他的事情 咱们不要在这猜来猜去的了 这把人送回来了 老秦家那边 是不是又要闹起来了 毕竟他们可还没有离婚呢 可是秦玉良跟何静 基本上就是明目张胆的出双入队了 你要说这事 我还觉得挺接受不了的 现在许兰春变成这样了 老三还说放在家里 也没人能养得起 他现在到底跟秦玉良还没有离婚 应该把人送回去 可是我看他那个样 送回去了也干不了啥 还需要别人照顾 人家老秦家傻呀 说跑就跑了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又给送回来了 人家肯定不要 这么说 这许兰春还成了烫手的山芋 不说一手好牌 打得稀巴烂吧 也差不多了 只不过 他特别好奇 这人到底在今世经历了什么 能到风魔的地步 还是说受到了什么惊吓 才一步一步的变成了这样子 看来 沈夫人确实不是的没有手段的 许志威还在那边呢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 就对沈夫人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 这么想着 心里面还七上八下的 若是真的因为这个契机 那么有些人就危险了 死心里 他自然是不希望沈夫人出事的 第398章 沈夫人来了 许兰海也确实不是东西 见许兰春没有利用价值了 便直接放弃了 不过老秦家也不傻 这个事情闹腾得很大 柳云霜这一个正月都在吃瓜 时不时的就有消息传来 两家闹腾来闹腾去的 一开始是因为照顾许兰春的事情 后面许兰海知道了 家里面的山头都被秦玉良占去了之后 又去闹了好几回 可是人家有实在的证据 加上家里面又有人在 这人不死心也没有办法 甚至还挨了好几次打 才信信的作罢了 因为城里的工作也没了 他便不在那边租房子住了 连带着林青青和他女儿也回来了 只不过 许兰海有些接受不了现实 整日酗酒 也不出门 可是家里面每天都能传来 打架骂人的声音 柳云霜还是挺叹息的 这人那就是不能不知足 不然的话 他起码还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还有几个山头 现在什么都没落下 也算是活该了 他们这边进展的倒是挺速度的 天气暖和了之后 在另外的四个山头中间 也盖上了一处房子 雇佣了郑海生和陈楚雄在那边 晚上首夜 白天干活 这陈楚雄也不是别人 正是陈楚娥的弟弟 他们也算是小时候一块长大的 知根知底的 之所以雇佣他 一来是这个人干活也还可以 人也实在 加上 又有陈楚娥这层关系 便想着能帮一把试一把 他们今年养的鸡 已经达到了一千五百只 是把去年的也都加上了 另外 鸭子也有了三百只 鹅有一百只 兔子按照数量繁殖的话 今年也可以过千 到时候 他们可以把兔子做成一个产业 也未尝可知呢 另外 从第一批鸡仔和兔子出栏之后 就可以拿到大市场那边去卖了 连带着超市什么的 都有他们自己的土鸡和兔子售卖 把中间所有的平地 全部都围了起来 种上了草莓 后面的钩边上 还开了一个圈 养上了二十几头猪和两头牛 以及二十只羊 这种东西没有养太多 一来是他们的主要经历 放在了鸡鸭这些家庭上面 养这些 一来是自己可以吃 二来的话 也可以换换样子 拿出去卖也是没有问题的 柳云霜看着这八个山头 十分的满意 总感觉自己好像是有了一个农场一样 倒是老许家的那几个山头 并没有什么好样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鸡天冷了 就不下蛋了 开春了之后 好像也没有去年的好了 柳云霜这边的饲料 都是减好的胃 加上还有家里面剩下的 不是很好的菜什么的 也会拿上一些 拌上玉米面 喂给他们吃 平时的话 这些鸡可以随便溜达 吃一些山上的虫子什么的 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灵泉水 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弄一些 不管是半时 还是直接倒在水盆里 总之 要比普通的更硬朗一些 下蛋也更加着调 春天的时候 他们的草莓 樱桃和桑苑 卖得特别好 甚至在市里面的需求量 已经超过了县城和青阳镇的总和 那大樱桃 红彤彤的 特别惹人喜爱 柳云霜也没有食言 每天都让许志兴带着一群孩子 过来摘草莓和樱桃 虽然他们年纪小 可是做事要更加认真一些 还听话 这队里的不少孩子 都挣到了零花钱 家里面的家长 也都高兴 现在说他们老柳家 那都是能说上一小天不带庭的 乔一起也没有闲着 一直带着柳云霜看小卖部 县城里面又添了五个小店 这人有一半 是他自己从黑市那边叫的 剩下的一半 则是队里面的 市里面也开了三个小卖部 另外又开了一家蔬菜店 就跟大市场那边的情况是一样的 家里面也买了一辆四轮子的货车 现在是许志诚负责运送货物什么的 当然了 张松也是在的 县城和青阳镇这边 还是要靠他的 不然许志诚自己 也忙不过来 很快便入下了 孩子们也放了暑假 他还挺唏嘘的 今年上半年一直忙忙碌碌的 好像也没有闲下来 不过效果都挺好的 每天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家里面的蔬菜地也扩大了一些 连带着上面还有二十亩地 也让柳云霜给承包下来了 今年光输菜就有四十亩 他们还是按照之前的样子 在中间又挖了一口水井 他只需要在水源处 把林泉水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天中午 刚刚清闲下来 几个孩子也都没有在家 去县城跟着刘雨露和冷建国了 天气燥热的 他拿了一个冰镇西瓜 刚切了一半 便看边听到了外面有汽车的声音 等看到来人的时候 也是挺惊讶的 沈夫人 您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呀 快进屋 乔一起今天也不在 他那边有个东西 要让他过去看看 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把人让到屋里了之后 助理拿了很多礼物过来 摆了一地 沈夫人 怎么这么客气啊 过来带这么多东西 我都不好意思了 说着 把酿好的凉茶端了一杯给他 云霜妹妹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说过 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 你就不要再叫我沈夫人了 那怎么能行呢 柳云霜知道 人家这是客气客气 她可不能摆不正自己的位置 对了 沈老板怎么没有跟着一起过来 哦 你说他呀 到国外去了 哦 到国外去了呀 他还挺惊讶的 因为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听到 毕竟 一般人家 都是接触不到的 那不知沈夫人 这次过来 是有什么事呢 她并不觉得 这人会闲着没事到处跑的 或者说是 特意过来看看她 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脸 所以便开门见山了 云霜妹子 这次我过来 确实是有一件事情 想问问你 沈夫人好征以侠地看着她 样子格外认真 问我 什么事啊 您请说 第三百九十九章 川书的 她也是有些纳闷的 有什么事情 是这种高高在上的人不知道的 并且需要过来问她的 我先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看她神神秘秘的 柳云霜也没有多说什么 沈夫人的思绪 好像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紧跟着便说了一句 让她终身难忘的话 以前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书里面 有一个女孩子 得到了上天的恩赐 有一个看不见 摸不着的 叫系统的东西在帮着她 这个女孩子 天生就是 做大女主的料 有着坎坷的身世 和不一样的出身 就像许之威一样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一直是看着柳云霜的 柳云霜也很震惊不已 怎么跟她知道的事情 好像有点相似呢 同样是一本书 同样是许之威 还有系统 然后呢 她忍不住露出了疑问 表面却是波澜不惊的 沈夫人竟然没有看出来什么 先是笑笑 随即便继续说道 这个女孩子呀 是她妈未婚先孕生出来的 从小 被记在了舅妈的名下 可是这个舅妈 对她并不好 所以 她长大了之后 认祖归宗 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把所有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都打败了之后 成为了富豪家的掌权人 继而 又认识了一个 有钱有权的男人 两个人结缔了姻缘之后 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小村庄 把曾经对她不好的人 全部都送下了地狱 柳云霜心里面大害 她虽然是这么说 自己心里面也明白了 这就是她上辈子 所经历的一切呀 可是沈夫人 沈夫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 沈夫人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曾经看过一本 和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的爽文大女主的书 可是有一天 等我醒来的时候 居然发现 我不是我了 而是一个位叫做沈夫人的人 这位沈夫人 便是那位女主的继母 将来会因为讨厌女主 而对她使用各种陷害的手段 最后被反杀的一个炮灰角色 当时 我心里面是很抗拒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来到这个世界 可是我看到那三个孩子 乖巧懂事又听话 我真的很难想象 为什么这样的孩子 将来会变成那种 做事毫无底线的人呢 我设了很多办法 都没有办法离开现在的这个世界 所以后来 我就放弃了 专心地养着那三个孩子 可是渐渐的我发现 他们跟书里面描写的并不一样 他们都是有血 有肉 有感情 很懂礼貌 学习有好的孩子 所以 我不想让他们 有那样的结局 然后 我就把书中的情节提前了 提前到新童县认清 提前 把女主接了回去 就是想看一看 这个孩子还有没有救 如果给他灌输正确思想的同时 他能不能放过 我的三个孩子 听到这里 柳云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是重生的 而这位沈夫人是穿书的 本来是想要回去的 可是久而久之 跟原住里面的沈家三个孩子 产生了感情 这才想要改变他们的命运 所以 沈夫人 我想问一下 许之威现在是什么情况 柳云霜也是半代打听 半代疑惑的 问了他这么一句 你说那个孩子啊 确实不是个什么好孩子 我本想着 既然是年纪不大的时候 便过去了 若是从小经历正确的教育 三观不会毁得那么快的 可是这孩子 已经彻底被荼毒了 到了京市 也不消停 明知道自己头些年 都是在村子里面过来的 却觉得 家里面的兄弟姐妹们 瞧不起他 学校的同学也是如此 所以他偏执 甚至是 去报复其余的同学 久而久之 大家便疏远了他 上次 家里面举办了一次宴会 他因为跟别人发生了口角 把对方刺伤了 都是有头有脸的世家小姐 我们沈家也不可能做到什么都不管的 没办法 只能给这孩子 开具了精神证明 现在在疗养院接受治疗呢 什么 你是说他疯了 他没有疯 我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想让他逃避过世 毕竟 对方可是被他毁了 荣耀知道 一个女孩子的容貌 还是这种世家的女孩子的 是有多重要的 若是他没有精神病 那人家 也不会放过他的 柳云霜有些唏嘘 他一直在壮大自己 还想着 要跟许志威决一死战呢 没想到 这人居然在京市 就把自己折了进去 这一点 是乔一起没有打听到的 之前 他也托京市那边的朋友 去问了许志威的现实情况 听说他在沈家 也确实不消停 沈夫人的几个孩子 都被他针对过 甚至 还给沈夫人下过药 当然了 最后这个事情 还是许兰春背了黑锅 这也是为什么 他会回到洪新生产队 而许志威 却没有任何表示的原因 沈夫人 你跟我实话实说 这孩子 以后还有没有翻身的可能 文言 对方笑了笑 我也不是什么小白兔 伤害我和我孩子的人 自然是不能有翻身的余地了 百足之虫 不死而将 你说对不对啊 柳云霜看着他的笑容 虽然明媚 可是眼里有说不出来的良意 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所以 你为什么会特意跑过来 跟我说这件事情呢 他也有些忍不住 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 我说过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书里面的大结局 是很美好的 不过 那个那种美好 只针对于所谓的女主 也就是许志威 可是 等我到这里来了之后 却发现有一点点变化 虽然其他的东西 都是按照原剧情走的 可是你却不一样了 是啊 他不一样了 因为他是重生的 我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 书里面的你 死得很惨 包括你的三个孩子 也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的 可是 等我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你不一样 云霜妹妹 我知道你可能有自己的苦衷 或者是难言之意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 从某些方面讲 我们还是有相同之处的 你放心 许志威以后 不会对我 对我的孩子 造成任何伤害 对你和你的孩子也是 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你说是吗 第四百章 大结局 四喜临门 所以 这沈夫人 还是怀疑他了 毕竟 所有的人都一样 所有的剧情也都一样 只有他不一样了 对 你说的对 只要我们努力 只要我们 让自身强大起来 那必然会有 不一样的结局的 上辈子的事情 他也多少知道了一点 这沈夫人 虽然家事比较好 可是并不像现在一样 有自己的视野 在沈家 也没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相反 他死了之后 沈老板就像 没有这么回事一样 立马就叫了许兰春回去 可是这辈子不一样了 这沈夫人也不一样 有自己的视野 甚至连沈老板 对他也要客气几分 就像他说的一样 女人只有自立自强 拥有足够的经济和话语权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的 两人并没有多说什么 沈夫人便去了市里 因为大白鹅的东西 在这边卖得很好 他决定给柳云霜 多让一部分力 这事 也谈好了 等人走之后 他还是稀里糊涂的 总觉得这件事情 有些让人意想不到 没想到自己最重要的劲敌 被沈夫人给收拾了 而且这个沈夫人 对于知威来说 也同样是劲敌 所以 他们两个是站在同一面的 也能说得过去 三天后 乔一起回来了 一见面 就忍不住抱住了他 云霜 我有三个消息 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你看 这是市里面 你说的那三块地 我都买下来了 还有京市 广市 护市 这省 我都分别买了一些房子 这些是合同 写的都是你的名字 柳云霜有些震惊 那天乔一起 问他觉得 什么地方会有发展 他便随便说了一嘴 没想到这人真的听进去了 所以 这些天 你是去办这件事情了 也不全是 那还有什么事情 你快告诉我 看着他着急的模样 瞧一起 却觉得很开心 巴唧一口 亲在了他的脸颊上 别着急 让我喝口水啊 柳云霜赶紧去给他倒水 不知道还有什么惊喜 在后面等 紧跟着 这人又拿出来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小小的瓶子 非常非常小 这么小的东西 能用来做什么 你别看他小 这东西 可是价值连成的 这一次 我也算是过去捡漏了 有了他 咱们以后 就不用再做那些苦活计了 啥意思啊 这玩意儿很值钱 柳云霜拿起 来仔细地观察 八仙过海 是 这每一个小瓶子上面 都有一个八仙过海的文样 因为小又比较精致 所以才值钱 文言 柳云霜有些不相信他 值钱 能有多值钱 你那博谷架子上那么多东西 就没有一个能抵得过他的 不是没有一个 是所有的加在一起 都抵不过他 他这么一说 对方确实愣了 真的假的 那这东西 岂不是要上意了 乔一起没有否认 而是小心翼翼地 把这八个瓶子收了起来 这个 你收着 以后都让你来保管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沈夫人应该跟你说了吧 许之威的事情 嗯 说了 你也见到他了 是啊 在室里面 匆匆地见了一面 他跟我说 这孩子身上有些不正常 有一个叫什么系统的东西 在帮着他 还挺灵异的 所以他便找人把那东西除了去 除了 他居然把系统给除了 或者说 是找了一些什么东西 把它给干扰了吧 具体的 我也不是很明白 那孩子疯磨了一阵 也做了不少伤天害地的事情 现在被关在疗养院里 估计 也没有多少天的好活了 所以 这才是真实版本的 并不像沈夫人说的 那么轻描淡写的 许之威在京市 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各种兴风作浪 最后便被收拾了 也不是说 为了保全他 才给他扣上了精神病的名号 而是 为了彻底地解决他 柳云霜听着 还挺唏嘘的 真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有系统能怎么样 到最后 还不是一无所有 看来这辈子 他的危机解除了 云霜 你跟我说 这 是不是一个好消息 是好消息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以后啊 咱们不再关注什么老许家 老秦家的事情了 毕竟许兰春风了 前两天自己跑到了山去 从悬崖上面掉了下去 尸骨无存 许之威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辈子 他们是不可能再翻身了 就连沈老板 也被沈夫人送去了国外 估计这辈子 有生之年也回不来了 那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所有的阻碍都没有了 甚至于突然之间 就被别人解决了 还让他有些不适应呢 这两天 他一直在想上辈子的事情 没想到自己上辈子死得那么憋屈 这辈子居然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看来这人 真的永远不能靠其他人 其他的东西 只有靠自己 才会越来越好的 云霜 那以后我们就好好过日子 咱们现在有钱 有东西 还有地和门面 小卖部和超市经营得很好 地里的菜和山上的果树 也长得不错 咱们多顾些人 让他们多操心 以后 咱们俩就不用跑来跑去的了 这个年纪 也该退休了 柳云霜文言 扑痴 一声笑了出来 你才多大 就要退休了 我还没见过谁 三十几岁就要退休的 那是自然了 虽然我说退休了 可我也很忙的 我要照顾媳妇 还要照顾三个孩子 自然是要比别人多退休一些时日的 不对 你说的不对 文言 乔一起笑嘻嘻地 把他揽在了怀里 为什么不对啊 因为不是三个孩子 是四个孩子 乔一起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连忙应了一声 是 是四个孩子 秋香也算是我们的孩子 你放心 我对他也会一视同仁的 不 不是秋香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回轮到乔一起猛了 咱们家 还哪里有孩子啊 柳云霜有些无语 这人不是挺聪明的 怎么突然之间就犯了傻呢 你说哪里 我肚子里呗 啊 乔一起有些没反应过来 不过瞬间就被欣喜所代替 云霜 你 你的意思是 嗯 你又要当爸爸了 柳云霜没有多说什么 一脸的不好意思 太好了 太好了 别人都是双喜临门 咱们这是四喜临门了 云霜 我好爱你啊 说着 便把人拥进了怀里 柳云霜也伸手 反抱住了他 是啊 我也好爱你啊 蓝桥一起 得欺云英 这辈子 他们都要好好的在一起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享受人生 永远永远 都不要分开了